第一章 不许欺负嫂子 夏日 夜幕 陈家沟 缠名中 低爱破旧的平房内 一个青年赤着上半身 躺在牧床上 旁边女人正在她身上忙活着 嫂子 这样不行 别弄了 青年面红耳赤 声音微颤 显然在努力克制 这大夏天的 一动不动都满身是汗 不擦一下身体怎么行 女子把手里的毛巾 放在一旁的脸盆里 伸手擦了下额头的汗水 笑着开口道 说话间 胸前那对沉甸甸的饱满 来回晃动 让人掩孕 可你一直这么照顾我 村里会说闲话的 青年再次说道 说就说呗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都习惯了 女子把脸盘里的毛巾凝了下 再次帮青年擦拭起来 唉 青年轻轻地叹了口气 她叫陈山 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两年前 父母相继去世 自幼跟随父亲给人看病的陈山 就这样继承了基业 当起了村医 收入不多 但勉强够用 可没想到半年前的一场变故 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事情要从村后山的一座白塔说起 后山不高 最多也就几百米 上山的位置有一座六层白塔 不知道什么时候建成的 因为年久失修 没人管理 早就破烂不堪 后来县里家具厂的李富贵 看中了这座小山 打算承包下来 和村里谈好承包合同后 第一件事就是找来铲车 推平这座白塔 本来一切正常 可谁也没想到 在塔岛的时候 村里的一个平时有些疯癫的老头 突然间朝着白塔冲了过去 眼看老头就要被砸死 距离最近的 正在看热闹的陈山 大步跑过去 在千钧一发的时候 将老头扯了回来 结果自己却被断砖碎瓦 埋在了其中 一番治疗 命保住了 但下半身却没有了知觉 出了这样的事 李富贵觉得晦气 终止了合同 随便给村里丢了点赔偿金 就没有再管过陈山的死活 先不说钱多少 主要的问题是 陈山父母不在 他又没兄弟姐妹 仅有的一两个远房亲戚 压根没有照顾的意思 最后邻居春莲实在看不下去 答应照顾陈山 要说春莲 在陈家沟 可是出了名的美女 虽然是山里人 可皮肤白的 和包了皮的鸡蛋一样 乌黑的头发 大大的眼睛 尤其是那对连手都握不住的高耸 不知道让村里多少男人 缠得睡不着 可惜红颜薄命 春莲嫁过来没多久 老公就死了 一个寡妇 没钱没事 自然过得很辛苦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他照顾陈山 纯粹是因为善良 但经过这半年的接触 他却发现 自己对这个青年 多了一抹说不出来的情愫 尤其是 每天帮他擦拭身体的时候 虽然陈山下半身没有知觉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身上的肌肉倒是分外结实 尤其是某个地方 更是吓人 要是他能恢复正常 一起弄点啥事 想到这里 春莲的脸顿时都红了起来 浑身像触电一样 连带双腿都不由自主地搅在了一起 看着春莲的样子 躺在床上的陈山 也是口干舌燥 毕竟 这半年都是春莲在伺候自己 日积月累 要说没有感觉 那肯定是假的 只是自己现在这情况 哎 不说也罢 两人各怀心事 整个房间内不知不觉中 弥漫起一股特殊的味道 而就在这时 就听到 哐当一声闷响 紧闭的院门突然间被人一脚踢开 春莲下的身体一颤 赶紧把手里的毛巾放在水盆里 起身朝外看去 月光下 一个五大三粗的黑大汉 叼着烟 满身酒气的走了进来 看到他的瞬间 春莲的脸色都苍白了几分 他有些畏惧的 向着床边靠近了几分 颤声道 陈黑狗 大晚上的 你想干嘛 来人是陈家沟里静皆知的恶霸 仗着力气大 欺负村民 调戏妇女 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而他缠春莲身子 也不是一天两天 今天喝了点酒 色星大发 就又来骚扰春莲了 陈黑狗一双发红的眼睛 盯着春莲的饱满 就像恶狼看到肥肉一样兴奋 他咽着口水说道 春莲啊 你男人死得早 现在守着一个小白脸 中看不中用 每天憋得也难受吧 这地荒久了可不行 要不狗哥帮你松松土 浇浇水 春莲强撑着身体 让自己看上去 还有些气势 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你赶紧走 要不我喊人了 陈黑狗哈哈笑了起来 喊人 你喊下试试 我就不信在陈家沟 这春莲愣了一下 是啊 在这个川的稍微暴露一点 就是勾引野汉子的穷山村 闹大了 对陈黑狗根本没有一点影响 被嘲笑的绝对是自己 眼见春莲不敢作声 陈黑狗的胆子顿时大了起来 名笑间 竟然伸手朝着春莲的衣服抓去 刺了 衣服破开 大片雪白裸露在外 那腰肢看得陈黑狗的小腹 瞬间一股燥热 狗哥的技术 试过的女人都说好 就算杀土地 也能弄出两斤水来 满口乌颜晦雨 床上的陈杉气的面色涨红 他从床边摸出一个茶杯 直接砸到陈黑狗的头上 开口怒斥道 陈黑狗 这是法治社会 你这是在犯法 赶紧滚 滚 陈黑狗摸了摸 被砸得有些红肿的头 一把揪住陈杉 狠狠地开口道 你磕默的一个废人 还敢打老子 找死吗 说话间 一巴掌抽在陈杉的脸上 然后将其甩到远处的角落里 一个半身瘫痪的垃圾 还敢跟老子叫板 在这之后 他又搭不上前 根本不给春莲逃走的机会 一把抓住他的长发 将其反身按在床上 一边压住春莲修长的双腿 一边解着自己的裤腰带道 犯法 狗屁 在陈加沟 老子就是法 不愿意 老子今天就当着你这个废物的面 把春莲给弄了 便宜你小子 看场好些 春莲被陈黑狗压在身下 动弹不得 吓得浑身颤抖 满脸都是泪痕 此时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而陈山本来就是病人 哪有力气对付陈二狗 此时趴在地上 眼看着陈黑狗那肮脏的手 就要把春莲的裤子吞下 木火喷涌 牙齿把嘴唇都咬破 鲜血直流 他的双眼 在此时都开始变得血红 有声音在耳边回荡 不能让他欺负春莲嫂子 绝对不能 啊 在这种愤怒之下 他感觉自己的脑海中 突然传来一声闷响 就好像有一扇紧闭的大门 被突兀推开一般 然后一股压抑了 不知道多久的气息 如河流般 在他的身体内奔涌起来 那是久违的 力量的感觉 第二章 神秘白塔 陈山也不知道 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失去感觉 半年的下半身 突然间再次有了反应 用力间居然站了起来 而且身上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 不管了 先就春莲嫂子 想到这里 他大步冲到陈黑狗的身后 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然后用力一甩 那力量无比巨大 一把的陈黑狗 根本没有想到 陈山居然会恢复行动力 毫无防备之下 顿时被丢到了机密之外 摔得眼冒惊心 我尼玛 陈黑狗开口大骂 随后 看着站立的陈山 整个人都有些猛 你小子怎么站起来了 刚才还摊在床上 这回就好了 这么邪乎 陈山此时怒火冲天 哪里有时间和他废话 攥紧拳头 朝着陈黑狗冲了过去 要说陈黑狗也有一身蛮力 可现在的陈山 却猛的一塌糊涂 撕打肩 居然被揍得节节后退 陈山发疯一般 一拳接着一拳 朝着陈黑狗的面门上招呼 碰 叫你欺负春莲嫂子 碰 让你欺负村民 吃法犯法 碰 还恨不恨了 陈黑狗被打得鼻青脸肿 酒也醒了大半 眼见打不过 拼命挣脱陈山的压制 朝着门外跑去 一边跑一边骂 你个兔崽子 给老子等着 这事没完 显然不打算善罢甘休 呸 再敢欺负春莲嫂子 我把你的狗腿打断 陈山毫不示弱 一直等到陈黑狗跑远 春莲这才反应过来 他赶紧冲到陈山面前 拉着左看右看 一脸激动 小山 你的腿好了呢 陈山点了点头 好了 话语刚结束 他的面色突然变得怪异起来 有些局促的开口道 那个 嫂子 你的衣服 夏天的衣服本来就单薄 刚才被陈黑狗撕扯 破了许多裂缝 陈山高出春莲一头 从上往下看 几乎跟没穿一样 尤其是那对圆滚滚的高耸 仿佛要跳出来一般 看得陈山喉咙都在冒火 春莲愣了一下 低头看时 面色顿时泛起一片红霞 赶紧抱住胸口 不抱还好 一抱之下 显得愈发的波涛汹涌 要命啊 陈山觉得自己鼻血 都快流出来了 那个 你身体恢复是好事 我先回去 明天再来看你 春莲此时心跳的厉害 捂着胸口 慌张地跑了出去 那浑原的臀部左右摆动 狗人心魄 屋内安静了下来 陈山连续喝了三碗凉水 这才把心头的那股邪火给浇灭 没办法 相连嫂子的本钱 真的太好了 一般人真的扛不住 重新在床上坐下 陈山揉着双腿 闭眼思索着 方才发生的事情 他本来就是村医 也知道一些病理知识 按说自己这样的情况 绝对不可能突然间恢复正常 而且最奇怪的是 好像力量 也比以前还大了许多 换做以前 自己绝对打不过陈黑狗 而就在他奇怪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自己的脑海中 好像多了一道白光 仔细看去 居然是一座白色的六层高塔 诸多细小的金色符纹 在塔身上闪烁 神圣 玄妙 仿佛自有灵性一般 虽然有些差异 但陈山还是第一时间认出了此物 是不是 后山那座被推倒的白塔吗 怎么跑到自己脑海里了 要说陈山也算胆大 不管是怎么回事 先研究下再说 陈山控制着自己的意识 朝着白塔走去 下方有一个虚眼的小门 试着用力一推 居然把门打开了 一层内十分空旷 一个紫檀木桌上 摆放着两本 泛着黄色古朴书籍 一本名叫 《星辰翠体术》 另外一本名叫 《玄天一惊》 陈山好奇地把手伸了过去 但刚碰触 就发现 书籍化为一片金光 尽数没入他的身体之内 碰触另外一本的时候 也是一样 然后他的意识里 突然多了很多东西 这两本书的内容 居然已经深深地 硬刻在他的脑海中 随时可以翻看 好神奇 陈山又搜寻了一圈 但除了这两本书 一层再无东西 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陈山沿着台阶往上走 但是却被一道光幕挡住 那光幕中间 有一条细长的凹槽 空空如也 无法进入吗 陈山摇了摇头 把意识收回 再次睁开眼睛 他走到院外 试着回想 自己在白塔里得到的那本 《星辰翠体术》的内容 随着他气息的变化 漫天的繁星 好像突然间明亮了几分 那无数星辰之力 如细雨般落下 尽数没入陈山的身体之内 将他的皮肤 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辉 练习了一个小时 陈山洗去身上的汗水和污垢 握拳间 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气流 在他的身体内流转 力量增加了许多 他又试着在脑海中 翻看另外一本《玄天一经》 发现里边记载的是各种圣守医术 针灸之法 上古单方 神奇奥秘 包罗万象 天哪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以后自己真的发达了 想到这里 陈山睡觉都挂着笑 第二天清晨 陈山刚洗漱完毕 就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 春莲端着一个陶瓷大碗走了进来 里边放的是几个刚出锅的 热气腾腾的包子 你身体刚好 也不多睡坏 春莲说话间 把一个包子递到陈山的手里 刚蒸好的 尝尝嫂子的手艺 陈山拿着包子 咬上一口 赞扬道 嫂子的包子又白又大 真好吃 相连脸上又泛起了一抹红侠 这冤家 乱说什么呢 喜欢吃的话 嫂子回头 让你多吃几次 趁着陈山吃包子的时候 春莲继续开口道 对了 昨日走得急 忘了和你说谢谢 要不是你 我怕是要被陈黑狗那个王八蛋给糟蹋了 陈山白手道 嫂子太见外了 这半年 要不是你照顾 我都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 要谢 也是我说才对 以后你就把我当弟弟 需要用的时候 喊一声就行 弟弟 用 春莲似乎想到什么 身体触电般抖了一下 双腿加紧几分 美眸都有些迷离 第三章 落井下石的亲戚 没办法 她也是女人 自然有某些特殊的需求 只是一直被压制着而已 要是真的能好好用下这个弟弟 那自己 不行 不行 春莲赶紧暗自催了自己一口 人家随便说说而已 自己乱想什么呢 摇了摇头 她再次开口道 陈黑狗可不是省油的灯 你坏了她的好事 这段时间可得小心点 陈山一脸无所谓 我现在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 她不惹我还好 要是赶再来 我把她打得 爹妈都认不出来 开玩笑 自己现在有神迹在身 还会怕一个陈黑狗 收拾她 分分钟的是 这小子 咋突然间变得这么霸气了 春莲有些心神摇曳 两人又聊了几句 陈山把此碗递给春莲 开口道 嫂子 你先忙 我去诊所看看 陈山父母在世的时候 在村口开了一家诊所 后来陈山接手 也算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只是这半年躺在床上 她就想着把诊所重新弄起来 加上自己心学的医术 绝对红火 可春莲此时却把她拦住 有些欲言又止 小山 给你说件事 你别生气 陈山挑眉问道 咋了 春莲犹豫了下 开口道 你家的诊所 被何桂花给占了 这半年你身体不好 我也不敢说 怕你受不了 什么 听到这里 陈山面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 何桂花是母亲的表姐 平时都没什么走动 自己躺床上半年 都没见来看一眼 结果居然还把自己家的诊所给霸占了 还有王法吗 恼怒之下 她大步走出 朝着村口诊所奔去 春莲在身后着急的大喊 小山 你御事好好说 千万别冲动 村口 坐落着一家宽敞的小院 虽然算是不上豪宅 但在村子里 也挺显眼的 这就是陈山家的诊所 陈山父母在的时候 最大的梦想 就是把医术发扬光大 自己家都没有怎么收拾 反而花了不少钱 修缮装饰这家诊所 而现在 诊所大门敞开 里边不时传来说话的声音 妈 我今天早上听村里人说 陈山的病好了 你说她会不会来要房子 烦死了 县里的医生 不是说她一辈子都下不了床吗 我可不想搬出去 是一个女孩的声音 语调里带着不满和怨恨 一听就知道 是何桂花的女儿郭美美 紧接着 又有声音传来 搬什么办 这里就是咱的家 蛮横 霸道 毫不讲理 何桂花本来就好吃懒做 老公死得早 家里房子早就破得不成样子 后来听说 陈山摊在床上 顿时有了心思 直接带着女儿住进了诊所 也不在乎村里人的指指点点 俨然一副新主人的样子 现在正住着书心 怎么可能搬回去 陈山听得心头冒火 推开门大步走了进去 院子中 两个人正在吃早饭 一个短发的中年妇女 一个十七八的少女 正是何桂花和郭美美 而自己以前当做宝贝的医疗设备 则是被胡乱丢在远处的角落里 破烂不堪 满是灰尘 看到陈山走进来 两人皆是一愣 二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陈山压制住心头怒火 站在院中 开口责问 这小子还真来了 何桂花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就平复下来 他放下饭碗 起身拿来一个板凳 递给陈山 然后笑呵呵的开口道 小山啊 来 赶紧坐 你的病好了 喝茶不 陈山压根没有理他这一套 也不没坐下 而是继续开口道 二姨 这是我家的诊所 你们现在住在这 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何桂花一听 脸色也变了几分 带着不满开口道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咱们都是亲戚 什么你的我的 都是大家的 旁边的郭梅梅也插话道 不就是几间破房子吗 那么小妻干嘛 再说了 你又不是没地方住 我们住段时间咋了 等几十年后 还给你就是 陈山冷笑道 现在想起来亲戚了 病了半年 也没见你们看过我一眼 我也懒得绕弯子 现在搬走 以后见面 还能叫你生意 要是不搬 别怪我不客气 眼见陈山如此 何桂花也顿时变了态度 她面色阴冷 双手插腰 伸着脖子嚷嚷道 呵呵 翅膀硬了 一个小辈 也敢对我这么说话 我就不办 你能咋地 来 有本事 你不客气一个看看 打我呀 有种你把我打死 气焰嚣张 完全一个泼腹的姿态 陈山拳头紧钻 手臂抬起肩 又放了下来 对于这样的人 直接打 还不如震慑 想到这里 她在院里看了一圈 然后走到墙角 拿起一根手臂粗细的木棍 看到陈山的样子 何桂花心头一颤 乖乖 这家伙 不会想用棍子吧 要是捅自己一下 那还得了 就连郭美美 也吓得后退了几步 何桂花外墙中干的喊道 你别乱来 我可不怕你 不怕 呵呵 陈山二话不说 当着她的面 把木棍立在地上 然后一拳砸了上去 咔嚓 木棍直接断成两截 陈山把断开的木棍丢在地上 然后冷声开口道 先离后病 下午我再来 要是还没搬走 这全可就要砸在人身上了 说完后 扭身离开 看着那断开的木茬 两人身体一颤 砸身上 那还不要命啊 想到这里 何桂花下的面色苍白 心脏病都快犯了 妈 现在 现在咋办啊 郭美美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 何桂花此时也没有了主意 耸得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而刚才陈山的样子 真的跟要吃人一样 故多 何桂花咽了下口水 然后开口道 要不 咱们先搬回去 我可不是怕他 主要是 是这边的床不舒服 这几天睡得浑身疼 第四章 这是妇科病啊 再说 陈山从诊所出来 先在村里转了一圈 村民都很意外 不少人拉着陈山问长问短 闲聊中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中午 自己一个人也懒得做饭 他打算在村里小卖部 买包方便面 随便对付下 开小卖部的 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少妇 名叫何丽 肤白貌美 大胸长腿 丝毫不逊色春联 老公出去打工 弄了个小卖部 卖些日常用品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陈山走进去的时候 何丽正背对着门 站在一个椅子上边 从高柜里取东西 也许是因为椅子没放好 也许是东西太重没拿稳 身体一歪 直接掉了下来 惨了 何丽吓得尖叫起来 摔一下还不打紧 要是被那些货品砸中 划伤脸什么的 可就完了 就在他着急慌张的时候 突然间 看到一只大手 从远处伸了过来 揽住他腰枝的同时 将其飞速地扯到一边 那货物擦着他的衣服 砸到地上 发出闷响 好险 何丽下意识地 拍了拍自己高耸的胸脯 然后才察觉 自己此时 居然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最要命的是 那个男人另外的一只手 还托着自己浑渊的臀部 姿势之暧昧 让何丽面色赤红 陈山刚才只想着救人 此时方才反应过来 动作得不妥 赶紧把何丽放下 毛头道 丽姐 你没事吧 陈山经常买东西 自己母亲和何丽家 好像还有些占亲戴故 所以 两人在村上 以姐弟相称 以前自己躺床上的时候 何丽还去看望过几次 这份情谊 陈山始终记得 发现是陈山 何丽的面色 这才缓和了一些 没事 谢谢你 小山 何丽伸手 把自己的绣发拢到耳后 开口问道 你的病好了 陈山点了点头 昨夜就能下床了 今天上午在村里逛了一圈 呼吸下新鲜空气 这不是中午了吗 打算买包方便面吃 何丽听完 瞪了他一眼道 你的病刚好 哪能吃方便面啊 多没营养 你等着 姐下面给你吃 一会就好 说完后 也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直接朝着后院的造访走去 陈山嘴角抽出了几下 这话 为什么听着怪怪的呢 而且 想到刚才拖着何丽时候的手感 陈山顿时泛起心圆一马 弹性真好 他老公肯定很幸福 呸 呸 人家历解好心给自己做饭 可自己现在 怎么可以乱想呢 陈山暗自骂了自己两声 赶紧压住那股念头 等了二十几分钟 何丽端着一碗面 从造访走了出来 最上边 还有一个尖弹 造访显然有些热 何丽的衣服 都被汗水打湿 粘在身上 那若隐若现的丰满和沟壑 弄得陈山好不容易压制下去的心思 又乱了起来 吃吧 何丽 把碗递到陈山的手里 眼看着一番心意 陈山也不好辜负 埋头吃了起来 一碗面见底 吃得满头大汗 陈山把碗放下 笑着开口道 还是粒解下的面好吃 汁多味香 越吃越喜欢 何丽哥哥笑道 你这小子 就会用嘴巴红解开心 说完后 他似乎又想到什么 朝着门外看了几眼 然后开口问道 对了 你现在身体恢复了 能给人看病吗 能啊 陈山不假思索地开口道 老本行怎么会丢 那何丽脸上 闪过一抹羞奶之色 然后继续开口问道 我这两个月 那时的时间总是不准 而且来的时候 还疼得要命 你能帮我治疗不 啊 陈山一愣 他是村医不假 可平时也就是给村民 看的头疼脑热什么的小病 而何丽这明显 属于妇科呀 授业有专攻 他本能的想要拒绝 但突然间想起了 自己在白塔里得到的玄天衣精 上边说 只要催动医术 可诊治万千疑难杂症 治疗这些小病 完全是信手拈来的事情 想到这里 陈山开口道 要不你先坐下 我试试 行 何丽坐在椅子上 陈山暗自催动玄天衣精 手指上顿时涌出一抹 若不可见的白光 他将手指搭在 河丽的手腕之上 脑海中逐渐出现 疾病的名称和治疗方案 几十秒后 陈山把手指松开 望着河丽开口道 丽姐 你这是宫内虚寒 不算严重 能快治 也能慢治 这样 等我把诊所收拾好 给你弄个药方 你连续吃两个月 就可以恢复了 宫寒 幼分 食寒雨 虚寒 不算什么大病 但难受起来 真的很要命 最主要的是 想要除根很难 但这些对于现在的陈山而言 却十分简单 河丽有些奇怪 这应该算慢治了吧 为啥不快治啊 是有什么副作用吗 陈山有些尴尬的开口道 没什么副作用 主要是 是不方便 需要用特殊的手法 说话间 伸出手掌 做了几个揉捏的动作 这 河丽看到动作 顿时明白过来 翘脸胀红 不过他从小就怕吃药 想着要连吃两个月 顿时觉得喉咙发苦 思索了几分钟 他心头一横 开口道 你是医生 我是病人 没啥不方便的 直接快治吧 这次轮到陈山傻眼了 丽姐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就说咋治吧 河丽也是玛丽人 既然决定好 也就没有再顾忌什么 那行吧 你找个地方平躺下 把上衣掀开 我帮你推拿 陈山道 小麦布里有一个竹床 倒也方便 河丽方才躺下 想到什么 又起身把房门关闭繁锁 然后再次回到竹床 躺好 把衣服撩起 露出那诱人的腰肢 要说河丽虽然是村里人 但保养的却很好 上半身的高耸 横看成岭侧成风 腰肢上 连一丝坠肉都没有 尤其是隐约间露出的胯骨 更是让陈山心头乱跳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我都好了 你还不赶紧梦 河丽满脸红侠 眼睛都不敢睁 第五章 暴打陈黑狗 哦 哦 陈山赶紧应声 他长息几口气 拼命地 把那些猥琐的念头 给压制下去 然后伸出手掌 勾动玄天一惊的同时 轻轻地按压在大剧穴附近 然后按照脑海中的治疗办法 开始慢慢推拿起来 啊 当陈山手指 碰触到小腹的瞬间 就听到河丽发出一声 难以形容的低微的颤音 我去 这声音 也太那个了吧 又按了几下 河丽的声音再次响起 陈山实在没办法 停顿一下 开口道 姐 你别这样 叫得我有些受不了 这 河丽面色羞的通红 其实他也不想叫的 可关键是 陈山的手掌 好像带着某种特殊的魔力 用力间 就感觉有一股温热的气流 直冲自己的身体 那种舒爽 真的难以遏制 那行 你继续吧 我尽量忍着 河丽开口道 陈山点了点头 继续用力 河丽双腿绷紧 白皙纤细的手指 紧紧地抓住竹床的两边 背驰咬着红唇 那曼妙的身躯 更是不受控制地 轻轻颤抖着 得 还不如叫出声呢 对于陈山而言 眼前这种情景 无疑比酷刑还难受 治病 治病 陈山拼命忍着 推拿了十几分钟后 尝出一口气 然后收手道 丽姐 好了 河丽睁开眼睛 有些不舍得开口问道 这么快就结束了 陈山一头黑线 丽姐 我一点都不快好过 河丽掀势一愣 然后顿时无嘴笑了起来 他整理了一下衣服 试着活动下身体 发现被陈山推拿过 浑身真的轻松了许多 你小子可以啊 以前怎么没听说 你这么能干 河丽问道 陈山笑了笑 摊在床上没事做 就在手机上 看些中医视频 自学成才呗 脑海中白塔的事 他可不敢和任何人提及 要不然 估计会被当作神经病 给赶走的 而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突然传来拍门声 随之是不耐烦的嚷嚷 大白天咋还锁门了 不会再做啥 见不得人的事吧 这是陈黑狗的声音 河丽心头一慌 整理了下衣服 赶紧把房门打开 门口站着几个人 为首的 正是昨天夜里 被陈山揍了一顿的陈黑狗 现在脸上还带着淤青 这满脸春色的 你不会真在投男子吧 陈黑狗看到河丽的样子 斜笑着把头 朝着小麦布里边望去 然后心头一惊 顿时大骂起来 卧槽 你腿磨的 怎么在这 他本来就是打算买包烟 没想到又遇到了陈山 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而且最主要的是 看样子 好像他和河丽的关系 还有些不清不楚 这个王八蛋 自己看中的女人 一个没吃到嘴里 他一个残废 凭什么过得这么滋润 看着眼前 在想着昨天夜里 被揍的事情 陈黑狗的眼里 顿时泛起了寒光 他眯眼看着陈山 然后开口道 昨天狗狗我喝大了 结果被你小子 给打了几圈 今天刚好遇上 你说这是怎么办吧 说话间 身边几个人也围了上来 神色不善 眼见着气氛不对 就连路过的村民 都围惧了过来 议论纷纷 陈山病才刚好 就得罪了黑狗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这次被堵住 估计要被揍惨了 哎 是啊 村里谁敢惹这煞心啊 此时的河丽 也是心头一惊 陈山居然打了成黑狗 这还得了 黑狗哥 小山估计也不是故意的 都是一个村子的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河丽赶紧赔礼道歉 成黑狗呵呵一笑 行吧 看在河丽妹子的份上 我给你个机会 跪下来 磕三个头 然后从我裤装里钻过去 我可以饶你一次 说话间 直接把腿抬了起来 一脸不屑地望着陈山 虽然昨天吃亏 但陈黑狗一直觉得 是因为自己喝多 而且 今天身边还跟着几个狐朋狗友 这么多人 收拾陈山还不简单 听到他的话 河丽翘脸发白 开口道 狗哥 你这么做 让小山以后 在村里 还咋做人啊 磕头 钻裤装 怕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陈黑狗朝着地上吐了口痰 然后望着河丽的胸脯 玩味地开口道 咋的 心疼了 平时装得挺正经 没想到 也是个骚蹄子 周围村民顿时哄笑起来 你 河丽被气得浑身颤抖 几乎要哭出来 陈山慢慢向前走了两步 望着陈黑狗迷眼道 道歉 嗯 陈黑狗几人先是一愣 然后顿时哄笑起来 尤其是陈黑狗 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你腿磨得疯了吧 还敢让我 啊 陈黑狗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陈山身影一晃 直接冲到了他的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头发 然后对着门框 猛地扯了过去 碰 一声闷响 陈黑狗的脑袋 顿时刻出一个泄洞 鲜血直流 触目惊心 还不等所有人反应过来 陈山抬腿就是一脚 将陈黑狗 直接踹到了五步之外 陈黑狗捂着头 大声吼叫着 兄弟们 弄他 那几个狐朋狗友 轮着拳头 朝着陈山冲来 如果换做别的时候 拳脚并用 才没几个回合 冲上来的人都被放翻在地 满脸是血 哀嚎不起 围观的村民目瞪口呆 合力站在远处 嘴巴张德 几乎可以塞进去一根香蕉 他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 那个文弱的小村医吗 陈山轻松解决了那些人 然后慢慢走到陈黑狗的面前 陈黑狗显然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这么能打 但此时依旧摆出一副 气势汹汹的样子 王八蛋 你敢打我吗 陈山呵呵一笑 弯腰一巴掌 抽在陈黑狗的脸上 啪 陈黑狗惨叫一声 牙齿都飞出了两颗 然后 陈山一手拉着陈黑狗的衣领 将其从地上扯起 连续又抽了几个耳光 然后眼眸冰冷地望着他开口道 打你怎么了 不服 陈黑狗神色怨毒 但此时却抱着头 一句话都不敢说 没办法 被打怕了 第六章 憋得好难受 明明这么多人 居然打不过一个 见鬼了 陈黑狗很憋屈 但此时却没有一点办法 他咬着牙开口道 我服了 你想咋办 陈山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开口道 跪下 磕头 给丽姐道歉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河里有些不忍 轻轻地扯了扯陈山的衣服 小山 算了 陈山摇头 这已经足够宽容了 要不是顾及几分同村的面子 我直接就把他废了 故多 陈黑狗猴姐抖动了 浑身猛地一颤 虽然此时陈山的语气很平静 但他明显可以感觉到 对方并不是在说笑 对方 真的敢这么做 关键的问题是 这家伙病好了之后 怎么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好汉不吃眼前亏 想到这里 陈黑狗艰难地爬起来 跪在地上 用力地磕了几个头 对不起 我错了 河里虽然觉得有些不太合适 但看到一直在村里 作恶的陈黑狗被教训 确实觉得挺解气 围观的村民宛如实话 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滚吧 陈山冷喝道 陈黑狗如蒙大射 带着几个狐朋狗友 屁滚尿流地朝着远处跑去 在这之后 陈山又与河里随便聊了几句 然后方才离去 看着陈山的背影 河里平静许久的心 突然莫名地泛起了一层涟漪 回到家里睡了会午觉 等到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陈山再次出门 朝着村口诊所走去 大门敞开着 河桂花与郭美美都不在 里边属于他们的东西 也全部搬走了 还算实笑 陈山笑了一声 然后开始打扫整理起来 看着活不多 但干起来还挺费劲 方才把院里收拾干净 就看到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正是春莲 他朝着里边看了一圈 然后问道 河桂花真的搬走了 陈山点了点头 春莲从旁边拿起抹布 一边擦桌子 一边开口道 河桂花 可是村里出了名的 不讲理 没想到居然在你这里吃饼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能干 陈山笑着挠了挠头道 那还是接触的少 时间长了 就知道 我都能干了 说完后 又白手道 嫂子你别动手了 我自己来就行 春莲白了他一眼 和嫂子客气啥 再说了 打扫卫生 本来就不是大佬爷们干的活 好吧 既然这样 陈山也不再多说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两人一起忙活 进度倒是明显快了许多 唯一有点尴尬的是 春莲穿的衬衫领口很低 站着还好 一旦弯腰擦桌子 或者扫地 里边几乎一览无余 那两对雪白晃的 陈山口干舌燥 也亏是他定力比较好 要是换做别人 怕是真的忍不住 会冲上去来一次运求活动 一直收拾到晚上 打开灯 诊所焕然一新 春莲勤快 也不休闲 直接回家做饭去了 陈山拦都拦不住 趁着春莲做饭的时间 陈山又把诊所的医药用品 整理了一遍 一边整理 一边在心里 骂着何桂花 太不是东西了 他们住进来后 把诊所里的那些医疗仪器 当垃圾一样乱丢 导致许多都无法再次使用 看来明天有时间的话 还得去县里重新采购一些回来 麻烦不说 还浪费钱 这边收拾的差不多 春莲也提着一个竹篮走了进来 两人在院里坐下 把饭菜摆在石桌上 两菜一汤 外加两个大白馒头 很寻常清淡的饭菜 陈山却吃得津津有味 可以说这是半年多以来 吃过的最舒心的一次晚餐 吃完饭 已经夜里八点多了 两人收拾了一下 锁了诊所大门 朝着村里走去 山村里也没有什么娱乐节目 大部分人家 早早都已经关门睡觉了 很黑 很静 孤男寡女走在路上 倒是平白多了几分 说不出来的暧昧 把春莲送到他家门口 陈山挠了挠头 开口道 嫂子 今天辛苦你了 先休息吧 说完后 自己转身离开 春莲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陈山的背影 红唇开合了几下 最终还是忍住没有发声 他回到院中 靠着大门 心里想着 陈山精壮的身体 手指情不自禁的 顺着自己的小腹滑了下去 然后 一股触电般的感觉 瞬间传遍全身 那修长的双腿 都不受控制的 加紧了几分 他眼睛闭合 满脸陶醉 低难道 小山 你这个冤家 人家憋得都快难受死了 你知道吗 那颤鹰 让人难以自拔 春莲这边难受 陈山也不好过 没办法 两人现在隔着一张纸 虽然很薄 但在没有捅破的前提下 谁都不敢轻易迈出那一步 返回自己的房子 先是用冷水 冲了一下身体 把那股灶热给压下去 然后盘膝坐在床上 开始修炼 形成脆体术 这功法着实奇妙 每次修炼 都明显可以感觉到 自己身体的变化 那些星光 就好像火焰般 在持续不断地 淬炼着自己的身体 仿佛脱胎换骨一样 百炼成钢 炼完之后 陈山又下意识地 闭上眼睛 重新进入石海之中 那座白塔 依旧矗立着 推门进入 还是和昨夜看到的一样 里边并没有 多出任何东西 要是这么说 一层存放的 只有这么两本书 好吧 陈山摇了摇头 准备离开 但下一秒 迈出的脚 却突然停止了下来 因为 他在某处位置 发现了一丝特殊的变化 那是 通往二层的光幕 本来那条镶嵌在中间的凹槽 是空的 但现在里边 却多出了一些金光 仿佛有什么东西 被填充进去一样 虽然很少 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但确实发生改变了 这东西 是刻度值吗 要是把凹槽填满 是不是就可以打开 这道遮挡的光幕 然后就能进入第二层 想到这里 陈山的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只是 这些金色的光点 是从哪里来的 明明昨天还一无所有 陈山认真的 把今天所做的事情 回忆了一遍 似乎只有给 何力治病和暴揍成黑狗 这两件事 有些特殊 是治病和成恶吗 看来觉得 需要明天找机会 好好验证一下才行 第七章 治病救人 次日上午 陈山吃完早饭 走出家门 朝着村口去 陈家沟 距离宝山县城 二十多公里 属于偏远山村 村民的经济情况 普遍不富裕 除了村长 家有辆轿车 别人想出门 都要去村外一个中巴车 临时停靠点去乘车 走到地方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 还有一个熟人 是何力 今天他明显化了点淡妆 合体的衣服 将其身材勾勒得 愈发风情万种 举手投足间 都带着一种 勾人心弦的味道 丽姐 你也要去县里 陈山笑着打招呼道 何力回答道 嗯 我闺蜜燕子 今天过生日 去热闹热闹 老公不在家 我整天在家里 待的都快发霉了 何力话语里 带着些许有忧怨 随后又问道 你也要去县里 陈山点了点头 诊所里缺少了些医疗设备 我去县里采购点回来 何力笑道 那刚好一起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说话间 一辆破旧的中巴车 已经从远处缓缓驶来 两人上车 买完票 在最后一排坐了下来 汽车在路上前行 中巴车上的座位很拥挤 为了多拉人 估计被私自改动过 这就导致两人坐下后 身体无法控制的 紧紧贴在一起 哪怕再注意 也没有办法 最要命的是 道路比较崎岖 行驶间 随着车身的晃动 何力的臀部和大腿 不断与陈山的身体 进行摩擦 那种感觉 让何力无比羞耻 可在这之余于 又多了一种 难以名誉的刺激感 甚至感知着 陈山身上传来的那种 男人独有的荷尔蒙的气息 让其身体都涌出了一股潮湿 按说自己已经有老公 不该如此 可心里想着不行 身体却分外食肠 此时他真的很担心 陈山也克制不住 偷偷做出些什么 不规矩的动作 万一自己没力气 拒绝怎么办 不过后来他发现 陈山比自己想象中 要正直得多 虽然明显可以看出 他也忍得很辛苦 但确实没有一点 动手动脚的意思 这倒是让何力 对陈山的好感 又增加了许多 毕竟这年头 像陈山这么老实的人 真的不多见 中巴车走走停停 二十多公里的路 足足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方才抵达宝山县城 两人下车 我先去找燕子 要是人不多的话 我叫你一起来玩 何力揉了揉脖子 笑着离开了 走路间 臀部左右摆动 荡漾着一股难以形容的风情 果然还是 这个年纪的女人 最有味道 陈山砸拔了下嘴 一想归一想 自己还不至于乱来 要是那样的话 和陈黑狗 还有什么区别 先忙正事吧 宝山县其实并不大 全县人口加起来 也不过五十多万 整个城区 也透着一股老旧的味道 陈山以前 来过县里好几次 对路况也熟悉 此时直奔医疗用品 销售的地点而去 而正在行走的时候 远处突然有人喊道 有人晕倒了 嗯 陈山停下脚步 顺着声音看去 发现在几十米外的人行道上 躺着一个身穿短褂的白发老人 周围瞬间聚集了不少围观的人 议论纷纷 赶紧打120吧 这人看着呼吸不对劲 也不知道能撑到急救车来不 有人懂医术吗 赶紧帮忙看看 人群中一个穿着白衬衫 戴着眼镜的中年人 犹豫了下 向前一步 就打算查看病情 却被身边的人一把拉住 别给自己找麻烦 这人一看 就是要命的疾病 万一死了 赖到你头上咋办 这 听到这么说 眼镜男子把脚又收了回去 是啊 这个社会 好心未必有好报 救人不成反贝额的报道 不计其数 真的很让人寒心和害怕 有人帮忙没 这老人快不行了 有好心的围观者 再次着急的大喊起来 此时明显可以看出 这个老者的呼吸正在变弱 就连胸膛 似乎都开始不再起伏 而就在这时 一个青年分开人群 走到了老者面前 弯腰蹲下 把手搭在了老者的脉搏上 正是陈山 小伙子 你是医生 旁边有人问道 村医 陈山头也不回地答道 村医 医术应该不怎么样吧 周围人面面相去 只是现在这种时刻 也管不了那么多 试试再说吧 如果换作以前 陈山肯定不会如此果断上前 倒不是说他冷漠 而是因为医术有限 根本处理不了这样的问题 而现在不同 在玄天一经的帮助下 他完全可以处理 所有疑难杂症 几十秒后 陈山对眼前老者的病情 已经了如指掌 急性心梗 不能迟疑 他先让老者在地上躺平 然后将其上衣脱掉 伸出手指 按照一经给出的治疗方案 开始在穴道上推拿起来 天池学 天拳学 曲泽学 切门学 他的手法不算熟练 但却十分精准 每个穴道落下间 都会有一抹 若不可见的白光 注入老者体内 陈山一路揉捏推拿 手指最终落在中充穴之上 在这个时候 九个白点 陆续在老者的身上亮起 从心口位置 一直连接到右手中指末端 蜿蜒间如一条白线 煞事神奇 手段 简直匪夷所思 闻所未闻 而最神奇的 还在后边 在这道白线出现之后 老者脸上 逐渐恢复血色 就连呼吸也变得平缓下来 虽然还未醒来 但明显已经好了许多 呼 陈山轻出一口气 还未来得及站起 就看到一辆救护车 从远处迟来 车辆在旁边停稳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和两个护士下车 行色匆匆 当看到他们的时候 陈山拍拍手站了起来 开口道 病人是心梗 我已经做了紧急处理 你们再处理一下吧 听到他的话 医生的面色 顿时冷立下来 心梗 紧急处理 你以为自己是谁 话陀在世 脸雀重生 如果处理有误 就是蓄意杀人知道吗 第八章 莫欺人年少 这个医生 此时确实有些不满 对于他们而言 最怕的 就是遇上一些 不懂装懂的家伙 不仅帮不上忙 反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间 就像眼前这个青年 心梗这样的重疾 哪怕县医院的科室主任 凭借先进的设备 都不敢说能处理妥当 他居然敢如此大言不惨 一把将陈山推开 医生陈生对护士吩咐道 赶紧检查 紧急处理 显然 没有把陈山的话放在心上 陈山摇了摇头 此时也懒得和他们计较 双手插兜 朝着远处走去 至于刘明 算了吧 随手之劳而已 而他方才离开没多久 那个躺在地上的老者 居然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他迷茫了几秒 然后 看着在自己身边 忙活的医生和护士 开口问道 我刚才晕倒了 多亏你们来得及时啊 医生有些尴尬 还不等开口 就听到旁边的护士道 病人确实有心梗的迹象 不过刚才拥堵的血管 已经被重新疏通 这回已经脱离危险了 医生听闻 神色一致 真的是心梗 而且还被疏通了 要是这么说 自己方才遇到的 真的是一个神医 此时 他赶紧朝周围看去 却已经找不到 陈山的踪影 哎 终究是自己浅薄了 叹了口气 他转身对老者开口道 你现在虽然脱离了危险 但还有隐患 先去医院 做个全身检查再说吧 好 老者点了点头 在护士的搀扶下 朝着救护车走去 再说 陈山救治完老者 继续向前走去 等了一会 他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找了个无人的地方 停了下来 然后 闭上眼睛 意识再次进入到 自己的石海之中 今天的金光 比昨天确实又多了一丝 重新睁开眼睛 陈山嘴角上扬 看来医治病人 确实可以增加刻度值 只是目前来说 增长的速度 似乎有些慢 也不知道 要救治多少病人 才可以攒满 不过陈山也知道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 慢慢来吧 终究有进入 白塔二层的时候 毕竟自己本来就是村医 把诊所重新开起来 病人肯定不会少 在路边小摊点了碗汤面 又买了一个烧饼 美美地吃了一顿后 他直奔销售医疗器具的地方而去 因为是村里的小诊所 购买的 也不过是些寻常的 小件医疗用品 并不麻烦 陈山把自己需要的清单 递给销售员 自己则是在旁边等待起来 不过一会的功夫 需要的物品就配齐了 把账结完 陈山又是一阵心疼 他手里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 当初自己受伤的时候 李富贵赔偿的医药费 也早就花完了 如今买了医疗用品 全身上下 也就剩下几百块 一分钱难死英雄汉 还得赶紧赚钱啊 要不连饭都吃不起 拿着物品向外走 刚出门 电话就响了 是何力 接通 里边有声音传来 小山 我们吃过饭了 这回在红浪漫 KTV唱歌 666房间 你忙完了吗 一起来玩会 这 陈山犹豫道 我就不去了吧 何力道 没事 人多热闹 万一我喝多了 你还能送我回去 好吧 既然都这么说了 陈山要是再不去 就显得有些不给面子 而且 KTV里鱼龙混杂 何力要是喝多了 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时间还早 去一下吧 想到这里 陈山伸手拦了一个 拉人的三轮车 朝着红浪漫 KTV赶去 宝山县并不大 道也好找 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 陈山就来到了 红浪漫KTV的门外 这是一个三层小楼 装修的倒也算豪华 门前 停着不少豪车 不时有人进出 陈山没有说话 朝着666房间走去 走廊泛着彩色的灯光 不时有男女 从身边走过 搂抱亲吻 庞若无人 纸醉精迷 明明相距没多远 但感觉 这里和村里 完全是两个世界 找到房间 敲门后推开 走了进去 房间不大 借着灯光 可以看到三个女人 正坐在沙发上 小山来了 坐 何力看到陈山 赶紧起来打招呼 示意她在自己身边坐下 又指着身边的两个女人道 这是燕子 这是欢欢 两个人化着浓妆 上身穿着吊带背心 下身穿着短裙 动作稍微大一点 就会走光 但此时却毫不在意 欢欢在一旁唱歌 倒是那个叫做燕子的 上下打亮了陈山几眼 然后摇头对着何力开口道 人还行 就是太穷了 我早就和你说过 咱们女人 身材就是资本 你要是想找 就找个有钱的 随便一躺 几千几万就都有了 多简单 何力面色赤红 赶紧开口 瞎说什么呢 她就是我弟弟 燕子翻了翻眼睛 切 说得跟真的一样 晚上用的弟弟吧 何力着急的直跺脚 燕子 你要是再这么瞎说 我可就走了呀 看到她这样 燕子白手道 好 我不说了 今天我生日 喝酒唱歌 说完后 自己倒是拿着两瓶啤酒 主动找到陈山 自己一瓶 递给陈山一瓶 碰了下 燕子喝了口酒 稍微靠近陈山一点 开口道 不是姐姐打击你 这是个看钱的社会 小力就算离婚 也肯定要找一个有钱有势的 你趁早还是死心吧 陈山摇头一笑 首先 我和力姐 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其次 我虽然现在没有什么本事 但末期人年少 最多半年 整个宝山县 都会知道我的名字 说话间 陈山气息一变 整个人都生出一抹 难以名誉的霸气 这倒不是陈山张狂 而是在得到白塔之后 他确实有了崛起的资本 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 燕子一愣 他多看了陈山几眼 然后带着不屑的神色 摇头离开 穷不要紧 但喜欢吹牛 就真的很惹人生厌了 第九章 喝酒惹得祸 燕子自顾自的去一旁喝酒 和力则是来到陈山面前 坐下问道 燕子和你说啥了 他说话难听 但心眼不坏 你别放在心里 陈山摇了摇头 没事 我知道 剩下的时间倒是有些无聊 燕子本来想着多个男人 好歹可以带动下气氛 结果陈山就好像云木疙瘩般 坐在沙发上 心里的鄙视 不由得又多了几分 太没情调了 与此同时 宝山县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内 一个老者坐在沙发上 居然是陈山今天 在路上随手救治的那个心梗病人 靠窗的位置 院长孙承恩穿着白大褂 手里拿着一打化验单 看得专心致志 几分钟后 他把单子放在一旁 扶了扶鼻梁上的眼睛 开口道 齐老 你身体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各项指标都很不错 可以回去了 被叫做齐老的老者笑道 这次辛苦你们了 孙承恩赶紧摆手 不敢当 不敢当 事情的经过 我都问清楚了 我们做的有限 你这边之所以能平安脱险 还得感谢那个出手的小青年 说到这里 孙承恩还有些后怕 多亏老者没事 要不然 就连他们医院 估计都要被连带问责 毕竟眼前这个老者可不简单 齐长春 年轻时候 在外闯出过不小的名头 当初放眼全省都属于风云人物 威望很高 即便年纪大了 返回故土 手里积攒的资源和人脉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听到他的话 齐长春一愣 什么小青年 因为病人身份特殊 其中就包括尘山急救的事情 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齐长春这才知道 居然还有这等曲折 开口笑道 也就是说 我误打误撞 还遇到了一个神医 孙承恩在心里阻止了下语言 随后开口道 是不是神医 我也不敢断定 也许是真有本事 也许是巧合 但不管怎么说 他确实控制和缓解了你的病情 要不然 根本坚持不到救护车到来 齐长春点了点头 行 我知道了 不管是不是神医 这都是救命之案 得亲自败歇才行 那你先忙 齐长春送下楼 在其离开的时候 还隐约听到 齐长春打电话的声音 喂 小谭啊 是我 有件事麻烦你一下 帮我找个人 如今大街上到处都是摄像头 再加上互联网 以齐长春的威望 找人 真的不难 再说 红浪漫TTV内 和利己人 喝得都有些微醺 而欢欢唱了一会歌 起身去卫生间 等他回来的时候 面色明显有些不高兴 欢欢 怎么了 燕子问道 别提了 刚才遇见一个猥琐男 偷吃老娘豆腐 被我狠狠都抽了几巴掌 欢欢不愤的开口道 你穿的有些太漏了 和利道 我可以漏 但他不能摸啊 就算摸 也是那些大老板才能摸 欢欢扬起脖梗 显得十分高 陈山暗自摇头 这观点还真是 当然 这是和他无关 自然没必要多说 几人继续喝酒 明显已经有些过量 尤其是和利 翘脸泛红 眼神迷离 就连上衣都被打湿了一些 若隐若现间 更显得诱人 看得陈山 都有些口干舌燥 利姐 你少喝点 陈山好心提醒道 你这家伙也真是的 出来喝酒不尽兴 怎么行 燕子瞪了陈山一眼 而旁边的欢欢 则是道 假正经 你怕是巴不得小丽喝多 然后顺带和他去酒店 做点啥事吧 陈山 老子是那种趁人之威的人吗 都说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和利要是跟着 这样的闺蜜在一起 还不知道 要被交成什么样子 就在陈山思索 要不要先把和利带走的时候 紧闭的房门 突然被一脚踢开 然后就看到一群人 从外边走了进来 气势汹汹 凶神恶煞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 光头大汗 脸上还有一道 十几公分长的刀疤 从眼角一直蔓延到下额 宛如一条蜈蜈 显得分外猙獰 看到他们 包房的几个女人 都明显一愣 连酒都醒了几分 虎 虎哥 你怎么来了 燕子有些慌张的站起身 开口问道 他的俏脸 此时明显有些发白 来的人叫冯虎 宝山县暗地里的大哥 手下几十号兄弟 七行八市 没人敢惹 虎哥 刚才就是那个臭娘们打的我 此时 在冯虎身后 站出一个瘦猴般的黄毛青年 看到他的时候 欢欢下得赶紧后退几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刚才打得混混 全是冯虎的人 眼见这般 燕子也明白 发生了什么 他鼓起勇气 向前几步 脸上堆满笑容 虎哥 我闺蜜不懂规矩 冯虎抬手一巴掌 把燕子抽倒在沙发上 冷笑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让老子给你面子 燕子被抽得眼冒惊心 整个人都吓梦了 至于欢欢 更是吓得双腿发抖 满脸是泪 在这之后 冯虎指着身边的黄毛道 去 把那个娘们按在沙发上 好好摸 摸到爽为止 冯虎此时心情很不爽 眼前这个黄毛 是他一个远房表弟 今天来投奔他 本来想带着好好出来耍耍 结果在自己招的场子 被人打了 这打的不是黄毛的脸 而是他缝虎的脸 所以 听到消息后 他就直接带人冲了过来 黄毛一脸兴奋 搓着手 大步冲到欢欢面前 一把扯住他的头发 将其按在沙发上 宁笑着开口道 穿得这么骚 老子摸几下怎么了 现在你在还手啊 今天老子不仅要摸 还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你弄了 说话间 伸手就要去扯欢欢的内裤 欢欢下的花容进尸 一边挣扎 一边大声地哭喊起来 燕子 小丽 救我 救我呀 他不想被糟蹋 可此时的燕子 已经被揍怕了 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敢再说 一旁的河丽看不下去 着急起身 开口道 虎哥 他还是个女孩子 放了他吧 第十章 塑料姐妹情 河丽不开口还好 开口之下 冯虎直接把目光转移了过来 方才房间光线暗 他只顾替兄弟撒气 倒是没有留意河丽 如今仔细一看 眼睛顿时直了 他本来就特别垂涎那种凶大的女人 而眼前河丽的那对高耸 几乎要把扣子撑开 再加上喝完酒透出的那种恰到好处的微醺 更是如一只小猫 在挠着冯虎的心脏 极品 角色 此时 冯虎也不再去理会欢欢 而是色眯眯的望着河丽的身体道 看不出来 这妹子的勇气 倒是不小 放他也可以 不过 你得让虎哥爽一把 什么 听到这话 河丽吓得赶紧躲在陈山的身后 而远处的欢欢 则好像看到救星 大声喊道 小猎 咱们是姐妹 你就牺牲一下吧 求你了 陈山暗自叹气 这都什么人啊 而此时的冯虎 则是从旁边拎了瓶啤酒 咕嘟咕嘟的好饮几口 然后继续开口道 丸刺又少不了一块肉 今天要么 你让老子爽一把 要么你们三个都一起留下来 让我们爽 选择吧 听到他的话 其余的混混 纷纷喊了起来 一起爽啊 虎哥先尝鲜 弄完后 让兄弟们也解解馋 那情景 把燕子和欢欢 差点吓死 他们此时 哪里顾得上和丽 着急的大喊着 小猎 答应吧 你一个人吃亏 总比我们三个人吃亏强吧 这件事后 咱们以后还是好姐妹 和丽快被气哭了 而就在这时 旁边有声音传来 丽姐交道你们这样的朋友 真是瞎了眼 开口的 是陈山 此时 陈山把手里的啤酒喝完 把玩着酒瓶 望着冯虎道 虎哥 这是我姐 给个面子 啪 我带走 至于剩下的两个 你自己看着办 行吗 本来陈山 还想顺带帮燕子和欢欢一把 但是听到他们的话 就彻底没了心情 而冯虎先是一论 然后顿时大笑起来 片刻之后 他望着陈山道 你特么的疯了吧 你以为自己是谁 老子给你面子 你接得住吗 顿了一下 又恶狠狠的言道 趁老子没发飙 赶紧滚蛋 要不然 一会想走都走不了 他其实也看到陈山了 但真的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开玩笑 自己手下几十号兄弟 随便动动手指 就把他收拾了 陈山的眼睛微眯 然后开口道 那虎哥的意思是 今天这事 没办法谈了 冯虎冷笑道 谈你妈 碰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本来坐在沙发上的陈山 手臂一挥 残硬划过 就听到一声脆响传来 在众人的目光中 方才陈山手里的啤酒瓶 结结实实的 砸在冯虎的头上 碎片乱飞 血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陈山居然这么猛 说打就打 卧槽 冯虎捂着头 眼里冒着寒光骂道 赶砸老子 把他废了 听到吩咐 身后的那些混混 顿时冲了上去 其余房间的那些客人 显然也听到了动静 探头看了一眼 全部下得赶紧又缩了回去 这架势实在太可怕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 冯虎要揍谁 但每个人都 已经开始为那个被揍的人 默哀起来 在宝山得罪冯虎的 没有一个好下场 而房间内 又是另外一幅情景 陈山根本不等他们靠近 已经起身上前 一拳砸在最先冲来的 那个混混脸上 碰 这个混混满脸是血 抱着头 趴在地上哀嚎起来 而后 陈山微微错身 在躲过攻击的同时 一脚踢在旁边混混的腿上 咔嚓 一身骨头断裂的脆响 那个混混躺在地上 抱着断腿 如虾米般曲卷起来 紧接着 陈山再次出手 一拳把面前的人 捶到鸡米之外的墙壁上 然后 是第四个 第五个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这些冲上来的混混 尽数倒下 失去了战斗力 快到极致 经过星辰脆体后的陈山 不管在力量上 还是反应速度上 都远超常人 收拾这些小混混 轻而易举 合力看得目瞪口呆 他知道陈山能打 但是没想到 居然猛到这样的程度 至于燕子和欢欢 更是长大嘴巴 不断的低难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远处的冯虎 也满脸错愕 要知道 这些都是跟随 他好多年的兄弟 平时打架贼猛 怎么这么轻松 就被收拾了 但他好歹也是 见过风浪的人物 几秒后 就重新恢复过来 他一手舞头 一手从口袋里 摸出一把匕首 双腿发力 朝着陈山 直接冲了过去 刷 就看到冯虎手臂抬起 那刀刃在空中 划过一条弧线 直冲陈山腰间而去 要是被刺中 绝对开膛破肚 陈山眉梢一条 不退反进 屈指成爪 对着冯虎的手腕 直接抓去 将其攻击 声声截住 又准又稳 下一秒 陈山五指 用力一凝 咔嚓 就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 冯虎的手腕 顿时扭曲起来 就这么被直接拧断 连在手里的利人 都直接掉在了地上 随后 陈山一脚 将冯虎踢翻在地 将其踩在自己脚下 要说冯虎也是狠人 即便痛得满头冷汗 居然都没有叫出声音 而是咬牙喊道 敢动我 行 有种你弄死我 要不然 都缓过来 绝对让你生不如死 道上肖雄的气息弥漫 陈山此时有些骑虎难下 这样的家伙 就是毒瘤 说真的 他倒是真的想把冯虎 给弄死 可现在是法治社会 揍一顿还行 要是杀人 那自己也要付出代价 可不杀的话 对方真的在后来找自己麻烦 也很头疼 怎么办 而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了起来 拿起看了眼 很陌生 犹豫了下 将其接通 你好 哪位 那边传来声音 我是齐长春 似乎怕对方不知道 赶紧又补充了一句 就是上午 你在街上救的那个人 哦 此时陈山才明白 我现在有些忙 晚点再说 陈山说话间 就要挂电话 此时冯虎还在咆哮 那些受伤的小弟 还在哀嚎 一团糟 哪里以后心情说这些 而齐长春 显然也听到了里边的动静 开口问道 你这边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第十一章 可惜只是村医 陈山本来倒是没有在意 却听到齐长春继续道 我在宝山县 还有些人脉关系 要是有麻烦的话 说不定可以帮上点小忙 嗯 听到他这么说 陈山眉梢挑动了几下 然后 把冯虎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几下 本来他也没有 抱太大希望 没想到 对方却只是轻飘飘的回了一句 你把电话给冯虎 给他吗 陈山看了看 松开脚 将电话递了过去 正在脑怒中的冯虎一愣 下意识的吼道 今天这是没完 你磕的 找谁都没用 而下一秒 就听到手机里传来声音 我是齐长春 啥 正在咆哮的冯虎 顿时愣住了 实际上 能稍微混出点名堂的 都没有一个简单的货色 仅靠狠和能打 根本立不住脚 最主要的 还需要脑子够用 知道哪些人不能招惹 而在宝山县的大佬中 齐长春绝对排行前列 冯虎身体颤抖了几下 小心的接过手机 也不知道里边说的什么 就看到冯虎一个劲的点头道歉 接完电话 冯虎小心的 把沾染在手机上的血擦干净 然后递给陈山 脸上带着谄媚的表情 大哥 您是齐老的救命恩人 就是我冯虎的再生父母啊 这次真是大睡冲了龙王庙 我的错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别怪罪 说话间 还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这变故来得无比突兀 以至于在场的每个人 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在这之后 他又想到什么 赶紧从口袋里 摸出一张银行卡 毕恭毕敬地递给陈山 大哥 这里边有十万块钱 不多 但也是兄弟 我的一片心意 就当赔罪了 远处的燕子和欢欢嘴巴张的 几乎能塞进去一颗鸡蛋 这还是冯虎吗 怎么接了一个电话 就感觉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这也太不正常了 就连合力也一脸不知所措 也只有陈山 现在猜出了点什么 看样子 自己误打误撞救的老人 应该不是普通人 要不然 也不会把冯虎吓成这样 他白手道 知道错就行了 钱你自己留着吧 冯虎赶紧摇头 大哥 这钱你无论如何都要收 要不然 我睡觉都睡不踏实 在他听闻 眼前青年居然和齐长春认识后 直接就傻眼了 齐老以前是懒得和自己计较 以他的能力 要是真的想收拾自己 那简直跟玩意样简单 这 眼见着冯虎这么坚持 陈山犹豫了下 最终还是把卡接了下来 刚好没钱 这也算是发了笔横财吧 看到陈山接下卡 冯虎这才稍微安心一些 大哥 那你先玩 这包房的费用算我的 玩得开心点啊 冯虎说话间 带着一群小弟 赶紧从房间内退了出去 临走前 还贴心地关上了门 是真的吓怕了 而被这么一闹 陈山与何丽也没有了心情 应付地说了客套话 两人就提着东西 起身离开了 包房内 燕子和欢欢面面相去 等了好久 欢欢才拍着胸口道 刚才那个家伙好猛啊 一个人居然能打一拳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厉害的男人 燕子有些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凶大无脑 在这个社会上 能打算什么 他现在好奇的是 陈山的身份 那冯虎在宝山县 也是一霸 就连被拧断手腕 还彪悍得不行 可接到一个电话后 就顿时捏了 可见这个其貌不扬的 小村医生后 还有大人物 看来 自己这次 还真的看走眼了 要不然 回头问何丽 要一下对方的联系方式 说不定还是一只前力骨 至于这算不算 挖何丽的墙角 他可从来没有想过 再说 陈山与何丽 走出红浪漫 KTV 两人找了一个 空旷阴凉的位置坐下 陈山又去旁边 买了一瓶水 递给何丽 问道 丽姐 刚才没吓到你吧 不问还好 听到问题 何丽直接扑到陈山怀里 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那对高耸挤压着自己的胸膛 即便隔着衣服 也明显可以感觉到 那种波涛汹涌 陈山双手抬起 有些不知道 该放在哪个地方合适 犹豫了十几秒 方才试着轻轻地 拍着何丽的后背 全当安抚 何丽哭了足足三四分钟 心情方才平复下来 两人再次分开的时候 陈山的衣服上都是类子 何丽有些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小山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 今天多亏有你在 别看他平时也挺厉害的 但那只是表面 今天这事 真的把他吓得够呛 要不是陈山 后果完全不堪设想 陈山笑了笑 只要你没事就行 而就在两人说话间 陈山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还是七长春 接通 那边传来爽朗的笑声 小神医 事情解决了吗 陈山笑道 解决了 多谢您的帮忙 齐长春道 要说谢的是我呀 我已经到洪浪漫附近了 你这会在哪 请你吃顿饭 啊 陈山一愣 摇头道 不用这么客气 齐长春坚持道 救命之恩 好歹也要亲自道谢才行啊 陈山拗不过 最终抱出了自己的位置 等了几分钟 一辆红旗轿车 在不远处停下 一个老人从里边走了出来 正是齐长春 这次身边还跟着一个司机 两人见面 一阵寒暄 本来陈山还担心对方身份特殊 会有些不适应 但真正聊天却发现 对方十分和蔼 连一点架子都没有 相谈甚欢 聊了大约二十多分钟 齐长春接了个电话 随后有些歉意的开口道 我临时有些事 估计今天没办法请你吃饭了 陈山摆手道 齐老太客气了 您先忙 回头有时间了再说 也不迟 行 齐长春点了点头 和陈山握手后 带着司机离开 坐在车上 齐长春望着陈山的身影 摇头低声开口道 举止有礼 还不邪恩所取 这小子倒是不错 可惜只是一个小村医啊 第十二章 肥水不留外人田 齐长春脱关系 找到陈山的联系方式 然后寻来 一方面是为了感谢 另一方面 也是想多了解下陈山 结果聊完就稍微有些失望 因为他发现 陈山的身份 还真的只是村医 也没有从事什么国医胜手 如果这样的话 那救治自己 也许只是巧合 毕竟村医的医术 似乎真的不怎么样 当然 齐长春这样的人 做事谨慎老练 自然也不会表现出什么 而且他也不敢百分百肯定 陈山给自己治疗 真的是碰运气 所以 还需要经过多方了解后 才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等到齐长春离开 何丽有些奇怪的 问起对方来历 陈山简单的 把上午救人的事情 说了一遍 何丽这才暗自感到庆幸 好人有好报 要不是有齐长春插手 估计今天这是很难收 对了 那个老人一看就不简单 你回头 其实可以和他多接触一下 何丽想到什么 开口提醒到 陈山呵呵一笑 不知可否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圈子 陈山现在一无所有 就目前来说 如果主动和别人套近乎 反而会让人看清 如果对方真的有心 后期自然还会和自己主动联系的 趁着休息的时间 陈山又偷偷用一时 看了眼自己脑海里白塔的刻度值 发现里边的金光并没有增加 这就说明 陈鹅没用 只能靠医治病人 才可以增加刻度 好吧 看着时间不走 方才一起带着东西 朝着车站走去 坐上中巴车 何丽今天喝了点酒 又受到惊吓 坐在车上没意会 就直接靠着陈山的肩膀睡着了 随着车辆的晃动 何丽的高耸 不断地在他身上摩擦 最要命的是 何丽估计在做梦 纤细的手指 还下意识地 在陈山身上胡乱地抓着 不时还会碰触到自己的某个位置 一路间 那种折磨 当真可以称之为痛病快乐者 等到村口的时候 已经傍晚七点多 陈山叫醒何丽 发现自己居然靠着对方的睡了一路 何丽面色有些发烫 但感觉到那种男人独有的荷尔蒙的味道 又让他觉得迷恋与沉醉 两人下车 并肩行 村里吃饭早 现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丽姐 你下次可要记得少喝点酒 还有那什么闺蜜 千万不要再联系了 陈山开口提醒到 何丽点了点头 我也就是在家 憋的时间太久了 这才想着 出去放松一下 谁知道会遇到这样的事 放心吧 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 陈山点了点头 然后开口问道 要不让你老公回来吧 一个人手着家 也确实不容易 何丽叹了口气 回来 呵呵 他在外边都跑眼了 眼里哪里还有这个家啊 我心里的苦 也只有自己知道 说到这里 一双美眸里都含满了泪水 这 陈山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纸巾 递给何丽 对不起啊 丽姐 我不该提的 何丽擦了擦眼泪 然后看着陈山 有些羡慕地开口道 人家都说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狼 我老公要有你一半体贴人的样子 也满足了 陈山笑道 看你说的 好像这么久都没有满足过一样 本来就是句玩笑话 但说出口后 两人都安静了下来 空气里都透着一股 难以描述的暧昧的气息 何丽脸庞泛红 明明有些娇羞 但却又似乎有些蠢蠢欲动 他看着陈山几眼 美眸转动间 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 突然伸手将其拉住 咋了 丽姐 陈山问道 何丽背驰咬着红唇 看着远处低声开口道 小山 你陪我去树林一趟 啊 去树林 难道 陈山猴姐抖动 却没有反对 而是被牵着走进树林 外边的道路上 本来就没什么人 树林更是寂静 甚至可以听到 两人的心跳声 何丽在一棵树旁站定 望着陈山 低声问道 小山 你觉得姐好看不 这个 陈山尴尬的咳嗽一声 然后道 好看 何丽犹豫了下 上前一步 直接抱住陈山 仰头问道 那 那你想和姐做那是不 啥 陈山身体一颤 丽姐这是要来真的 美女主动投怀 说不想肯定是假的 可关键是 陈山摇了摇头 强压自己的念头道 丽姐 你别瞎闹 何丽脸上布满红侠 她咬了咬牙 一把抓住陈山的手 按在了自己的高耸上 开口道 我是认真的 小山 只要你不嫌弃 姐现在 就把身子给你 她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大胆 也许是因为 孤手空房的压抑 也许是被陈山白天时候的 那种勇猛所吸引 也许是因为体内酒精的刺激 反正现在就觉得浑身燥热 难以抑制 想要不顾一切的 和陈山疯狂一次 让她把自己的身体填满 而这种念头 就好像野火 一旦升起 就熊熊燃烧 难以扑面 哦 感知着手里的那团柔软 陈山的整个脑子都在轰鸣 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感 顺着手指游走 蔓延到身体的每一根神经 让她的下腹 都在瞬间有了反应 以至于另外一只手里 拿的医疗用品的袋子 掉在地上多位察觉 小山 要了我吧 和陈喝气如蓝 秀发飘散 那双眼眸里 净数都是春色 她虽然结婚好几年 但婚姻并不幸福 丈夫一年也不回来几次 好好的肥田 被搁置得快要荒芜 那种寂寞 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陈山喉咙冒火 此时再也忍不住 一把拦住和陈 将手从她的衣领里 直接探了进去 将那饱满 直接握在手里 呼 好大 好软 姐 陈山喉咙里 发出一声低沉的颤音 低头直接稳住了 和陈的红唇 连带手掌 都用力地揉动了起来 和陈宛如触电一般 浑身酥麻 双腿都不受控制地 搅在一起 那种感觉 是她从未经历过的 她一边承受着 陈山手指的压力 一边发出梦一般的颤音 小山 我知道你也喜欢解的身子 这回都是你的 你啥都别想 咱们好好做一次 第十三章 嫂子和饺子 她不说还好 说完之后 陈山倒是有些迟疑起来 她虽然自诩 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但还是有些底线的 眼前和陈显然是喝了点酒 才产生的意识冲动 最主要的是 她现在还是有夫之妇 虽然对方很主动 可总觉得有些别扭 感觉到陈山的异样 和陈眼里的迷离 也稍微散去了些 她望着陈山问道 小山 你这是嫌弃姐 陈山摇了摇头 不是 就是觉得心里有道侃 果不去 这 听到她这么说 和陈顿时明白了 那古镜散去 慢慢分开 和陈把衣服整理好 陈山拿着医疗物品 两人离开树林 朝着村子走去 而他们方才没走多远 身后的道路上 就出现了几个人影 摇摇晃晃 显然是喝了酒 居然是陈黑狗 和她的几个狐朋狗友 黑狗哥 你看前面那两个人 是不是陈山和和陈 有个人指着前方的背影问道 嗯 陈黑狗顿时骂了起来 卧槽 还真是他们 这刚才是钻小树林去了 平时装的那么正经 这才一天 就特么的弄一起了 呸 狗男女 身边的几个人 也随着一起骂了起来 想想也是 他们在私下 可没绍缠合力的身子 结果自己啥都没弄到 却被陈山给吃了 这其中的极度 可想而知 更不要说 昨天还被陈山当众揍了一顿 黑狗哥 你说昨天的事 就这么算了 旁边一个人咬着牙问道 陈黑狗朝着地上吐了口痰 要不咋办 这家伙病好了之后 跟特么的妖怪附体一样 咱们又打不过 忍着吧 旁边那人凑近了几分 再次道 黑狗哥 咱们是打不过 但可以找外援啊 外援 陈黑狗眼前一亮 去哪找 那人道 我有个堂哥 在县里跟着冯虎混 咱们几个拿点好处过去 请冯虎出马 绝对能把陈山收拾的服服贴贴 冯虎 听到这个名字 陈黑狗都是身体一颤 陈黑狗道 冯虎能为了这点小钱 出手帮咱们 身边的人又开口道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冯虎这人 最喜欢大兄的少父 咱们村上的河丽 春莲 那都是角色 保证冯虎来了 馋得流口水 说不定还可以借助 这是攀上点县里的关系呢 陈黑狗一听 顿时乐了 还是兄弟 你脑子好使 我看行 明天咱们一起去县里一趟 想到不久冯虎带人来 村里抱走陈山的情景 陈黑狗乐得都横起小曲来 可惜他今天没在现场 要是知道自己仰慕的大哥 刚被陈山抱走过 也不知道该是什么心情 再说 陈山与河丽 一起返回村子 将河丽送到家门口 陈山方才离去 而在离开的时候 河丽突然低声道 小山 姐说话算数 你啥时候想要说一声 姐随时陪你 正在走路的陈山一个猎解 差点跌倒 然后赶紧朝着远处走去 看到他的样子 河丽顿时笑了起来 似乎把心里的阴霾 都尽数驱散了一般 陈山返回自己院子 不断摇头 自己得到白塔后 这咋还附带了 桃花运的属性了呢 哎 做男人难 做正经的男人更难 摇了摇头 不再想内险 把东西放好 然后用在院里 洗了个冷水澡 休息了一番 盘西坐在床上 修炼了一个多小时的 星辰脆体术 然后方才睡去 第二天早上 陈山醒来 洗刷完毕 随便吃了点东西 拎着昨天在县城里 买的医疗用品 朝着自家诊所走去 打开院门 在门口洒了点水 简单的打扫一下卫生 然后把医疗用品摆好 关闭了半年多的诊所 正式开张 本来陈山还想着 赶紧治病救人 让自己脑海中白塔的 刻度值大幅度增加起来 结果 却发现 一上午都没进来一个患者 哎 陈山望着空旷的诊所 叹了口气 有些无聊和失望啊 就在这个时候 却看见春莲 端着一大碗饺子走了过来 小山 嫂子给你做的 趁热吃吧 陈山赶紧接过 有些不好意思 嫂子 辛苦你了 春莲白手 无非多一碗饭的事 这有啥好辛苦的 说完后 自己倒是拿起抹布 在旁边收拾起来 那感觉 像极了女主人 倒是让陈山有些发了 你这家伙 盯着嫂子干啥 看中了 感觉着陈山的目光 春莲笑道 陈山吃着面回答道 还真看中了 人家说 秀色可参 还一点不假 看着嫂子 吃饭都是香的 春莲白了陈山一眼 娇称的开口道 你这家伙 现在是越来越 有嘴滑舌了 你先吃着 我去帮你把旁边屋子 也收拾下 说完直接走了过去 陈山吃着饺子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脑海中突兀的 想起一句话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 呸 呸 陈山暗自催了自己两口 这咋又想歪了呢 把饺子吃完 方才放下完 却突然听到 里边传来一声闷响 好像有什么东西 摔在了地上 陈山赶紧站起来 冲到里屋 就看到春莲坐在地上 用手捂着自己的脚踝 一脸痛苦的模样 嫂子 你咋了 陈山赶紧上前 想着帮你擦下柜子 结果没站稳 摔下来了 估计崴到脚了 春莲开口道 我看看 陈山分开春莲的手 明显可以看到 其脚踝红肿起来 他把手 按在红肿的位置上 等了十几秒道 确实扭伤了 不过问题不大 你等我下 说完后起身离开 等了一分多钟 就看到陈山重新返回 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布袋 将春莲搀扶到 诊所的床上躺好 随后 陈山将布袋打开 用双指 粘出一根十几公分长的银针 这是他昨天在县城里买的 今天刚好用上 当看到银针的那一刻 春莲的面色 顿时紧张起来 小山 这东西好长啊 你不会打算用它来插我吧 第十四章 乡村小神医 听到春莲的话 陈山身体一晃 银针都差点从手里掉落下去 这是针灸 刺到穴道里 帮你把里边的淤血 排出来就好了 平复了一下心情 陈山开口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春莲点了点头 随后小生问道 我以前没试过 这是第一次 会不会很疼啊 女人对这样的气泻 天生有些畏惧 陈山直接无语了 没事 插进去就好了 一点都不疼 好吧 听到保证 春莲才放心下来 她重新躺好 然后开口道 那你插的时候 要看准位置 轻一点啊 陈山点了点头 用酒精帮银针消了下毒 然后找准穴道 轻轻地刺了进去 啊 发出一声轻哼 陈山有些头疼 安慰道 嫂子 已经进去了 你别紧张 放轻松点 等会血流出来 就没事了 听着陈山的话 春莲的情绪 这才慢慢平复下来 发现好像确实不痛 而且还带着一种 莫名的舒爽 陈山手指上 泛着淡淡的白光 慢慢抽动着银针 随着她的动作 有暗红色的鲜血 顺着银针一点点流出 而后 脚腕上的红肿 真的消散了 没事了 我要拔出来了 陈山说话间 把银针拔出 消毒后 重新放在小布袋里 春莲试着下来 走了几步 发现真的一点都不疼 她一脸兴奋的 看着陈山道 小山 以前咋没发现 你还会针灸呢 这也太厉害了吧 陈山笑道 在手机上自学的 白塔的事 自己知道就行了 没必要乱说 这样吗 春莲想了想 开口问道 那这针灸 是不是啥病 都可以治啊 咱村可有好多人 是什么颈椎病啊 风湿病啊之类的 你要是能治 还正在发愁 找不到患者 来补充白塔二层的克毒值 此时一听 顿时高兴了起来 是啊 别说村里 这十里八乡的村民都一样 他们整天和土地打交道 落下一身小毛病 要是自己可以 从这方面入手 也许真的能让诊所 直接打出名气 嫂子 要不你去村上看看 谁有这些小毛病 我今天诊所新开张 这两天来个免费一诊 陈山开口道 行 我帮你去村上说说 春莲答应了下来 下午 春莲还真的去村里 帮陈山推广了起来 村里人听完 都在摇头 我们都是看着小山长大的 就他那点医术 还能治井追病 风湿病 开啥玩笑呢 村医治大病 一听都不靠谱 是啊 要是看视频 能自学成才 那大家都当医生去了 尤其是何桂花 此时更是插着腰 在人群里开口嘲笑 要我说 陈山就是因为没钱 想借着治病的名号 骗乡亲们 你们可别上当 春莲气的反驳道 你胡说什么 这两天看病不要钱 何桂花鼻孔朝天 不要钱 我们也不去 身体是自己的 要是被折腾坏了 后悔都来不及 被他这么一说 本来还有几个 想去试试的村民 也打起了退堂鼓 春莲气的不行 却又无计可施 只能跑回去找陈山商量 没想到 陈山倒是看得很开 好久不怕巷子扇 只要今天有一个人来 咱们把病治好了 大家口口相传 后期谁再造谣也没用 咱有真技术 怕啥 于是 一下午的时间 就这么慢慢过去了 一直等到晚上 就在陈山打算关门回家的时候 突然有个四五十岁的女人 走了进来 陈山认识 同村的 论辈分得喊婶子 为人不错 就是喜欢占小便宜 花婶 陈山打招呼道 小婶 我听说 你这里现在啥病都能治 还不要钱 花婶在屋里坐下 开口问道 陈山点了点头 婶子的脖子 这段时间总是疼 你看看 有啥办法治疗不 花婶揉着脖子问道 她就是 改不了坏习惯 听说免费治疗 就跑了过来 对病情瞬间就有了了解 她打开旁边的小布袋 拿出一根银针道 问题不大 血管稍微有些拥堵 针灸一下就好了 花婶也是第一次针灸 此时有些紧张地开口道 你可得有把握才行 要是扎出来啥问题 我以后就赖到你家不走了 春莲有些不高兴 这人咋这样 还没治病呢 就先威胁起来了 陈山倒是不在意地白白手 开口笑道 要是真的出现问题 我赔你十万块 听到保证 花婶这才放心下来 让其做好 陈山粘起银针 对着花婶后颈的风石穴上刺了进去 然后一点点的抽动起来 花婶先开始有些不适应 随后 脸上则是开始出现舒爽的神色 一分多钟后 陈山将银针抽出 好了 花婶一愣 这么快 在话语后 又下意识地扭了几下脖子 然后惊呼起来 还真的不疼了 神医 真的是神医啊 花婶现在彻底服气了 道谢了一番后 起身离去 听说 有人真的敢去找陈山治病 此时诊所外边的大树下 聚集了不少闲人 看到花婶出来 有人开口调侃道 翠花 你还真是傻便宜都敢占啊 这回没出现问题吧 花婶笑骂道 闭上你的狗嘴 老娘现在好得很 我给你们说 小山的医术 是真不错 真道病出 比县城里的那些大夫都厉害 有人不幸地喊道 你就瞎说吧 万一这出问题咋办 花婶道 出问题了 小山承诺赔十万 呼 那些看热闹的人 顿时炸开了锅 十万啊 在陈家沟 那可是天文数字 本来正在嗑瓜子的何桂花 听到这话 眼睛顿时直了 此时在看陈山的诊所 就好像看见一座 闪闪发光的金山 第十五章 到底是谁的问题 夜晚 何桂花家的灯亮了半夜 也不知道在捣咕什么 第二天 陈山吃过早饭 朝着诊所走去 还未到 就发现门口居然排起了长队 大多数都是村里的老人 一开始 大家还不信 但看到花婶痊愈后的样子 不由都心动起来 反正免费治疗吗 退一万步来说 要是真的出了问题 还有十万赔偿金 有病人自然是好事 陈山打开门 摆好架势 诊治正式开始 小山啊 我最近这段时间 总是失眠 夜里还出汗 你看看 有没有办法治疗下 我这颈椎病好多年了 用针能扎好不 小山 神子的老寒腿 你能治疗不 七嘴八舌 说什么的都有 陈山摆手道 大家别着急 排好队 一个个的来 最先治疗的是 同村的一个大神 陈山把脉之后 拿出消毒后的银针 让其做好 然后在足三里学 太息学上 各下一针 大神就感觉 身上顿时涌出一股暖流 连带头顶都出现 丝丝白色的热气 看起来无比悬忽 等了一分多钟 陈山把银针拔掉 开口问道 神子 怎么样 大神起身 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 然后顿时惊喜地喊道 轻松 舒服 好像身上的病 都突然没了一样 听到他这么说 周围人愈发激动起来 不吃药 不开刀 随便扎两针 就解决了困扰 他们多年的完结 这一说 浅之神了 医治完第一个 很快又开始诊治第二个 第三个 一开始 村里人还不在意 但是随着被治愈人的宣传 越来越多的人聚了过来 有看热闹的 有占小便宜的 有真正治病的 人头攒动 弄得跟急事一样 春莲本来在村口的小溪边洗衣服 看到诊所这个情形 担心陈山顾及不到 也跑来帮忙 忙活了半天 好不容易把秩序弄好 就在这时 突然看到有人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 嘈杂声四起 干什么呢 废话 肯定是看病啊 那也得讲究 先来后道吧 讲究个屁 在声音中 就看到何桂花掺着女儿郭美美 从人群里挤了进来 春莲站在前面 开口质问道 桂花神 你咋还插队呢 何桂花一把推开春莲 插队咋了 陈山试暗外生 找自家人看病 还用排队 走开 走开 骂骂咧咧中 带着郭美美来到了最前面 陈山眉稍挑动 有些不满 但是碍于面子 倒是没有发作 小山 你快看看吧 美美今天上午 一直难受呕吐 也不知道是咋了 何桂花扶着女儿的肩膀 开口喊道 医者人心 既然来了 就是病人 陈山把手搭在郭美美的脉搏上 几十秒后 开口问道 昨天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 何桂花有些不耐烦 在村里能吃啥 你就说 能不能治吧 陈山点了点头 这次倒是没有施展嬴针 而是用手掌在郭美美的小肤位置 揉搓了一番 行了 陈山起身道 何桂花脸上带着质疑 你确定 要是出了问题 你可得赔钱 陈山摆摆手 绝对不会有问题 何桂花眼神里露出一抹奸计得逞的笑意 然后搀扶着郭美美朝外走去 下一个 陈山用毛巾擦了一下手 开口道 而这边方才开始治疗 外边就传来何桂花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陈山面色一变 起身朝外走去 就看到何桂花坐在地上干嚎 而郭美美则是躺在旁边一动不动 看到陈山 何桂花抹着鼻涕喊道 你个杀千刀的 狗屁神医 我闺女刚才来的时候 还能走路 被你治疗后直接晕过去了 这是要出人命啊 闺女 你要是死了 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活了 那场面 无比凄惨 被她这么一闹 那些本来 还在排队等待诊治的人 顿时吓得后退好多步 春联此时也有些着急 哪怕陈山能治愈百人 只要有一个出问题 这会可不是闹的时候 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吧 先治病要紧 何桂花一脚踢在春联的腿上 蛮不讲理的喊道 治个屁 我家穷的叮当响 哪有钱看病啊 我不管 这事是陈山弄出来的 必须要让她负责到底 原来不是承诺 看不好给十万块吗 拿钱 要不然 我把诊所给砸了 春联忍着痛 还想继续开口规劝 被陈山拦了下来 她看着何桂花 冷声笑道 二姨 你今天带女儿来看病是假 钱是真吧 何桂花面色一致 然后再次撒泼起来 胡扯什么 明明是你自己医术不行 还冤枉我额钱 这叫赔偿金 懂不懂 呵呵 陈山再次摇头 我医术如何 你自己清楚 刚好乡亲们都在 我就让大家看看 到底是我医术不行 还是有人在捣鬼抹黑 说话间 她走到郭美美面前 伸手在七肚七下一寸的位置 点了下去 何桂花嘴角挂着冷笑 她昨夜就和女儿商量好了 今天只要陈山治疗 就躺在地上装晕 死活不起来 就算不能讹十万块 也要把诊所给弄过来 这点小事 女儿还是能做好的 但下一秒 她的笑容顿时僵固在了脸上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本来已经昏迷的郭美美 顿时睁开眼睛 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景 何桂花顿时急了 还不等她开口提醒 就看到郭美美 好像疯癫一样 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手舞足蹈 前仰后合 那种感觉 就好像被无数人挠嘎着窝一样 周围村民都看猛逼了 刚才昏迷不醒 咋突然就疯癫大笑起来了 感知着周围人的目光 郭美美也是有苦难言 她是真的想按照母亲的话 躺下来装作晕倒 可关键是 被陈山碰了一下后 身上就好像有无数蚂蚁在爬一样 根本无法忍受 那种感觉 谁经历谁知道 你们看 这都把我闺女弄疯了 庸医 绝对的庸医 何桂花再次大喊起来 即便这样 她还不肯承认 第十六章 帮嫂子放松一下 看到何桂花的样子 陈山摇头冷笑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她望着郭美美道 这才是刚开始 你要是不想被活活养死 最好赶紧把实话说出来 何桂花还在不依不饶 什么实话 就是你医术不行 别往我头上泼脏水 她吵得倒是起劲 可把郭美美给坑惨了 此时笑的声音都哑了 甚至已经开始忍不住 用手去抓自己的身体 弄得满身都是血痕 眼看就要破相 不行 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为了那点钱 可不能把自己的脸搭进去啊 想到这里 郭美美顿时害怕起来 她眼中带泪 连哭带笑的喊道 小山哥 这都是我妈出的主意 就是 就是让我装晕 然后 小额你的钱 你赶紧 把我解开吧 求你了 什么 听到郭美美的话 所有人都把目光 投向了何桂花 何桂花老脸占红 她有心反驳 可自己闺女的话就在耳边 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啊 嘴唇动了几下 何桂花最终耿着脖子道 没错 是我让美美故意装晕的 不过 这也是想考验一下你的医术 行了 我承认你是神医 你 你赶紧把美美的笑止住吧 村民们一片哗然 每个人脸上都是鄙视的神色 贪便宜凑过来治病 这可以理解 但如同何桂花这种额钱的行径 就该被唾弃了 你大点声 我听不到 陈山挠了挠耳朵道 你 何桂花被气得几乎吐血 但此时 女儿在对方手里拿捏着 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咬着牙 放低姿态 把自己的恶行再说了一遍 眼见着何桂花服软 诚挚得也差不多 陈山方才走过去 在郭美美的身上拍了一下 就这么随意一拍 郭美美的笑声顿时止住 瘫倒在地 宛如要断气一样 在看陈山的时候 满眼都是惊恐 太可怕了 在村民的嘲笑声中 何桂花拖着郭美美 无比狼狈地离开诊所 以后 怕是再也不敢随便找麻烦了 有了这个插曲 大家对陈山的医术的敬畏 明显增加了许多 随便点一下 就让郭美美 差点笑断气 把泼辣的何桂花 制得服服贴贴 这样的手段 简直匪夷所思 治疗继续 今天出奇的忙 一直到晚上八点 最后一个病人方才离开 呼 陈山长出一口气 坐在椅子上 累得够呛 春莲拿着一块湿毛巾 从远处走了过来 递给陈山道 今天估计多半个村子的人都来了 过年都没有这么热闹过 陈山擦着脸上的汗道 还真是这样 不过诊所的名气 算是彻底打开了 春莲咯咯笑道 可不是吗 大家都说 你因火得福 躺了个神医出来 说到这里 春莲顿了下 又好奇地问道 小山和嫂子说实话 你的医术 真的是看手机自学的 别人不了解 春莲却很清楚 陈山摊在床上 这半年 一直都是她在照顾 真的没发现 对方看过几次医术视频 陈山挠了挠头 笑道 其实我的医术 是神仙传授的 春莲一愣 随后笑得花枝乱颤 那对高耸斗的眼韵 这咋还越说越玄乎了 你就逗嫂子玩吧 陈山呵呵一笑 其实 她真的没有说谎啊 不过现在也不方便解释 行吧 是忙完了 我先回去歇歇 今天可真累坏了 春莲伸了下腰肢 将那弧度勾勒的 愈发惊心动魄 嫂子 要不我帮你放松一下 陈山犹豫了下 开口道 啊 春莲嘴巴大张 翘脸瞬间变得通红起来 然后 有些支无地开口道 我说的是按摩 活络筋骨的那种 自己想错了 春莲骚的头都抬不起来 但心里又莫名的有些失落 难道自己年纪真的大了 对小山没有诱惑力了 心情复杂的坐在一旁 陈山起身来到她的身后 将乌黑的绣发拨到旁边 然后双手搭在春莲的香肩上 开始轻轻的揉捏起来 由浅入身 九轻一重 随着陈山手指的触碰 春莲浑身都仿佛有电流 划过般速马 那种舒爽 让她忍不住叫出声来 啊 小山 轻一点 嫂子身体都被你弄软了 被这么一叫 陈山顿时不淡定了 就用手指弄几下 嫂子这就扛不住了 夜深人静 四处无人 再加上春莲这种销魂的声音 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来说 完全是致命的诱惑 陈山继续用力 两人紧靠 此时的春莲 明显可以感觉到 一股气息在自己身后生疼 不断地碰触着自己的身体 那种火热 几乎要把它点燃 此时陈山也感觉到了 春莲身体的变化 犹豫了下 打算停手 但在这时 却被春莲一把抓住 小山 喜欢嫂子不 春莲脸上魅意流淌 一双美眸轻轻眨动 那微张的红唇 仿佛想要把陈山吞下融化 故多 陈山喉咙抖动 明显可以感受得到 从春莲体内散发出来的潮湿 但此时又有些郁闷地开口道 嫂子 你这几天不是 春莲起身 一手抱住陈山 另外一手 则是直接朝着她的下半身摸去 死 陈山身体一紧 一股火焰轰然冲出 难以遏制 没事 嫂子 嫂子用手帮你 春莲附在陈山肩上 低声说道 那种恰到好处的颤音 淹没了陈山最后一丝理智 她低下头 直接稳住了香莲的红唇 与此同时 右手也从衣服里探了进去 直接抓住那团 无法掌控的饱满 天呐 这份量 比利姐的还要厉害 真不知道 春莲是不是喝牛奶长大的 随着陈山的动作 春莲的呼吸 也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那种压制了好几年的欲望 竞数爆发 无如潮水般涌来 第十七章 摇人 就问你怕不怕 窗外 月色如沟 屋内 春光无限 半个多小时后 陈山坐在椅子上 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 旁边 春莲绣发如丝 半露在外的高耸上 还有口水的痕迹 一边轻轻喘息 一边揉着手臂 脸上带着忧怨之色 都快把自己的手泪断了 这才是演习 要是下次真枪实弹的交战 自己的身体 能扛得住吗 这家伙 简直是属牛的 休息了一会 两人再次忘情的 亲吻拥抱了一番 这才离开诊所 各自返回家中 洗漱一番后 陈山闭眼 让意识再次进入脑海 直奔通往白塔二层的光幕处 果然不出所料 经过一天的治疗 光幕上的那道刻度直里的金色光柱 有了明显的提升 虽然距离填满 还有很大距离 但最起码 让陈山看到了 打开二层的希望 再接再立吧 意识退出 依旧和往常一样 再次盘膝坐在床上 修炼了一个小时的 星辰脆体术 然后方才休息 次日清晨 春莲把早饭做好 端到陈山家 两人一起吃过 收拾完毕 朝着村口诊所走去 打开门 简单的收拾了一番 望着春莲 陈山笑道 嫂子 反正你在家也没事做 要不以后 直接在我的诊所上班吧 春莲摆手道 我啥都不会 帮个忙还行 上班就算了吧 陈山道 不会我可以教你啊 谁也不是生下来 就会医术的 到时候 给你再弄一身护士服 肯定 说到这里 陈山不由的在脑海中 勾勒出春莲穿上护士服 他在自己双腿之间的 卖力的样子 有事护士干 没事干护士 呼 不行 陈山觉得 裤子都被撑得有些变形了 春莲显然也看到了 陈山的变化 翘脸瞬间扶上一层红侠 你这家伙 脑子里整天想的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春莲摆了陈山一眼 但从他身边走过时 却又不经意地 用手摸了一把 然后咯咯笑着 朝着远处跑去 明目张胆的挑逗啊 陈山望着春莲扭动的腰肢 心里暗自叫苦 可惜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能闯红灯 必须再忍几天才能收拾他 太难了 太阳高照 陈家沟不大 昨天带来治病的 都来得差不多 以至于今天一上午 才来了七八个病人 不用自己交代 自然会和别人宣扬 要不了多久 诊所的名声 就会传遍十里八乡 到时候求医问诊的 大把都是 根本不用担心 吃了午饭 春莲关上诊所大门 对陈山说道 小山 这会没人 要不咱们午睡会 陈山点头 行 说完后 他指着诊所里边的 一个房间开口道 你去床上睡吧 我在桌上趴会就行 陈山这次 把诊所 从何桂花手里收回来 重新整理的时候 在最里边的房间 放了张小床 供自己临时休息 春莲开口道 怕桌上睡多难受 要不咱们一起躺床上吧 这 被春莲这么一说 陈山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邪火 顿时又冒了出来 他坏笑道 嫂子 你的手这会不酸了 春莲白了陈山一眼 想什么呢 我说的是正经的午睡 陈山伸手在春莲的宝满上摸了一把 然后道 都要睡一起了 怎么可能正经啊 春莲被摸得浑身酥麻 颤声道 你这冤甲 又动手 陈山直接冲了上去 这次不仅动手 还要动嘴 说话间 就要亲上去 自从昨夜之后 两人的关系 彻底变了味道 说白了 也就差最后那么一点的距离而已 所以 此时的陈山 自然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拘谨 虽然暂时还不能那啥 但用嘴和手过过瘾 还是可以的 就在两人嬉闹的时候 痛 一声闷响从远处传来 陈山眼睛一眯 转身朝外看去 就看到诊所的大门被踹开 然后走进来几个吊锅当的身影 为首的 正是陈黑狗 这个王八蛋 居然还敢来 陈山冷笑一声 朝着院子走去 春联则是赶紧整理好衣服 跟在其身后 陈黑狗 你找死呢 陈山在院内站定 望着陈黑狗道 看到陈山的身影 陈黑狗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没办法 上次被打得有些心理阴影 狗哥 咱们有人 怕球 身边的人扯了陈黑狗一下 低声提醒道 哦 对 对 老子身后有人 想到这里 陈黑狗再次鼓起勇气 点上一根烟 然后开口道 陈山 我知道你能打 但是那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 老子昨天去县城摇人了 虎哥带人 这回就在路上 再有几分钟就到 这次你死定了 嗯 陈山眯眼问道 虎哥 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啊 陈黑狗哈哈大笑 不错 冯狐 宝山先到上大哥 那可是手上沾过血 有过命的人物 怎么样 怕了不 陈山此时想起来了 这不是前天被自己在红浪漫 抱作过一顿的家伙吗 呵呵 刚才分开没放多久 就又要见面了 这世界还真小啊 看到陈山没有说话 陈黑狗还以为他怕了 笑得愈发嘚瑟起来 趁虎哥还没到 你克马 最好赶紧跪在地上磕头认错 要不然 等会卸了你两条腿 让你在床上躺一辈子 跟在身边的春联 也被吓坏了 他俏脸发白的 拉着陈山的手臂开口道 小山 要不道个歉吧 道歉 陈山摇了摇头 然后望着陈黑狗道 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冯虎钥匙来了 都得跪在地上 管我叫大哥 陈黑狗几人先是一愣 然后顿时狂笑起来 尤其是陈黑狗 更是笑得双眼带泪 这特么的疯了吧 还跪地上 还叫大哥 要是虎哥知道 等会保准弄死你 春联此时着急的不行 小山 你别那么倔 低个头吧 县里的人 咱们真的惹不起 陈山呵呵一笑 白手道 嫂子 把心放回去吧 我先进屋喝口茶 等冯虎来了你就知道了 说完还真的转身回屋了 那姿态 闲听信步 淡然自若 第十八章 这是我大哥 如果是别人 也许陈山 还真的会有些忌惮 可换作冯虎 呵呵 让他跪下叫大哥 都是亲的 毕竟十万块的银行卡 还在诊所抽屉里放着呢 陈山回屋 院里的陈黑狗 和几个狐朋狗友 各自对望 一脸不可置信 卧槽 见过头铁的 没见过头这么铁的 连冯虎都不怕 行 你等着吧 有你哭的时候 而春联此时 站在诊所小门口 看看院外 又看看屋内 着急的不行 却又无可奈何 几分钟后 有刺耳的刹车声 从远处响起 隔着打开的诊所大门 看到两辆车停了下来 前面是私家车 后边是面包车 听到动静 陈黑狗他们几个 赶紧跑了出去 小心迎见 陈黑狗将车门打开 点头哈腰 车内走出来一个 身材魁梧的光头大喊 脸上有道伤疤 只是此时 额头上包着纱布 右手缠着绷带 显得有些古怪和滑稽 当然 此时却没有一个人 敢笑出声 因为 他是冯虎 宝山县一霸 在他之后 面包车门打开 哗啦啦的下来 一群身穿黑色T恤 手持钢管的混混 杀气疼疼 村上有人看到 观望了几眼 下得赶紧躲到远处 眼前这伙人 一看就不好惹 谁敢在这个时候 替陈山出头 陈黑狗小心的 给冯虎点上一个软滑子 冯虎喷着烟圈开口道 这地方 也太TM的破了吧 要是没有你说的 那种大凶少傅 老子弄死你 本来他正在家里养伤 懒得出来 就是因为 听到陈黑狗说 村里有几个娇媚到掐下 都可以冒水的大凶少傅 才特意赶过来的 要不然 谁会愿意帮陈黑狗 处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虎哥 保准您满意 说话间 陈黑狗指了指 站在院里张望的春莲 我去 冯虎刚看到 眼睛顿时就直了 眼前的女人 虽然穿得有些土气 但身材凹凸有致 没有一丝坠肉 双腿修长 尤其室内对高耸 几乎要把衣服撑开 简直就是导国电影里 封面女主的形象 满意 太特么的满意了 冯虎叼着烟 带着一众小弟 色迷迷地走向诊所 春莲哪里见过这架势 吓得腿都有些软 赶紧朝着房间退去 而冯虎 则是肆意大笑 妹子 怕啥 虎哥又不吃人 跟在身边的陈黑狗 此时也是一脸兴奋 又火上浇油道 虎哥 别忘了收拾屋里的那个小子 那家伙狂的不行 刚才还说 要你跪下叫他大哥呢 嗯 冯虎眼睛一横 冷笑道 是吗 那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这样牛逼 他话音刚落 就看到一个身影 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嘴角挂笑 神色淡漠 正是陈衫 而当看到他身影的时候 本来还牛气冲天的冯虎 顿时呆着在当场 宛若实话 不仅是他 那些跟在身后的小弟 也皆是身体一颤 有好几个人手里的钢管 都吓得把握不住 掉在地上 卧槽 要命啊 怎么又遇到这个煞星了 陈衫似笑非笑的 看着面皮跳动的冯虎 虎哥 又见面了 他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 吓得冯虎身体一颤 直接 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大哥 你才是大哥 我就是没事 来帮个小忙 没想到会遇到你啊 我错了 罪该万死啊 冯虎说话间 嘴里的香烟都掉落出来 更是用另外一只手 连抽了自己好几个耳光 遇到普通人 他自然至于如此 可眼前这个青年 不仅能打 还和齐长春有关系 这样的人 他真的得罪不起 冯虎跪得干脆 而陈黑狗几人 彻底猛逼 远处的春联 更是看得一头雾水 要知道 陈衫就是随口 说了一句话而已 咋就把冯虎吓成这样了 犹豫了下 陈黑狗凑到冯虎身边 低声问道 虎哥 你这是咋了 陈黑狗踹翻在地 你特么的找死呢 陈黑狗被踢得嘴角淌血 还是有些不甘 虎哥 这小子 除了稍微能打点 别的一点本事都没 带上兄弟 直接干他 你妈 冯虎此时都快被陈黑狗气死了 稍微能打 没有本事 幸亏老子提前见过 要不然 还不被你这王八蛋给吭死 想到这里 冯虎再次上前 对着陈黑狗 又是一顿暴揍 打得他哭爹喊娘 满地打滚 眼见着大哥如此 那些跟在冯虎身后的小弟 也纷纷出手 把跟随在陈黑狗身边的几个狐鹏狗友 按在地上一顿暴揍 十几分钟后 冯虎带着手下散开 陈黑狗几人 满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此时眼睛里都是畏惧和不解 他本人更是挣扎地开口喊着 虎哥 您是我请来的帮手啊 怎么到最后 把我们削了 这不可学 冯虎一脚踢在陈黑狗的脸上 大声骂道 瞎了你的狗眼 这是老子的大哥 不削你削谁 啥 陈黑狗几人目瞪口呆 在不久前 陈杉说自己是冯虎大哥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在开玩笑 谁知道 全是真的 可关键的问题是 陈杉不是村医吗 什么时候变成冯虎的大哥了 这个问题他搞不懂 但却知道 自己这次是真的捅到马蜂窝了 啥也不说 赶紧认错吧 陈黑狗艰难地爬起来 望着陈杉道 杉哥 我错了 你大人有大量 饶了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声音颤抖 满身冷汗 这次是真的被吓惨了 陈杉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开口道 是不过三 本来看在同村的份上 饶了你两次 结果你还要作死 既然这样 那就没办法了 如果不是自己够强 这次春联肯定要遭殃 所以 此番绝对不能再轻饶成黑狗 话语之后 陈杉看向冯虎 这是我懒得操心 你看着办吧 冯虎顿时明白 点了点头 转身对着的小弟吩咐道 这几个王八蛋 敢算计我大哥 每人打断两条腿 直接丢出去 那些小弟拎着钢管包围了过去 十几秒后 惨嚎响起 撕心裂肺 第十九章 姐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与此同时 在距离诊所几百米外的空地上 已经聚集了不少陈家沟的村民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敢上去帮忙 大家都是想起 小山这两天 还免费帮你们看病 现在他有危险 你们就这么看着合适吗 听到消息的合力 急匆匆赶来 望着那些围观的村民责问道 被这么一说 大家也都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要不咱们去帮衬想 要是小山出事了 以后生病找谁啊 是啊 凡村人也不少 好歹喊几嗓子也行 人多力量大 村民们鼓起勇气 在合力的带领下 朝着诊所而去 结果还没走几步 就听到里边传来 杀猪般的惨叫声 直接把大家好不容易 提起来的勇气 尽数掐灭了 大家面面相去 都停住了脚步 小丽啊 那些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下手肯定特别狠 要不咱们先回去 此时已经有人开始 打退堂鼓了 合力气的不行 咬牙道 你们要是都不去 那我自己去 虽然未必可以帮多少忙 但他肯定不能看着 陈山被人欺负 可还不等他向前走几步 就看到几个身影 被人从诊所里丢了出来 如破麻袋般 在地上翻滚 村民们赶紧望去 全部惊呆 这不是黑狗他们几个吗 腿都被打断了 我的天啊 这到底是咋回事 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不是说 陈黑狗他们 从县里叫人来找陈山麻烦的吗 怎么到最后 自己反而被打成这样 简直匪夷所思 再说院内 冯虎让身边的混混 把陈黑狗等人双腿打断 丢出去后 又赶紧跪在地上 大哥 我真的不知道是你 要不然就我十个胆子 都不敢来 身后的那些混混 也下得赶紧跪在地上求饶 春帘神色呆滞地站在原地 眼前这一幕 彻底刷新了 他对陈山的认知 在以前的时候 他从未想过 那个自己照顾了半年多的青年 居然也会有如此霸气的一面 陈山慢慢上前 脚步很轻 但是落在冯虎的耳朵里 却宛如催命的战鼓 那压力是如此的巨大 以至于让他有种无法喘息的错觉 陈山在冯虎面前站定 居高临下道 跑到我的诊所闹事 还敢调戏我嫂子 你说这是该怎么办 冯虎满头冷汗 犹豫了几秒 然后开口道 道上的规矩 我懂 做错事就得认罚 说话间 从口袋里摸出匕首 对着自己的右腿 直接捅了进去 鲜血直冒 吓得春莲把眼睛都闭上了 即便满腿是血 冯虎也没有喊疼 而是咬着牙问道 大哥 你看这样行不 陈山看了眼冯虎 眉梢微调 有一说一 这家伙 虽然品性不怎么样 但这股狠劲 一般人确实比不了 如果不是自己足够强 再加上齐长春的名头 也许还真的压不住他 自己现在也没有什么关系 要不来的恩威病师 说不定还能有些意外收获 想到这里 陈山转头对春莲说道 嫂子 你把银针和剪刀拿过来 春莲从尸神和不安中醒来 赶紧返回房间 将剪刀和装着银针的布袋 拿给了陈山 陈山走到冯虎身边 用手指在伤口附近轻按了几秒 然后摇头道 你这一刀刺得有些甚 如果不及时处理 怕是这条腿就废了 啊 冯虎心头一颤 还不等他开口 就看到陈山用剪刀 将其伤口位置的布料裁开 然后粘出银针 对着伤口附近刺去 刷 刷 连刺三针 那三根银针 呈三角形分布 将伤口围在中间 其中还有淡淡的白色光点闪烁 而最神奇的是 在三针落下后 鼓鼓流淌的鲜血 竟然止住了 冯虎看得目瞪口呆 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医术 没想到大哥居然还是神医 服了 我彻底服了 说话间 冯虎赶紧从口袋里 磨出一张名片 小心地放在地上 以后大哥 要是有什么事吗 随时吩咐 胡子随叫随到 冯虎很聪明 一个仅靠几根银针 就可以止血的人 绝对是在世神医 对于整天在刀口舔血的他来说 如果能与之交好 相当于生命多了重宝杖 而且 对方不仅本身实力强悍 还与齐长春 有着特殊的关系 这绝对是一个隐形的粗腿 止住血后的冯虎 在手下的搀扶下 一蹶一拐地走了 来时候气焰嚣张 走失后 毕恭毕敬 那种反差 让外边的村民都看傻了眼 何丽赶紧跑进诊所 看到陈山没事 这才长出一口气 冯虎是不是因为那天的事情来报复你的 何丽想了下 开口问道 陈山摇了摇头 何丽伸手拍了拍自己的高耸 那就好 要不我该愧疚了 对了 上次在县里的事 还没好好谢你 要不晚上去我家 姐给你弄点好吃的 陈山这边还没开口 就感觉自己的手臂猛得一疼 原来 是春莲在身后悄悄地掐了一下 这 陈山一脸无奈 我晚上还有事 就不去了吧 咱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 何丽看了眼陈山 又看了看春莲 然后道 也对 跟姐没必要客气 那行 你先忙 以后姐的大门一直给你开着 啥时候进来都行 说完后 义味深长地笑了笑 转身离开了 在她走后 春莲在陈山的腰上掐了一把 然后咬牙问道 你这家伙 什么时候跟何丽勾搭上的 陈山装傻道 真没有 我冤枉啊 春莲白了陈山一眼 姐 你当嫂子傻呀 何丽看你的眼神 明显不对劲 赶紧说实话 这 陈山眼见瞒不住 这才把自己那天去县里的事情说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 得知真相 春莲心里突然间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如同自己心爱的玩具被别人抢走一样 只是 她想到自己的身份 又摇头苦笑起来 自己一个寡妇 和陈山在一起 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 凭什么吃错啊 第二十章 请她试试 感觉到春莲的异样 陈山开口问道 嫂子 你没生气吧 春莲摇了摇头 眼见她不愿意说 陈山也没有再问 而是走到一旁 看了看冯虎的名片 宝山县蒙虎集团总经理 嘖嘖 名字倒是霸气 但还真的没听说过 估计也就是个皮包公司 毕竟他们这样的人上不了台面 出去办事 肯定要找个身份遮掩一下 又等了一会 外边响起救护车的声音 估计是某个村民打的电话 隔着诊所大门 就看到陈黑狗几人 被医护人员抬上了救护车 人拉走了 但是村民都知道 这次陈黑狗算是彻底完了 以后别说寻衅滋事 估计连正常生活都是问题 所有人在看陈山 眼里明显都带着敬畏之色 毕竟陈黑狗的例子就在眼前 以后谁还敢得罪啊 一天的时间 就这么过去 收拾完诊所 两人一起返回 春莲独自坐在院里 月光如水 洒在她的身上 宛如披上一层薄纱 她轻轻的叹了口气 小山病才刚好 就被合力惦记上了 要是再过一段时间 还不知道 要有多少女人贴上来 渴我的身份 哎 丑死了 次日上午 陈山再次来到诊所 经过两天免费治疗 如今 妙手小村医的名声 已经传播出去 即便今天开始收费 也陆续有不少周边村子的人 赶来治病 虽然有些忙 但陈山却很高兴 毕竟不仅可以赚钱 而且还可以积攒 打开白塔二层光幕 需要的金光 一举两得 而就在陈山 忙着给周围村民看病的时候 宝山县人民医院 此时又是另外一番场景 重症即就是大门紧闭 门外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身穿白大褂的院长孙承恩 一个是齐长春 里边的情况怎么样 齐长春眉心紧促 开口问道 孙承恩摇头 车祸很严重 病人现在炉内出血 正在抢救 但是 情况不太乐观 齐长春有些着急 开口问道 能不能直接转到市里或者省里 孙承恩叹气道 病人现在完全不具备转诊的条件 我已经和市医院的专家联系过了 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赶来 就是不知道 病人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 齐长春在急救室门口走了几圈 然后再次问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他们口中所说的病人 名叫白薇薇 白家以商业起家 资产颇丰 白薇薇的父亲 和齐长春的关系也不错 白薇薇是家中长女 经商天赋颇高 家族为了历练 将白家在宝山县的产业 都交给白薇薇打理 而白薇薇不负众望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垄断了宝山县的餐饮住宿行业 一时风头无两 不久前他听闻齐长春晕倒 打算今天去看网 谁也没想到 在半路居然出了车祸 肇事者逃逸 白薇薇则是被紧急送往县医院抢救 目前看来 情况显然不太乐观 听到齐长春的话 孙承恩摇了摇头 能用的手段都用完了 而且说句不该说的话 以病人现在的情况 即便能撑到市里专家到来 脱离危险的几率也不大 这齐长春心头一颤 白薇薇可是白家托付自己照顾的 又是在看望自己的路上出的车祸 如果无法救治 那自己岂不是要内疚一辈子 孙院长 你再想一想 齐长春的声音里透着沙哑 真的没办 孙承恩摇头 在看齐长春的时候 眼睛突然一亮 赶紧开口道 齐老 你上次不是找到那个 就你青年的联系方式了吗 要不请他来试试 嗯 齐长春愣了下 随即开口道 联系方式确实有 但他是个村医 上次很可能只是意外 刚才只顾着急 倒是把齐长春给忘记了 最主要的是 在齐长春看来 对方的医术 未必如同想象中那么精湛 孙承恩摆手道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乎什么身份 让他来试试 好歹也是一个希望 总比在这里束手无策 等着强吧 也对 齐长春也是果断之人 听到话语之后 赶紧拿出手机 拨出了一个号码 陈家勾诊所内 陈山方才把前来求医的 病人治疗完 洗洗手 打算休息一会 电话却突然响起 看了看号码 是齐长春 接通 还不等陈山开口 就听到齐长春的声音 从里边传来 小神医 我有个朋友出车祸 颅内出血 情况很危急 你能帮忙治疗吗 鱼调里 透着一股担忧 重病吗 陈山眉心微皱 随后开口道 我试试吧 就算没有齐长春这层关系 作为医生 救死扶伤也是本分 既然对方找到自己 断然没有随便拒绝的道理 那麻烦你说下地址 我让司机开车去接你 齐长春再次到 陈山说了位置 然后将电话挂断 另外一边 齐长春给自己司机 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以最快的速度 去陈家沟 把人接来 孙承恩开口问道 同意了 齐长春点了点头 然后望着急救市 轻轻言道 希望他真的是神医吧 声音里 带着一抹期望 此时他真的觉得 自己的眼光 可能出现了问题 如果对方 仅仅是一个寻常的村医 又怎么敢如此爽快地答应 此时 齐长春已经在暗自思索 若陈山能救治好白薇薇 那自己一定要赶紧与其交好 拉近关系 万经易得 神医难求 几十分钟后 一个身影 出现在齐长春 和孙承恩的视野之中 正是陈山 在接到电话后 陈山就让春联写了个 柳氏暂时外出的牌子 挂在诊所门口 然后被司机接到 风驰电掣地 赶到了县医院 小神医 辛苦了 齐长春上前道 孙承恩 则是赶紧递上了 病人的各项检查资料 陈山没有接资料 而是指着急救室开口道 先去看病人吧 这 连病例都不需要吗 孙承恩眼睛微眯 不过也没有说什么 带着陈山急步 朝着急救室走去 第21章 妙手回春 两人进入急救室 病床上躺着一个身上 连接着各种设备的女子 身材很好 皮肤很白 在平时应该也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只可惜 现在却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 主治医生看了眼陈山 倒是没有多问 毕竟是院长亲自领进来的 他凑近孙承恩 低声开口道 院长 病人血压一直下降 心率不断升高 情况非常不妙 孙承恩神色凝重 转头望着陈山道 小神医 要不你试试看 陈山点了点头 朝着白微微走了过去 把手搭在其脉搏上 看到他的动作 主治医生脸上露出一抹疑惑和不解 中医 而且还这么年轻 皱了皱眉 他小心地问道 孙承恩 院长 你确定他能行 孙承恩轻轻摆手 没有回答 等了几十秒 陈山把手收回 若有所思 孙承恩有些着急地开口问道 小神医 如何 有多少把握 陈山伸出一根手指 摇晃了几下 一成吗 孙承恩略微有些失望 不 陈山摆手 我的意思是 很简单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什么 听到他的话 急救室内 包括孙承恩在内的所有医护人员 都呆着起来 主治医生面色难堪 他望着孙承恩问道 院长 你确定他不是骗子 严重车祸 如内出血 病人时刻都有死亡的危险 可眼前这个青年 居然大言不惭的说很简单 这不是开玩笑吗 要么是骗子 要么是疯子 孙承恩此时心里也有些眉谱 他皱了皱眉 看着陈山道 人命关天 不可儿戏啊 陈山笑了笑 我既然说可以治 那就绝对没问题 当然 你要是真的不相信我的医术 我这回离开旧室 不过 我得提醒一句 病人最多还能再坚持十分钟 孙承恩眼睛眯起 他看着白微微旁边 检测仪器上的不断变化的数值 以自己专业的眼光 自然知道 陈山不是在危言耸听 犹豫了几秒 然后走了出去 看样子 应该是找七长春商议去了 两三分钟后 孙承恩再次推门进入 望着陈山道 动手诊治吧 辛苦小神医了 主治医生一听就急了 赶紧开口劝阻 院长 这样会出事的 孙承恩摇头 病情紧急 只能赌一把了 是是 也许还有一线生计 不是 白微微就真的没命了 陈山此时倒是很平静 他拿出从诊所带来的 装着银针的布袋 将其摊开 稍微消毒之后 粘起一根 对着白微微头顶 直接刺去 百会穴 那银针落下肩 轻轻一颤 仿佛有灵性一般 带着一抹淡淡的白光 紧接着 第二针 第三针 分别落在上星穴 与神听学之上 随后 陈山动作不停 又有三根银针 分别落在了 白微微头顶的 其余三个穴道之上 白光点点 看似随心所欲 但又似乎遵循着 某种特殊的轨迹 显得无比玄妙 作为院长 孙承恩也懂一些中医 虽然不知道 陈山的针法 到底是什么名堂 但明显可以感觉 非同一般 院长 这分明就是在胡搞 我毕业于省会医科大学 从未听闻 中医针灸 可以治疗这种疾病的先例 要是任由他 这么胡乱折腾 咱们县医院的名声就毁了 眼见陈山不由分说 直接对着病人脑袋 刺了六针 主治医生着急的 再次大声喊了起来 闭嘴 你仔细看完再说 孙承恩吼了一声 然后死死的盯着病床 双眼都在发光 嗯 仔细看 主治医生有些疑惑的转过头 在看之时 瞬间瞠目结舌 在目光中 就看到刺在白微微头上的 六根银针尾部的光点 彼此闪烁连接 居然勾勒出 一个特殊且玄妙的图形 而后 有丝丝烟红的血株 顺着银针向外涌出 而病床上的白微微 脸上也多了一抹红韵 就连设备上的各项检测数值 也逐渐稳定下来 本来还在质疑 陈山医术的主治医生 一脸惊恐和骇然 没有借助任何高科技的仪器 没有对脑部做任何手术 仅仅凭借几根银针 就把头颅内的 那些瘀血清理出来 最主要的是 还控制了病情的恶化 这手段 简直匪夷所思 闻所未闻 其余医护人员 也皆是面面相去 这也太神了吧 都别愣着 继续接手治疗吧 陈山扭了扭泊梗 然后对着孙承恩道 危险已经解除 剩下的就不需要 我再操心了 对了 那几根银针先留着 等到病情稳定了 再取下来 孙承恩有些恍惚 听到陈山的话 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赶紧点头 好 好 在这之后 赶紧交代急救室里的 医护人员持续治疗 自己则是亲自 陪着陈山走了出去 两人走出急救室 正在夺步的齐长春 停住脚步 紧张地问道 情况如何 孙承恩一脸笑容 小神医妙手回春 已经脱离危险了 呼 听到这话 齐长春长出一口气 然后对着陈山弯腰鞠躬 辛苦小神医了 我替白家和威威向你道歉 陈山白首 齐老客气了 举手之劳 齐长春赶紧白首 你先救了我一命 又救了威威侄女一命 所谓的举手之劳 对我们来说 可是天大的恩情 必须中险 不过谈钱之类的 有些太俗 如果小神医不嫌弃 咱们来个忘年交 我叫你生老弟 如何 在得知陈山确实是神医后 齐长春彻底改变了态度 那股亲切静 让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死 旁边的孙承恩道西 一口冷气 以齐老的资历和威望 居然和一个村医称兄道弟 要是传出去 还不知道 要惊掉多少人的下额 呃 陈山其实很想说 俗点也挺好 只是眼前的环境 似乎不太合适 而且 齐长春主动拉进关系 自己自然无法拒绝 只得笑道 齐老这么说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齐长春面色一变 什么齐老 齐老哥 陈山赶紧改变称呼 这就对了吗 齐长春哈哈一笑 然后继续道 这声歌不让你白叫 以后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遇到问题 随时给我打电话 莫说宝山县 就算宛南市 都可以帮你解决 第二十二章 旧人反被辱 这倒不是齐长春吹牛 以他的人脉 在附近 还真的很少有摆不平的事情 亏一般之暴 看冯虎当初接到电话的样子 就可以知道 陈山笑着硬了下来 此时倒是有些疑惑 病人叫白薇薇 这个名字 好像有些熟悉啊 他刚才只顾旧人 倒是没问其身份 齐长春笑道 白家是宛南市 排行前几的豪门 白薇薇 如今是宝山县的 新近首富 餐饮住宿行业的龙头 死 陈山倒吸一口冷气 被这么一提醒才想起来 在县电视台的新闻上 经常出现有关 白薇薇的报道 难怪有些耳熟 没想到我还意外 救了个美女总裁 陈山笑道 最主要的是 薇薇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男朋友 等他伤好了 我组个局 给你创造个机会 齐长春打去道 陈山赶紧笑着摆手 就这么一回功夫 大家的关系 直接拉近了许多 孙承恩也赶紧趁机 咨询了陈山一些 医学方面的知识 虽然聊得不多 但着实很震撼 尤其是其中医方面的渊博 远超孙承恩的想象 哪怕一些他接触过的 中医专家 在见识上 也无法和陈山相提并论 想了想 孙承恩开口问道 小神医 斗胆问下 你师成何处啊 医术界 多数讲究师徒传承 尤其是中医 在孙承恩看来 陈山如此高的医术 肯定有名师指导 但出乎意料的是 陈山摇头道 我没有师成 啊 没有 不应该啊 孙承恩还想追问 却被齐长春 用眼神制止 仔细想了下 孙承恩用手拍了下额头 开口笑道 是我梦忘了 既然小神医不说 那我不问就是 如今西医盛行 中医没落 许多德高望重的中医圣手 意志消沉 选择隐居山林 咸云野鹤 不再插手繁俗杂事 在他们看来 陈山不是没有师成 而是不愿意透露师成 这倒是愈发增加了其神秘感 对了 你医术如此精湛 当个村医 有些太屈才了 要不要来县里挂个职 我把中医都分给你去管理 怎么样 孙承恩发出邀请 以陈山的医术 若是能待在县医院 绝对可以让医院名气大振 在县医院挂职 陈山有些异动 但仔细想想 不知道要接待多少病人 最主要的是 以陈山现在的眼界 一个县医院的主任医师 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挂个职 还要受别人的管辖 一点都不自由 反倒不如在陈家沟 当个村医来的舒服 反正在诊所 也源源不断的有病人 积攒开启白塔二层 所需要的金光并不难 眼看着陈山不同意 孙承恩长叹一口气 满脸无奈 而就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一行人从远处 急匆匆的跑了过来 为首是一对男女 男人大约五十年纪 一身正装 看其穿着和气质 就知道 非富极贵 女子化着浓妆 看上去大约三十多岁 瓜子脸 身材曼妙 穿着价值不菲的定制旗袍 波浪卷发 随着腰枝摆动 竟显成熟女人的风情 两人身后 还跟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衣生 再往后是几个保镖 一行人神色 俱事慌张 齐老 微微怎么样了 男子满头细汗 也顾不得擦拭 望着齐长春问道 抢救及时 已经度过危险了 齐长春道 正装男子长出一口气 连带紧张的面色 都缓和了不少 倒是那个浓妆女子 眉梢调气 开口指责道 你们打电话的时候 不是说的命在旦夕吗 害得我们把客户都晾在一旁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结果 来了却说没事 逗我们完呢 那可是三千万的大生意 齐长春眉心皱起 而此时正装男子 赶紧大步走出 一把将女子扯到身后 呵斥道 小婉 怎么和齐老说话呢 还不赶紧道歉 眼见老公发怒 龙庄女子 才极不情愿地道了生歉 正装男子 望着齐长春道 齐老 小婉也是因为担忧 薇薇的病情 情绪有些激动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齐长春摆了白手 眼见现场氛围不太和睦 孙承恩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指着陈山道 白总 薇薇原来的情况 确实很危急 索性有这个小神医出手救治 这才保住性命 正装男子上前 与陈山握手 再三致线 那个农庄女人 也上前与陈山握了握手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齐脸上 带着一抹说不出来的敌对情绪 在这之后 孙承恩带着他们两人 和那个从市里请来的专家 进入了急救室 几个保镖 则是站在门口守着 现场安静下来 陈山凑到齐长春身边 开口问道 齐老哥 这两个人是白薇薇的父母 齐长春点了点头 男的是 婉南市白市集团董事长 白海川 女的是他的妻子 叫刘婉 不过是 后来上位的 是薇薇的继母 哦 听他这么一说 陈山顿时明白了 难怪在刘婉的脸上 看不出来多少紧张和担忧 继母 呵呵 又等了一会 白海川和妻子刘婉 在孙承恩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白海川脸上的紧张 已经彻底消失 重新恢复了豪门大族的气度 他上前握住陈山的手 再次道歉 随后又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银行卡 硬塞到陈山的手中 多谢小神医出手相救 卡里有一百万 还请收下 全当抽筋 陈山一棱 显然没有想到 对方出手 居然这么好气 就在他犹豫 要不要接的时候 旁边却传来了 刘婉阴阳怪气的声音 川哥 你出手那么大方 干什么 都把别人给吓呆了 说完后 又望着陈山道 赶紧收好 这可是一百万 你估计 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吧 一次整京都 够你吃喝一辈子了 有些刻薄 随着话语 本来还一团和气的现场 顿时死记下来 第二十三章 男人的怒火 白海川一脸尴尬 回头瞪了刘婉一眼 小婉 怎么说话呢 这可是微微的救命恩人 刘婉撇嘴道 不就是随便刺了几根银针吗 谁知道是不是烂鱼充数 再说 就算真的是他的功劳 也用不了那么多酬金啊 一百万 都够请省里的专家了 齐长春摇了摇头 就要开口 却看到陈山 慢慢向前一步 他把丸着手里的银行卡 望着刘婉道 所以说 你在质疑我的医术 行 这一百万我分文不取 让省里的专家来救人吧 说完 将银行卡摔在地上 大步走向急救市 伸手 将原本插在白微微头上的六根银针 尽数拔出 装入布袋 然后静止走了 行云流水 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所有人都愣在当场 任谁都没有想到 陈山居然会如此 齐长春叹了口气 望着白海川道 真的不怎么样 刘婉一听 顿时不乐意了 齐老 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海川赶紧把刘婉拉到身后 看了眼陈山离开的方向 又看着齐长春道 齐老 小婉固然有错 但那个小兄弟 未面也太高傲了点吧 作为白氏集团的董事长 在婉南氏 他也算是呼风唤雨的存在 而陈山如此行径 让他顿觉有些没面子 齐长春摇头道 他有高傲的本钱 顿了下后 又继续道 你要是现在放低姿态 去求陈老弟 白首一笑 求人 算了吧 放眼婉南氏 还没几个直斗弯腰去求的人 说完后 他将地上的银行卡捡起 开口笑道 谢一我已经表达过了 至于接不接受 是他的事 再说 微微现在也已经脱领 他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看到急救是大门骤然打开 那个主治医师 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 望着孙承恩喊道 院长 不好了 病人情况突然恶化 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 什么 白海川身体一颤 赶紧问道 事理神经内科的彭主任 不是在里边吗 主治医师声音颤抖 彭主任这会也束手无策 已经让人准备病危通知书了 八大 白海川手里的银行卡 顿时掉落在地 他此时有些猛 不是说病情已经稳定了吗 怎么又突然病危了 难道 真的是那几个嬴针的原因 他因为第一次见到陈山 以为最多只是一个 医术还不错的青年 病危过多放在心上 而现在才知道 终究是自己浅薄了 想到这里 他赶紧急步 走到齐长春面前 神色紧张地请求道 齐老 此番是我有眼无珠 惹怒了小神医 麻烦您老联系下 让他赶紧回来 重新施针救人吧 齐长春摇头道 老弟不是刚才还说 从不求人吗 怎么 这么快就改主意了 白海川一脸苦涩 但此时 一句反驳的话语都说不出来 自作自受啊 齐长春隔着窗户 看了眼楼下 然后开口道 行了 救人要紧 陈老弟这回还没走远 你带人赶紧去追吧 不过能不能把人请回来 就看你的态度了 白海川点了点头 带着几个保镖 就要去追陈山 而刘婉此时 还有些不乐意 开口阻拦道 川哥 咱们这样的身份 满大街跑着 去求一个小医生 要是传出去 多叠身份 要不再等等看 闭嘴 白海川怒斥一声 随后带人转身去 把刘婉吓得半天不敢出声 二十多分钟后 陈山在白海川的陪同下 重新来到急救时 虽然很生气 但陈山并不是冷血之人 拔掉银针后 至于白海川 在找到陈山后 把姿态放得格外低微 不断赔礼道歉 完全不敢拿捏一点 集团董事长的架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山方才再次进入急救时 重新试真 病情很快就再次控制了下来 经过这番变故 白海川彻底心服口服 望着陈山 他弯腰拱手 再次递上一张银行卡 此番是我不识神医 差点酿成大错 这里边有三百万 一百万是酬金 两百万是百挪的歉眼 还请务必收下 刘丸有些不乐意 撇嘴开口道 不是说好的一百万吗 怎么又增加了 还不等白海川说话 陈山倒是先开口道 怎么 觉得钱花的冤枉 行 那我刚好免费送你一个诊治建议 咱们第一次见面 握手的时候 我顺带帮你耗了下脉 发现你年轻的时候 应该做了好多次隐产手术 留下不少影集 最好找个大医院 好好调理几个月 要不然年纪再大点 很容易瘫痪在床的 什么 听到陈山的话 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刘丸面色骤变 瞪着陈山骂道 你个混蛋 胡说什么呢 信不信我把你的嘴死了 白海川一把将刘丸扯到旁边 面色错愕的 看着陈山问道 你说他做过迎产手术 还不止一次 陈山把玩住手里的银行卡 故作不知的反问道 对啊 这些事 你不知道吗 齐长春 孙承恩 皆是看着白海川 眼神里带着同情的色彩 白海川把头转向刘丸 那眼神 又要杀人 他和刘碗是在一次酒宴上结识的 高学历 自尊自爱 在嫁给白海川之前 从未和任何男人 有过亲密接触 这些都是刘碗一直强调的 而此时 白海川觉得 有什么东西 在心中轰然倒塌 刘碗浑身发寒 赶紧摆手道 川哥 你别听他胡说 齐长春在此时补刀 这里就是医院 是不是真的 查一下就知道了 刘碗顿时慌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川哥 你 你听我解释 通 白海川一脚 将其踹翻在地 连抽了他好几个耳光 然后怒气冲冲地扯着他 走向远处 目火中烧 第24章 送上门的女人 两人走后 几个保镖犹豫了下 也赶紧追了出去 齐长春对着陈山 竖起大拇指 老爹 干得漂亮 他早就看刘碗不顺眼 只是以自己的身份 不方便计较 而现在 顿觉解气 陈山微微白手 其实在察觉刘碗情况的时候 他就有些奇怪 要知道 对于豪门而言 孩子肯定越多越好 绝对不会随便做掉 而刘碗的情况 只能说明 他在嫁给白海川之前 行为非常不简点 至于如何瞒住白海川 其实也简单 毕竟现在医术这么发达 人工再造薄膜 根本不是难事 再随便包装一下 弄个女神人设 人为的创造几个次偶遇的机会 就足够了 本来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陈山也懒得多说 可惜刘碗不知死活 非要闹腾 出现这样的结果 只能算旧游自取 这里事情解决 齐长春让司机 将陈山送回陈家沟 并且承诺 等到白薇薇病情好了 再行道谢 回去的路上 陈山捏着银行卡 看着车窗外的风景 此时还觉得有些恍惚 一周前 他还半身瘫痪地躺在床上 宛如废人一般 而这才短短几天时间 不仅结识了权贵 还轻松赚了三百多万 一切改变得太快 甚至让他有种做梦的错觉 返回陈家沟 诊所大门紧闭 暂时外出的牌子 还在挂着 现在时间已经不走 陈山也懒得在开门 而是朝着自己家走去 返回家中 稍微收拾了一下院子 就在他打算 随便弄点晚饭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 是何丽 接通 丽姐 有事吗 陈山问道 你晚上忙不 来姐家吃饭吧 何丽道 这 陈山犹豫了下 姐 不用客气 何丽笑道 看把你吓得 怕姐把你吃了呀 来吧 刚好我有个朋友也在 等你哈 电话挂断 陈山摸了摸鼻子 他本能的觉得 跟何丽走得太近不好 但人家这么诚心的邀请 如果不去的话 也确实不合适 反正就是吃顿饭嘛 怕啥 在家休息了一会 等到傍晚 陈山走出家门 慢悠悠的朝着何丽家走去 门口亮着灯 还飘荡着饭菜的香味 推门走进去 你来得刚好 赶紧进屋 何丽看到陈山 拉着陈山朝堂屋走去 屋里的饭桌上摆放着韭菜 旁边还坐着一个 穿着吊带短裤的淡装女人 下意识就想离开 早知道何丽口中的朋友是她 自己就不来了 毕竟上次在县里 对她的印象确实不好 眼见陈山如此 燕子赶紧起身 脸上挂着楚楚可怜的表情道 小山哥 上次我也是被逢虎吓坏了 真不是故意的 这次来 就是特意向你和小丽道歉的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腰肢扭动 声音里带着嗲嗲的味道 何丽也在旁边帮衬道 小山 燕子知道错了 这次人家亲自跑到村里道歉 真的很诚心 你一个男人 可是何丽本来确实很生气 但燕子连续打了好几天电话 今天又也特意带着礼物来村里 何丽的心顿时又软了下来 看着眼前的情景 陈山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坐下 放好碗筷 倒上酒水 三人坐下开始吃饭 何丽厨艺不错 普通的食材都被做成了大餐的样子 吃得陈山赞不绝口 一开始 大家也就是吃饭喝酒聊天 可过了一会 陈山的面色就开始变得怪异起来 因为 他发现 有人在桌下 用脚趾轻轻地碰触自己的小腿 一开始 陈山还以为是不经意碰到的 但是慢慢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那脚趾在碰触了自己几次后 不仅没有收回 反而开始逐渐地 朝着自己大腿处移动 故多 陈山侯杰抖动一下 望着对面的合力 没想到 丽姐这么大胆 不过说真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 还挺刺激的 只是 旁边还坐着燕子 万一被发现 多难看 陈山不动声色地 把左手探下去 在愈发放肆的狱卒上 轻轻拍了一下 那狱卒这才重新收了回去 一顿饭吃到九点多 合力收拾碗筷 陈山则是起身离开 燕子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 非要送陈山 拗不过 只好答应 两人出门 村里的道路上空无一人 十分寂静 月光下 燕子紧挨着陈山 顺带 又伸手 把自己吊带 向下拉了几下 露出大片雪白和沟壑 有些谎言 小山哥 你现在应该不生我的气了吧 燕子嗲声嗲气地问道 陈山被叫得头皮发麻 应付地回应道 不生气了 我就知道 燕子咯咯笑着 看着四处无人 更加大胆了几分 居然直接扑到了陈山的怀里 陈山吓了一跳 赶紧把他推开 你干什么呢 燕子忧愿地看了陈山一眼 刚才吃饭的时候 还摸人家脚呢 结果 这回又装正经 啥 陈山一阵牙疼 因为与合力关系比较亲近 他下意识地 将那只脚的主人 看成了合力 没想到 这特么闹的 陈山挠了挠头 解释道 这真的是场误会 我还以为是历解呢 燕子望着陈山 一双大眼睛里 泛着春意 再次开口道 那你就把我当小丽呗 再说了 人家的身材也不差 不信你摸摸 说话间 挺着胸脯 直接朝着陈山 再次贴了上来 浑身上下那股魅意 完全无法遮掩 说真的 燕子对自己的身材十分自信 在他看来 男人都一样 只要足够主动 没有一个男人 可以抵挡住自己的诱惑 倒不是说他 多么渴望男人的滋润 主要是因为 上次陈山在洪浪漫 展现出来的实力 太过惊人 思索了好几天 他最终打定主意 决定亲自来一趟 不管对方 是不是真的强大 先用身体 将其拿下再说 大不了当作一只前力骨 反正对自己来说 也没有任何损失 第25章 我不稀罕 陈山没想到 燕子居然会如此做 说真的 美女投怀送抱 一般男人 确实很难把控住 但陈山不同 首先 村里有春莲和何丽 这两个大美女 姿色比燕子强得多 没道理 放着海参鲍鱼不吃 去吃一盘咸菜 其次 燕子显然是整天混迹酒吧 歌厅这些场所的女人 谁知道和多少人 发生过关系 说公交车也不为过 陈山确实懒得碰 最后 天上不会掉馅饼 也不会掉女人 越是主动靠近的女人 越有企图 一旦沾染 绝对是个大麻烦 想到这里 陈山顿时冷静下来 她将燕子一把推开 然后开口道 你喝多了 赶紧回去吧 这么说 已经算是很克制 给她留了点面子 可惜有些人 却完全没有自知之明 就比如现在的燕子 她再次靠近 用自己的高耸 摩擦着陈山的手臂 媚眼如丝地开口道 都这个时候了 我就不信你没反应啊 我知道 你们男人都是嘴上一套 心理一套 当初她曾经在酒吧里 认识一个中学校长 喝酒吃饭的时候 彬彬有礼 学识渊博 心疼老婆 照顾孩子 仿佛是道德典范 结果当天晚上 直接要了自己五次 蹲了下 燕子又继续道 别装正经了 走吧 去你家 要不在这里也行 话说要是在户外做 应该更刺激吧 此时的燕子 还处在自我良好的感知中 丝毫没有发现 陈山的面色 已经开始变得冰了 啪 陈山抬手 一巴掌 直接抽在了燕子的脸上 动作麻烈 声音清脆 直接把燕子抽梦了 她捂着脸 不可思议地望着陈山 你居然打我 陈山冷笑道 别以为每个男人 都会惊虫上满脑 把你的小心思收起来吧 滚 燕子此时又羞又恼 狠狠瞪了陈山几眼 然后转身去 此时在心里 暗自骂了陈山无数遍 送到嘴边的肉都不吃 哼 肯定是自己不行 绝对的 再说 陈山把燕子赶走 返回家中 洗漱一番 然后再次盘息 坐在床上修炼起来 要说这 星辰脆体术 确实神奇 每天练习的时候 陈山都可以感觉到 有无数萤火般的星点 在自己的皮肤上游走 仿佛诸多星火 在锤炼自己体魄一样 按照书上记载 这竖法 一共分为四层 从低到高 分别是断体 脆骨 练血 绒魂 而如今 才是最低级的断体 都已经可以把几十个大汉 打得满地找牙 要是再高一个层次 也不知道会强悍到什么地步 要是如同那些武侠小说里的高手一样 飞檐走壁 摘叶杀人 那就厉害了 修炼一个小时 陈山尝出一口浊气 然后又把意识沉浸到脑海 再次前往白塔之中 因为一直医治病人的原因 如今 白塔内部 通往二层的光幕刻度上的金光 已经积攒了大约十分之一 按照这种速度下去 也许要不了多久 自己就可以打开光幕 进入二层 希望里边有好东西吧 一番忙碌之后 陈山躺在床上 打算睡觉的时候 想到什么 拿起手机 给河里发了一条短信 历解 燕子这女人品行不端 你以后别和她走得太近 陈山怕河里被燕子带坏 等了一分多钟 收到河里的回信 看了一眼 陈山直接被气笑了 信息上写着 燕子说 你晚上借着酒精调戏她 她不愿意 还被你打了一巴掌 哭了好长时间 你妈 这是戏精啊 倒打一耙吗 陈山一脸无语 然后再次回消息过去 如果我说 是她主动调戏我 被我反抽了一巴掌 你信吗 等了几十秒 河里再次回信 只有两个字 我信 字里行间 河里早就打电话质问自己了 根本不会等到 自己主动开口 好吧 本来她还想再去教训一下燕子 但是看到这两个字后 就懒得再搭理这个女人 毕竟 只要丽姐相信自己就够了 至于燕子 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丑而已 与此同时 宝山县最豪华的酒店套房内 一个女人站在落地窗前 脸上带伤 看向叶木的眼眸里 尽数都是木火 这是 刘安 因为陈山的话 她被白海川狠狠地打了一蹦 然后将其一个人丢在了酒店 虽然没有一怒之下说离婚 但嫌弃之意 已经溢于言表 想到下午屈辱的样子 刘安不由地攥紧了手掌 那指甲嵌入肉中 几乎甚险 长吸几口气 十几秒后 她拿出手机 换上一个新卡 然后拨打出去 接通 尾款到账了吗 那边传来一句低沉的男子声音 刘安冷笑一声 开口道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我花了那么多钱 连个人都弄不死 还好意思要尾款 那边愣了几秒 然后开口道 是我亲自开车撞上去的 事后还特意看了一眼 她绝对活不过两个小时 刘安再次开口道 我没必要骗你 人在宝山县医院 已经脱离危险了 那边沉默了一会 然后再次开口道 干我们这行 讲究的就是诚信 没有成功 那就帮你再杀一次 刘安道 这几天不行 有保镖守着 而且这么频繁的动手 很容易让人察觉到问题 缓一段时间再说吧 那边也没有多说 应了一声 就打算挂电话 而此时 却听到刘安再次开口道 对了 还有一个人 好像是个村医 等弄清楚他的资料后 我把地址发给你 找时间把它处理掉 好 那边爽快地答应下来 电话挂断 刘安眯眼看着远处的点点灯火 冷声笑道 挡我路的 要死 得罪我的 也要死 要怪 就怪你自己多嘴巴 危机临近 而陈山却毫无察觉 第26章 村中的麻烦是 一夜过去 第二天上午 陈山吃过早餐 直接去了诊所 如今 陈家沟诊所的名气 算是在附近彻底传开 根本不用自己宣传 就陆续有附近村子的人 前来求医问诊 春莲手里有钥匙 一早就来打算卫生 收拾屋子 倒是让陈山轻松了不少 陈山这人 知恩图报 自然不能看着春莲 一直默默付出 趁着不忙的时候 他找了几本医书 拿给春莲 让齐先看着 毕竟两人现在关系非比寻常 以后还打算让春莲 当诊所的护士 最起码 也要懂一些医学知识才行 春莲结果 翻看了一眼 面色顿时战红起来 这书上的图画 也太那个了吧 陈山探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人体学道图 当时就笑了起来 这是医说 讲的是人体学道 穿着衣服 怎么分辨啊 再说了 当你治病的时候 哪里还分病人是男士女 大城市的妇产科 还有男大夫呢 也对 春莲点了点头 不再乱想 而是认真的看了起来 等到中午的时候 陈山询问春莲学习的情况 结果大出意外 才短短半天的时间 春莲居然把人体的 主要的学位名称和位置 都记在了心里 丝毫不错 要知道 人体学位不仅名字绕口 而且数量众多 错之毫厘 谬之千里 自己从小跟随父亲 学习医术知识 也足足费了好多天时间 才把学道记清楚 这么一对比 春莲完全可以称之为 医术天才 天赋这事 确实存在 就好像民间常说的 老天赏饭吃 这事 别人羡慕不来 反正 自己是捡到宝了 要是好好培养一下 说不定春莲也能成为名医 到时候 把小诊所改建成大医馆 再招点大长腿的护士 把医术发扬光大 也算是完成父亲的心愿了 想到这里 陈山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中午时候没有病人 陈山休息 香莲则是回去做饭 刚走没多久 就又折返了回来 嫂子 咋了 陈山有些奇怪的问道 香莲指着村支部的方向道 有人在村里闹事 你要不要去看看 村支部 陈山想了想 摇头道 我不去了 她不是喜欢凑热闹的人 李富贵 啥 陈山一愣 然后顿时笑了起来 要是这样的话 那还真的需要去看看 当初李富贵承包村里后山 为了方便 找人推翻了白塔 结果把陈山砸伤 导致其半身瘫痪 要不是因祸得福 可能这回还在床上躺着 而作为主要负责人 李富贵根本没有把陈山的病当回事 最后还是村里打了好多次电话 才要回来了几万块钱的赔偿款 但就这么点钱 对于病情 完全是杯水车薪 本来陈山还想着有机会的话 找李富贵好好聊聊 倒不是想再追要什么赔偿 主要是觉得 这家伙为父不仁 想要讨个说法 结果自己还没行动 对方居然主动上门 这倒省事了 把诊所大门锁后 带着春联 一起朝着村支部走去 陈家沟不大 没走多远 就到了村支部的门口 此时附近聚集着不少村民 正在议论 而李富贵和村长 则是在屋里谈事 陈山站在村民堆里听了一回 算是彻底明白 发生了什么 半年前 李富贵和村里谈合同 说要承包后山 开办厂房 给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村长觉得不错 直接就答应了 租金也低到离谱的程度 结果出了陈山这件事 李富贵觉得晦气 直接把合同做碎了 但事事难料 过了半年 家具行情不好 原材料涨价 李富贵亏损了不少钱 又把目光瞄准了陈家沟的后山 再次找上门来 可他这次提出的条件 却有些过分 不仅价格压得格外低 还不打算建厂 只把后山当作一个原材料 铲出基地 村民一听 当时就怒了 原来没有说私自砍树这回事 再加上沉默建厂 可以给村民一个 在家门口挣钱的机会 大家也就默许了 但现在呢 每天砍树乏树 卡车往来 先不说后山会被破坏成什么样子 以后全村 估计都没办法过上安静日子了 只想自己占便宜 不顾别人死活 这怎么行 听完后 陈山顿时笑了起来 这家伙 还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为父不仁啊 行吧 刚好新账老账一起算 想到这里 他轻轻地拍了下春联的手 开口道 嫂子 我去里边找李富贵谈谈 最后两个字 咬得特别重 春联叮嘱一句 李富贵在县里有些关系 你小心点 陈山摇头一笑 朝着里边走去 论关系 现在怕是整个宝山县都没有几个 可以和自己比较吧 村支部的房间内 此时有三个人 两座一站 坐着的是陈家沟村长陈宝全 他快六十岁的年纪 个头不高 头发斑白 陈宝全当了不少年的村长 没啥大的功绩 也没做啥坏事 用一个比较文艺的词来说 就是很中庸 不过能做到他这一步 真的已经很不错 毕竟在许多小说 电视里 村长都是仗势欺人的恶毒角色 而在他对面 坐着一个目测两百多斤的胖子 即便屋里开着空调 还是满头汗水 这是县家剧场的李富贵 而李富贵身后 还站着一个身材高大 肌肉结实的男子 是他的花大价钱 过来的司机兼保镖 陈宝全抽着烟 摇头道 李总 你开的条件太苛刻了 我是真的不敢答应啊 你没看外边村民 都堵在村支部大门口了吗 李富贵从口袋里一个黑袋子 放在桌上 开口道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 这点小事 我相信 村长肯定能处理好 陈宝全一脸为难 犹豫了十几秒 伸手把黑袋子推了回去 今天这事 真的不好办啊 李富贵顿时笑了 然后摇晃了一下手机 半年前 陈村长答应的可很爽快啊 手机屏幕上 是一个转账记录 金额两万 收款人 正是陈宝全 第27章 有几个 臭钱就了不起吗 这是半年前 李富贵给的好处费 以当时谈好的合同 也算是造福村民的好事 所以对于送上门的钱 陈宝全自然也就收了 只是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在现在 拿着实来要挟自己 叹了口气 陈宝全道 我当时确实收了你的好处 但这两万块 最后也没有落到我的衣兜里 后来都给陈山当补偿了 就是村里被施工队砸伤的那个人 李富贵先是一愣 然后笑道 钱给你了 具体用到哪里我可不管 反正今天我就在这里等着 要是村长真的不能签合同 那可别怪 我把这事给说出去 虽然钱不多 但这可关乎着老村长的名声啊 这 被李富贵如此一说 陈宝全的面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这事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如果真的闹出去 确实很难收场 而就在这时 一个人推门直接走了进来 望着李富贵冷笑道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有些为父不仁 没想到 居然连几万赔偿款都舍不得拿出 现在还敢威胁老村长 真以为有几个 臭钱就了不起吗 来人 正是陈山 修炼了新陈粹体的功法后 陈山的视觉和听觉 都比寻常人要敏锐一些 走到门前的时候 刚好听到陈宝全和李富贵的话 此时才知道 原来自己生病期间的那点赔偿款 根本不是李富贵拿出来的 也许当初老村长确实有错 但既然他愿意把钱拿出来 那在自己心中 尤其是李富贵 眼见自己威胁事情居然被人捅破 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他眯眼看着陈山 开口问道 你是什么人 陈山呵呵一笑 教训你的人 话语落下肩 大步上前 踢 抬脚尖 将李富贵连人带椅子踢飞出去 本来他对李富贵就积攒了不少怒火 而看到眼前的情景后 愈发愤怒起来 李富贵被踢得眼冒惊心 他挣扎着爬起来 对着远处的保镖喊道 还愣着干什么 打他 出药室 我负责 李富贵是真的愤怒了 一个小村民 也敢对自己动手 简直不知死活 而听到吩咐 那个身材高大的保镖 也不敢迟疑 举起手臂 朝着陈山冲去 拳头挥舞间 进风呼啸 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要是被这一拳打中 怕是要当场吐血 看到这一幕 陈宝泉下的面色苍白 大声喊道 小山赶紧躲开 而陈山此时 却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 仿佛眼前的事情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不躲不变 远处的李富贵 嘴角上扬 这特么的 就是一个愣头亲吗 甚至已经想到 对方被打翻在地 哀嚎求饶的场景 但下一秒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住了 目光中 当保镖的拳头 即将碰触 陈山腹部的时候 对方终于动了 就看到陈山的身体 向着旁边微微倾斜 在错开对方拳头的同时 肩膀用力 对着这个保镖的胸膛 直接撞了上去 碰 保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被一柄大锤击中 身体剧痛间 朝着后方退了七八步 死 保镖揉着自己胸口 看了眼陈山 然后从旁边拎起一个木凳 朝着他再次冲来 那力量比方才更大了几分 作为保镖 自然不能在老板面前丢脸 要说他这样练过一段时间的人 如果遇到普通人 确实可以横扫碾压 可惜 此番遇到的是学习了神术的陈山 看到对方再次冲来 陈山只是摇头一笑 随后 举臂 出拳 哄 木凳瞬间破开 木屑四剑中 拳头视如披竹 直接砸在了保镖胸膛 将其直接砸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墙体上 满嘴是血 半天都没有爬起来 收拾完保镖 陈山揉了揉手腕 然后朝着李富贵走去 咕咚 看到这一幕 站在远处的李富贵 喉结抖动 后背都瞬间被冷汗打湿 你 你想做什么 我告诉你 最好别乱动 要不然 因为惊慌 以至于说话的时候 牙齿都在打架 陈山呵呵一笑 伸出手掌 对着他一巴掌抽了上去 要不然怎么样 李富贵被抽得头云眼花 色力内人的喊道 还敢动手 告诉你 我和乡派出所的冯所长很熟 你等着吃牢饭吧 用全压我 陈山面色冷漠地再次上前 然后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地抽在了他的脸上 啪 认识冯所长怎么了 啪 真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啪 老子今天还就不惯着你 这几巴掌下去 打得李富贵满嘴是血 脸肿的猪头一般 他满脸惊恐 脸滚带爬的 逃到远处的角落 摸出手机 急忙拨出一个电话 接通 然后带着哭腔喊道 封所长 救命啊 陈家沟的刁民造反了 我快被打死了 你赶紧带人过来吧 打完电话 他躲在角落里 望着陈山吼道 小子 我打过电话了 你完蛋了 今天谁都救不了你 陈宝全在旁边着急的不行 赶紧求情 李总 就是点小事 没必要把乡派出所都惊动吧 年轻人没轻没重 你别和他计较 这边说完 又赶紧扯着陈山道 小山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赶紧给李总道歉 自古明不予官斗 更何况 李富贵和乡里的 冯所长关系不错 要是来的话 陈山肯定要吃亏 但此时陈山的脸上 却看不到丝毫担忧之色 他淡然的在旁边坐下 然后笑道 公道自在人心 不用怕他 陈宝全集的直跺脚 小山 是要吃大亏的 陈山无所谓的摆摆手 村长 你看着就是 我今天绝对要把李富贵 收拾的服服贴贴 哎 眼见着劝不动 陈宝全只能长叹一口气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一会就该后悔了 第28章惹不起 李富贵本来还担心 陈山会再次动手 但发现对方 居然大摇大摆地坐了下来 当即就在内心笑了起来 哼 你就得死吧 等会逢所长来了 看你怎么办 而里边的纠纷 也很快传到了村支部门口 当听说陈山把李富贵揍了一顿后 村民顿觉解气的同时 又替陈山担忧起来 毕竟打人是犯法的 搞不好真的会被拘留 春连翘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都和他说了 不要乱来 怎么还是闹成这样 太莽撞了 现在惹下大麻烦了吧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二十多分钟后 一辆执法车响着警笛 从远处驶来 看到车辆的时候 春连心头一沉 完了 派出所真的来人了 这次也不知道 小山能不能化险为夷 执法车越过围观的村民 在村支部院内停下 车门打开 下来四个身穿制服的人 为首的 是乡派出所所长冯远心 一直守在窗前的李富贵 看到执法车 满心喜色的赶紧冲了上去 来到冯远心身边 他赶紧从身上摸出一盒烟 逃出地了过去 冯所长 你来得太及时了 今天必须好好收拾一下这里的刁民 冯远心没烧一条 不动声色地推开李富贵的香烟 然后开口道 什么叫收拾 这是执法 李富贵把烟收起来 脸上堆笑道 对 对 执法 此时 陈宝全也赢了上来 赶紧打招呼 冯远心带人走进屋内 大致扫尸了一周 看了眼坐在旁边神色平静的陈衫 然后又把目光投向李富贵 怎么回事 李富贵添油加醋地 把事情说了一遍 反正整体的意思就是 自己来谈合同 结果无缘无故 被人暴打一顿 手段极其狠毒 态度极其恶劣 冯远心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其余几个执法队员开口道 人正物正都在 大家都 寻衅滋事 先把人带回去审问吧 几个执法队员应声 就要对陈衫动手 而此时的陈衫顿时笑了起来 就凭他一面之词 就要把我带走 这是不是有些太武端了 冯远心微微眯眼 本来进来的时候 看到陈衫大摇大摆地坐在这里 他就有些不喜 而此时对方的语调 更显得颇为高傲 皱眉间 他再次开口道 具体该怎么做 我心里有数 还轮不到你发问 别的不说 单凭你无故打人这一项 最少也要拘留五到十日 陈衫笑道 你连问都没有问 怎么知道是无故打人 更何况 他身边还有保镖 就算打斗 也是货 这 冯远心有些语节 因为和李富贵的关系不错 此番处理 他确实有失公寓 本来想着 先把陈衫带走 来个下马威 没想到 对方居然如此难缠 挑动了几下眉毛 冯远心再次开口道 别管什么原因 在这里我说的算 把人带走 显然打算直接抓人 李富贵眼里 禁数都是笑容 笑样 跟我斗 玩不死你 一旁的陈宝泉 一脸着急 却不敢随便干涉 眼看执法队员 就要缉拿自己 陈衫开口道 先别着急 让我打个电话 要不然 我怕你会后悔 听到他的话 李富贵一脸不屑 开口嘲笑道 现在知道慌了 哈哈 晚了 还打算打电话求援 开玩笑 你一个小农民 能认识什么大人物 说完后 又望着冯远欣道 冯所长 别打理他 赶紧抓人 冯远欣没有回应 他认真地看着陈衫 作为执法所长 明显可以感觉到 对方眼神里的淡定和从容 这是装不出来的 难道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村民 真的有什么通天手段 思索了几秒 他点了点头 陈衫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齐老哥 现在忙不忙 有个小事 估计要麻烦你一下 那边传来齐长春爽朗的笑声 和我客气什么 有事你直接说 陈衫笑道 在村里发生了点小矛盾 相派出所的人来了 多余的话没有说 但齐长春已经明白 他想了下 随后开口道 相及的我不认识 这样 我给县里 有关部门打个电话 让他们问问 是怎么回事 陈衫倒声谢 然后将电话挂断 其实 如果冯远欣秉公执法 陈衫也不想麻烦齐长春 但按照目前的情景来看 不麻烦确实不行 而陈衫的电话 在李富贵的眼里 又变成了新的笑料 太能吹牛逼了 这是多大的人物 连乡里的所长 都不放在眼里 明显是不想帮忙 随便找了个说辞 结果对方还当真了 简直是傻貌 冯所长 这一家伙 明显就是在装枪做事 别打理他 直接抓人吧 李富贵在旁边再次喊道 冯远欣却没有理会 而是带人在屋内等待了起来 几分钟不要紧 要是真的 惹到不该惹的人 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一分钟 三分钟 这个小青年确实是装枪做事 就在他犹豫 要不要让执法队员 再次动手的时候 自己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一看 冯远欣的额头 顿时冒出一层戏汗 县里的顶头上司 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他赶紧走到一旁 接通电话 几十秒后 他再次走了回来 只是面色异常凝重 就连后背都被汗水打湿 电话里 上司就是简单的询问了 几句最近的情况 然后丢下一句话 作为执法人员 行为处事 一定要公平公正 莫要让百姓有意见 没有提及一点陈家沟的事情 但所指的 却又非常明显 冯远欣现在心事复杂 在官场 不仅要有能力 还要学会揣摩上级的心理 一句话 一个字 甚至都饱含深意 这是 在提醒和敲打自己吗 冯远欣越想越觉得不安 一个电话 直接惊动了县级领导 这人 惹不起啊 他把目光再次投向陈山 犹豫了几秒 然后望着李富贵道 这是其实并不算大 以我的意思 你们最好能私下和解 要不然得话 我只能秉公处理了 啥 李富贵一脸猛逼 这咋突然就变脸了呢 第29章 狗眼看人低 按说 以自己和冯远欣的关系 收拾一个小农民 应该很简单 没道理变成这样 李富贵凑近 压低声音问道 冯所长 这是什么情况 冯远欣面色阴沉 还好意思问 这次被你害惨了 刚才县里领导亲自打了电话 交代我公正处理 这个公正的意思 你懂吗 此时他真的想提李富贵击脚 要不是这个混蛋 自己也不至于如此紧张 死 听到冯远欣的话 李富贵当即倒吸一口冷气 眼前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农民 居然真的认识县里的领导 此时在看陈山的时候 瞬间觉得 对方有些深不可测 难怪刚才那么平静 原来真的是有所依仗啊 所谓商人 趋利避害是本能 在发现陈山有背景后 李富贵当即就粘了 他小心地问道 冯远欣 冯所 你觉得 这是怎么处理才好 冯远欣把他叫到一旁 认真地询问了一番来龙去脉 问清楚后 气得不行 虽然陈山打人在先 但根本的原因 还在李富贵身上 狠狠地教训了李富贵一顿 冯远欣又找到陈山 平易近人 没有一点桀骜的姿态 而陈山抱揍了李富贵一顿 也算出了心头的恶气 此时也没有得势不饶人 一番功夫 双方把条件谈好 李富贵不再追究被打的事情 同时又给陈山 追加了五万块钱的医疗赔偿金 承包后山的事 也就此作罢 反正最后相当于李富贵 不仅白白挨了顿揍 还倒贴了五万块钱 当然 对于李富贵而言 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 他现在对陈山 是真的充满了畏惧 不仅能打 还有通天手段 要是人家真的铁了心想 收拾自己 估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事情结束 冯远欣脸上堆着笑 再三确认 陈山对结果满意后方才 带着执法队员离开 村支部门口的那些村民都傻眼了 李富贵被揍 但搬来乡派出所所长后 不仅没有改变结果 反而被拿捏的 连话都不敢说 就算傻子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不对劲 春连嘴巴张的 几乎可以塞进去一根香蕉 什么时候 陈山变得这么厉害了 村支部内 陈山和陈宝全闲聊了几句 本来陈宝全还担心 陈山会介意 那两万块钱好处费的事 结果陈山连提都没提 毕竟 虽然陈宝全收了钱 但那是人家的私事 更何况 最后还花在了自己的身上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只要以后不再犯错误就行了 带着春连离开 中午吃饭的时候 陈山把那五万块钱拿出来 递给春连 春连看到吓了一跳 你这是做什么呢 陈山笑道 从李富贵手里要的赔偿款 当初你照顾我大半年 这些钱就当辛苦费吧 要是以前 陈山自然不会这么大方 但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他已经积累了不少资金 冯虎的十万块钱还没动 白海川又给了一张三百万的银行卡 不知不觉中 自己已经成了隐形大富豪 如今做事 自然也不用畏手畏脚 陈山诚心感谢 但春连说 什么都不要 毕竟当初照顾陈山的时候 根本没想过钱的事 实在没办法 陈山只好换一个方法 要不这样吧 我下午带你去县里一趟 来点衣服 首饰之类的 就当心意 不能拒绝 要不然 我真生气了 这 看到陈山的样子 春连最终答应了下来 下午 暂时关闭诊所大门 陈山带着春连 朝外走去 两人在村外坐上中巴车 前往县城 中巴车不仅闷 而且慢 到县城的时候 都已经下午三点多了 下车后 陈山抹了一把汗 摇头道 太耽误时间了 看来回头 也得买辆小轿车才行 上次骑长春派车 接自己的时候 没多久就到了县医院 不仅快 而且还舒服 春连在旁边道 一辆小轿车可不便宜 我听说稍微好点的 都要十几万呢 陈山笑道 十几万而已 又不算什么 这话刚好被一个路过的 穿着干脸的女人听到 他打量了陈山几眼 然后开口道 现在的人 张口买车 闭口买房 说得跟好像自己是百万富翁一样 说完后 又看着一旁的春连道 姐劝你一句 这种没本事 又喜欢吹牛的男人 最好离远点 要不然肯定吃亏 陈山当即就无语了 他望着女人道 你凭什么说我在吹牛 女人柳眉挑起 眼睛里戴着一抹无法遮掩的青面 你是乡下人吧 全身衣服夹起来 估计一百块都不到 都穷成这样了 还说自己不是在吹牛 穷不是你的错 但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就真的很悲哀了 我特吗 这是狗眼看人低啊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注香 听到女人这么说 陈山此时心中的那古镜 也被激发了出来 看了一周 刚好远处有一家银行 他指着自助取款机道 我本来懒得和你一般见识 但今天必须让你知道一个词 人不可貌相 走 是不是百万富翁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女人先是一愣 然后顿时笑了起来 装 继续装 行 那我就和你一起去看看 要是你真的能买得起车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你弯腰道歉 他在县城最大的百货商场 服装装柜座店长 平时见惯了有钱人 自认为不会看走眼 就陈山这样的乡下人 能有什么存款 陈山呵呵一笑 带着他朝着自助取款机走了过去 等会可别说你忘记拿卡了 女人此时还不忘调侃 他倒是想看看 陈山能装多久 陈山神色淡然 就这么静止走到了取款机前 从口袋里掏出白海川 送给自己的那张卡 输入密码 操作了几下 他测了测身体 然后开口道 看一下卡里的余额吧 女人脸上 此时还挂着不屑一顾的表情 在他看来 陈山这样的人 最多也就是存个三两万而已 完全没有在自己面前得死的资本 但下一秒 他的表情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那显示页面上的零 似乎有些多啊 第三十张 你们买不起 反复确认是三百万后 女人彻底低下了高傲的头 自己居然看走眼了 可关键是 你一个手里 有几百万存款的人 随便买几套品牌衣服 不行吗 非要穿得这么朴素 这是什么恶趣味 但不管怎么说 自己真的误会 别人了 从自动取款的位置走出来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弯腰向陈山道歉 态度真诚 毕恭毕敬 在宝山县这个地方 卡里能有三百万存款的人 绝对不简单 眼见对方认错 春莲也不想节外生枝 带着陈山离开了 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买衣服 两人拦了一辆拉人三轮车 朝着县城最大的万龙百货商场而去 商场占地面积很大 上下四层 一层是日用百货 二层是平价服装 三层是高档服装 四层则是经营首饰 相连进来后 打算在二层随便买两件衣服 对他来说 平价服装就足够了 结果还不等他去看 就被陈山直接拉到三楼 开玩笑 咱现在好歹也是有钱人 既然买 就要给嫂子买好的 一楼二楼人头攒动 但三楼的人却屈指可数 显然能在这里消费的并不多 天哪 这里的装修真好看 真气派 春莲看着那些奢华的店铺 不断地赞叹着 有些心虚 连脚步都不敢往里迈 这是一种发自骨髓的自卑 陈山以前也没有在三层逛过 自然也不知道 哪家店铺合适 两人在三层转了一圈 看了眼衣服上的吊牌价格 春莲猛的一个哆嗦 三千多 妈呀 太贵了 春莲扯着陈山的手道 这衣服咋那么贵啊 总不至于是金丝银线做的吧 此时 有一个身材高挑的销售员 从里边走了过来 边走边开口道 我们可是高档专卖店 每一件衣服的设计 都出自国内知名大师的手笔 在宝山县 能有资格穿我们衣服的可不多 你们别看了 肯定买不起 话语里带着一股高傲 陈山一脸无语 今天是什么情况 怎么规予到这些势力眼呢 在店铺做个导购而已 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 就在陈山打算反击几句的时候 却发现春莲的眼睛微微发光 望着这个导购激动的开口问道 你是小千 咱们好多年都没见了吧 对方愣了几秒 然后重新打量了一番春莲 开口道 春莲 只是相比较春莲的激动 这个叫做小千的导购 明显冷漠得多 春莲点了点头 扯着陈山的手臂介绍道 小山 说完后 又望着小千道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你 这里的装修那么好 工资应该很高吧 说话间 还伸手摸了摸旁边的一个装饰品 看到春莲的动作 小千赶紧惊呼道 别乱胖 要是弄坏了 你可赔不起 春莲有些尴尬的缩回手 在看小千的时候 眼神里已经多了一丝陌生和距离 停顿了一会 春莲问道 那个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小千的脸上带着一抹得意 我很好啊 老公是公务员 吃穿不愁 多体面 显摆完自己之后 又把目光投到春莲身上 嘲笑道 我听说 你刚结婚没几天老公就死了 现在一个人待在那个穷山村里 日子很苦吧 唉 这都是命啊 对了 好心提醒你一句 这里不是你有资格来的地方 赶紧走吧 省得被人笑话 听着她的话 春莲有些难受 忍不住开口责问道 小千 我把你当朋友 你说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 小千翻了翻眼睛 激笑道 我的朋友都是白领 你一个村里的寡妇 有什么自得当我的朋友 春联期的胸脯抖动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本来以为碰到了昔日的伙伴 可以聊点开心的往事 没想到 却被狠狠地插了一刀 所以说 人都是会变的 当你落魄的时候 谁都敢踩上一脚 陈山在旁边 眉心皱起 本来还以为相认后 对方会改变态度 没想到的是 居然变本加厉起来 摇了摇头 她上前一步 眯眼问道 这么对待客户 就不怕被投诉吗 投诉 小千一脸不屑 我还没投诉你们 耽误我的宝贵时间呢 再说了 你连衣服都买不起 有什么资格自称客户 香巴佬 赶紧走吧 就你们这形象 站在这里 都拉低了我们店铺的形象 眼见发生纠纷 就连过往的顾客 也纷纷驻足看热闹 陈山眯眼 脸上带着一抹冰冷 你早晚会为自己的言行 付出代价的 小千眼睛里的不屑 愈发浓郁起来 代价 太好笑了 你们这些穷屌丝 除了会说几句 不痛不痒的废话 还会干嘛 有本事让店长 把我辞退了 而她话语方才说完 就听到 远处有女人的声音传来 怎么回事 声音里透着一抹不满 听到这句话 本来还趾高气扬的小倩 顿时换了一副嘴脸 赶紧跑了过去 店长 你来得刚好 这两个人没钱买衣服 还乱摸乱碰 我正在向外赶人呢 恶人先告状 被叫做店长的女人柳梅 挑动了几下 想到不久前遇到的事情 开口道 近来就是客人 别以相貌和穿着看人 说不定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陈山和春莲 几人对望 然后都愣住了 陈山一脸无语 这不就是刚才在大街上 向自己道歉的女人吗 居然是这家店的店长 这世界 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小啊 店长看着陈山 然后一脸错愕的扭头 问到小倩 你说的 没钱买衣服的 就是他们 对啊 小倩点头 然后再次嘲笑道 就算咱们店的衣服打一折 他们都买不起 买不起衣服 店长气得浑身发抖 大声喊道 闭嘴 给这位贵宾道歉 立刻 马上 第31章 你被开除了 小倩此时愣在当场 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不可思议的指着陈山和香莲说道 店长 他们就是两个象巴佬 来这里 最多也就是 看几眼 连咱们店里最便宜的衣服 都买不起 你居然说他们是贵客 店长都快被气死了 他一把将小倩推到远处 然后 走到陈山身边 一脸不安的开口道 对不起 是我管理疏忽 影响您的购物体验 还请见谅 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衣服 我可以直接按照内部折扣价 就当道歉赔罪 您看行吗 小倩此时还不死心 在旁边道 店长 他们真的买不起 陈山呵呵一笑 望着春联道 去挑吧 有喜欢的 咱们直接打包 春联有些不安 小山 要不咱们换一家吧 陈山摆手 店长承诺 给我们内部价 干嘛要换 去试衣服吧 说完 自己静止 走到店内休息区坐下 拿起一份杂志看了起来 店长赶紧给陈山 冲了一杯咖啡 然后又亲自 陪同春联试衣服 忙前忙后 态度恭敬 周围那些围观的人 议论纷纷 这看起来 也不像有钱人啊 要是是到最后不买 那就搞笑了 这也不一定 你没听说一些 南方的有钱人 就喜欢穿着 拖鞋裤衩出门吗 可咱们这里 也不是南方啊 到底能不能买得起 一会就知道了 小倩站在门前 嘴角挂着冷笑 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都觉得 陈山是在故作姿态 他是知道陈家沟的 一个破山村 人均年收入 连三千元都不到 要是能买得起 店里的衣服 才真的见鬼了 店长也真是的 不看看对方是什么人 都直接招呼 等到他们一会 买不起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赶人的决定 是多么正确了 在店长的陪同下 春联连续试了 好几套衣服 都说人靠衣上马靠鞍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春联本来就很好看 如今穿上这些 专卖店里的衣服 显得更加美艳动人 那贴身的裁剪 完美地勾勒出 他身材的曲线 高耸的胸部 圆润的美臀 纤细的腰肢 修长的大腿 仿佛突然间换了一个人扮 就连店长都忍不住赞叹 先生 您太太这么随便打扮一下 比那些美女明星都要好看 听到他这么说 春联的脸顿时占红了起来 本来还想解释 但看陈山没有反应 到嘴边的话 又尽数验了回去 毕竟女人都有虚荣性 要是小山真的是自己老公 那该多好 春联把选好的衣服 都穿给陈山看了一遍 然后问道 小山 你觉得哪件好看 陈山笑道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要不全部买了吧 啊 春联一愣 然后赶紧摆手 不行 不行 陈山带着一抹霸气开口道 这有什么不行的 几件衣服而已 来人挣钱 不就是给自己心爱女人花的吗 听到陈山的话 春联的心都快要融化了 这么多年 她第一次体会到被爱的感觉 简直是太美妙了 而围观的一些女人 更是双眼发光 更有甚者 还伸手掐了掐自己的男人 看看人家 多舍得 多霸气 什么时候 老公也能花这么多钱 给自己买衣服 而站在门口的小倩 此时依旧不死心 冷声笑道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这几套衣服可不便宜 一会知道 价格就该傻眼了 店长狠狠地瞪了小倩一眼 然后有些头疼地 走到陈山面前 低声问道 先生 您确定这几套都要吗 陈山点头笑道 既然可以用内部折扣 肯定要多买几套啊 能省下不少钱呢 听到她这么说 店长愈发郁闷起来 毕竟店里 内购的名额并不多 一般都是留给尊崇客户使用的 陈山买得多 那自然要占用日后的名额 可自己都已经承诺过了 自然不能反悔 想到这里 她对小倩的愤怒 又多了几分 要不是她 自己哪里需要如此为难 轻轻地叹了口气 店长拿着计算器 您要刷卡吗 陈山点了点头 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银行卡 然后看了眼 站在门口的小倩道 我现在应该算 你们店的顾客了吧 都说顾客是上店 但我这次的购物体验 可真的一点都不好 这是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这 店长看了眼陈山 又看了眼 站在门前的小倩 想了下 然后大步走到小倩身边 一把将她的公牌扯下 指着门外斥责道 按照公司的规定 你被开除了 啊 小倩面色瞬间变得苍白起来 这个工作 可是她脱了好多关系 才争取来的 不仅工资高 而且还轻松 更主要的是 还可以结识有钱人 说出去特有面子 至于她口中所谓的老公 是公务员 住大房子之类的话 都是胡扯的 事实上 她现在的信用卡里 还有好几万的欠款需要偿还 要是真的丢了工作 连基本生活都是问题 想到这里 她吓得直接哭出声来 扯着店长的手道 店长 我错了 我知道自己态度不好 可他们真的没钱啊 你别被骗了 到现在 还试图再挣扎一下 店长摇了摇头 带着怜悯的眼神 看了她一眼 然后拿着陈山的银行卡 走到了刷卡机前 输入金额 轻轻一刷 然后 店内的音响 顿时传出清脆的声音 到账 一万两千元 周围的围观者 齐齐看向陈山 要是在大城市 花一两万买衣服 确实不算什么 但这里只是一个小县城啊 能面不改色 花一万多块钱 买下装的人 真的不多 看来 眼前这个奇貌不扬的青年 真的是一个隐形富豪 而此时的小倩 神色呆滞了几秒 然后 扑通一声 直接瘫倒在地 完了 这次是真的完了 第32章 夜市上的风波 陈山让春莲 直接穿上一套新衣服 又将剩余几套打包装好 然后在店长的目送中 离开店铺 至于小倩 她看都没有再多看一眼 大家都是成年人 做错事 就需要付出代价 买完衣服后 陈山又带着春莲 在别的店铺逛了起来 那些导购 看到陈山手里 提的奢侈品袋子 眼睛当时就放起光来 一口一个 哥 叫的那叫一个亲切 有些大胆的导购 更是借机偷偷靠近 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用自己的高耸 摩擦着陈山的手臂 弄得陈山都有些不自然 笑评不笑娼 这就是如今的社会 很现实 很残酷 一圈逛完 陈山手里 又多了五六个袋子 春莲看着这一大堆的奢侈品 整个人的眼睛里 都是恍惚之色 准确来说 就连做梦都不敢幻想 这样的场景 小山 谢谢你 春莲看着陈山 翘脸带着一抹潮红 陈山笑道 这有啥好谢的 只要你喜欢就好 两人从商场出去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晚饭的时间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陈山建议道 春莲看了眼天色 然后迟一到 要是再吃饭的话 估计都没有回村子的中巴车了 陈山白手笑道 打个出租车回去不就行了 要是不想回 咱们在县里住一夜也行 说完后 又把目光投向春莲 开口笑道 话说 这都好几天了 你亲戚也该走了吧 春莲翘脸再次红了起来 然后用蚊子般的声音开口道 走了 陈山顿时笑了起来 然后 趁着周围没人注意的时候 伸手在春莲的翘臀上摸了一把 手感极好 啊 春莲发出一声低喘 身体发软 仿佛有一股电流滑过 连带某个位置 都湿润了几分 他娇春的看了眼陈山 然后低声道 别乱摸 这是大街上 陈山哈哈一笑 凑到春莲耳边道 摸我自己的女人 别人管不着 春莲浑身发烫 坏蛋 晚上让你摸个够 呼 一句话 差点让陈山支起小帐篷 两人嬉闹了一会 然后走到一个宽敞的广场附近 这是宝山县的夜市广场 夏天很热闹 此时已经是傍晚 周围的大树上 拉着彩灯 远处一个大屏幕上放着电影 周围则是各种烧烤摊 肉香阵阵 很是诱人 在这吃点 陈山问道 行 春莲点了点头 两人找了个 还算安静的角落坐下 陈山去一旁的摊上点菜 而春莲 则是坐在位置上等待 要说春莲本来就很好看 此时被一番打扮后 更是光彩照人 尤其是在这片夜市里 简直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哪怕坐在角落里 也引来不少人的目光 春莲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此时又无可奈何 好在陈山 很快就点完餐回来了 两人对坐 一会功夫 一份份的烧烤 凉菜端到了桌上 又点了六瓶啤酒 两人直接吃喝起来 夜色弥漫 灯光闪烁 在远处还想着悠扬的歌曲声 氛围感十足 酒不醉人人自醉 不过才喝了一瓶多啤酒 但在这样的情景之下 春莲的眼神 就已经开始泛起丝丝春意 尤其是那对高耸 在灯光下 显得愈发诱人 嫂子 都已经这么晚了 要不咱们别回去了 陈山咽了下口水 开口道 春莲此时 显然也有些动情 娇羞的点了点头 呼 终于可以深入浅出的 和嫂子好好交流了 想到这里 陈山觉得自己的呼吸 都有些急促 良辰美景不能错过 他叫来服务员 结账完毕 就要带着春莲离开 而此时 旁边却走来几个 满身酒气的混混 这几人都光着膀子 身上还纹着狼头 黑蛇之类的纹身 看起来凶神恶煞 普通时刻 甚至都不敢多看几眼 毕竟在这样的场合 仗着点酒镜 打架斗的事情 屡见不鲜 几人喝得不少 走几路来摇摇晃晃 春莲没在意 刚起身 就被走在最前面的混混状上 身子清斜 要不是陈山眼疾手快 绝对要当场摔倒 怎么走路的 没看到有人吗 陈山眯眼则问道 卧槽 这个小兄弟 说话很掉啊 老子平时就是这么走路的 怎么 不服 撞人的混混 眼睛一横 说话间身上的肥肉抖动 气势十足 光哥 光哥 这妞正点得很啊 就在这时 其中一个混混看到春莲 眼睛当即直了 一脸兴奋的 拍着前面的混混开口喊道 正点你麻痹 没见过女人啊 被叫做光哥的混混骂了两句 但当看向春莲的时候 面色也顿时变化了起来 乖乖 还真是美女 这胸脯 这屁股 这长腿 卧槽 极品啊 此时 他们几个也顾不上陈山 而是把目光尽数聚集在了春莲的身上 尤其是光哥 双眼几乎喷火 还用手不断地揉着自己的裤装 那样子 似乎现在 就想把眼前的美女扒光 好好蹂躏一番 春莲被他们 看得浑身一颤 赶紧躲在了陈山的身后 眼看着这群人不怀好意 陈山的神色 也逐渐冰冷下来 而眼前这几个混混 不仅丝毫没有察觉 反而笑得愈发放肆起来 光哥盯着春莲鼓囊囊的胸脯 色眯眯地开口道 兄弟 你马子不错 借哥哥玩会咋样 放心 保证很温柔 陈山眼睛眯起 淡淡开口道 老寿星吃劈霜 找死吗 嗯 听到陈山的话 光哥嘿嘿一笑 伸手从旁边 拎起一个空啤酒瓶 对着桌面一颗 瓶 瓶底破碎 光哥握着的瓶子上 尽数都是锋利的玻璃茶 他晃动了一下 然后开口道 兄弟有些不识抬举啊 今天这马子 我完定了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要么滚蛋 要么被捅一个血窟窿 自己选择吧 眼见这样的情景 周围的时刻 吓得纷纷躲到一旁 店家本来还想开口劝架 但却被光哥一个眼神 吓退了回去 前不久 就有一个男人因为纠纷 被光哥捅进了医院 这样的狠人 谁敢招惹 眼前这个小伙子遇上 只能自认倒霉 第三十三章 这家伙 坏死了 酒 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在酒精的作用下 许多贫宿不敢出现的情绪 都会浮现出来 别人常说 酒壮耸人胆 耸人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 将打架斗殴 当作家常便饭的几个混混 此时 在光哥几人的眼里 只有一个宛如羔羊般 等待品尝的御人 至于陈山 完全被忽视 夜市上的围观者 小心地聚集在远处观望着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陈山的决定 三 光哥已经开始倒数 灯光下 他的表情 显得是那么的猙獰 仿佛一头 欲要是人的野兽 而陈山此时 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当看到他这个样子的时候 几个混混 顿时大笑起来 闭眼 在很多时候 会被看作认输的象征 给人一种眼不见为尽 你们随意的味道 周围人则 结实摇头 但又表示理解 毕竟 爱情再好 也不如自己的命之前 从理智的角度来讲 此时退让 然后找机会报警 才是最佳的选择 算你小子实确 光哥不在茶树 而是笑着走向前 伸出手朝着春莲抓去 此时已经想到 将眼前女人丢在床上 摆出十八个姿势玩弄的情景 但 下一秒 突然有一股冷气 从旁边传来 很突兀 以至于让她的脚步 都停止下来 转头间 正好与陈山对视 此时 陈山的眼睛 已经重新睁开 在她眼瞳深处 仿佛有一抹赤红的气流 在转动 宛如一簇火焰 欲要喷涌而出 灼烧天界 一直以来 陈山都喜欢与人为善 但这并不代表 遇到麻烦 她会忍气吞声 我不犯人 但犯我者 必须要付出代价 这就是我的准则 嗯 光哥皱眉 很危险 很可怕 以至于让她的嘴唇 都有些发干 光哥 愣着干嘛呢 赶紧把这牛带走啊 身后的一个混混 还不清楚状况 在旁边催促到 光哥摇了摇头 妈的 老子这是怎么了 居然会被一个 小子的眼神给吓到 她压住自己心头的不安 再次伸手 朝着春莲抓去 而就在这时 陈山动了 只见她探手一抓 直接扯住光哥的手臂 然后用力一抡 碰 就看到光哥的身体 在空中滑出一个圆弧 然后如破布袋斑 狠狠地砸在地上 那种皮肉撞击水泥地 产生的剧痛 让光哥有种 骨头散架的错觉 所有人都梦了 光哥的体重 最起码也有160斤 但在这个青年的手里 却好像玩具般被摔飞 这力量 也太吓人了吧 卧槽 敢动手 弄他 剩下的几个混混健壮 顿时愤怒起来 齐齐拎着拳头 朝着陈山冲来 陈山摇头冷笑 右脚抬起 直接将最前面的 一个混混踢飞 撞击在远处的餐桌上 摔得头破血流 再然后 大步上前 双拳齐出肩 直接砸到另外两个 混混的脸上 两人鼻梁断裂 鲜血直流 捂着脸 蹲在地上哀嚎起来 所有人都被 陈山的手段惊呆了 这是特种兵吗 太牛掰了 光哥满脸是血的 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周围的情景 然后摸起旁边的碎酒瓶 指着陈山吼道 你腾磨得找死呢 陈山呵呵一笑 这家伙连冯虎都不怕 会怕你这样的小混混 看到陈山面无巨色的走来 光哥也猛逼了 见鬼了 这家伙连命都不要吗 恐慌之下 光哥觉得自己 握着啤酒瓶的手 都在颤抖 眼看陈山越走越近 光哥再也承受不住压力 怒吼一声 拎着碎酒瓶 朝着陈山冲去 小山 小心啊 春莲在旁边紧张的喊道 其余围观者 也暗自替陈山捏一把汗 但下一秒 就看到陈山手臂抬起 用力一拧 咔嚓 光哥手腕变形 手里的碎酒瓶也落在地上 整个人顿时惨好起来 陈山也没有手下留情 从旁边拎起一个啤酒瓶 直接砸在光哥的头上 头破血流 碎茶飞舞 在这之后 陈山又顺手将啤酒瓶 捅进了光哥的小腹 场面积极泄性 当然 作为医生 陈山下手还是有分寸的 也就是让光哥躺在床上几个月 还不至于死亡 滚 陈山低喝道 几个混混 此时也知道自己遇上了狠人 半句废话都不敢说 架着满身是血的光哥 无比狼狈地朝着远处逃去 现场一片狼藉 周围安静了十几秒 然后爆发出如雷般的欢呼声 光哥这几个人 在夜市滩附近 横行霸道好几年 大家一直敢怒不敢言 而这次 陈山算是替所有人出了一口恶气 用清水洗了洗手 陈山拿着东西 带着春莲离开 嫂子 刚才没吓到你吧 路灯下 陈山开口问道 春莲道 我的承受力可没那么变 说完后 又顿了一下道 不过你刚才出手 是不是稍微狠了点 陈山想了想 反问道 你听过狼和刑伤的故事吗 春莲摇了摇头 陈山笑道 我在一本书上看过这个故事 有一对刑伤在森林里赶路 结果遭遇了一群恶狼 有人建议把食物丢给狼 结果不仅没有摆脱狼的追赶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狼 这时来了一个猎人 一枪打死了头狼 狼群顿时四散 所以说 对恶人不能慈悲和妥协 要不然 他们只会变本加厉 春莲一脸崇拜的看着陈山 小山 我没发现 你不仅医术好 连学识居然也这么渊博 太厉害了 陈山白手笑道 我可不敢说 自己学识渊博 不过要是真的说起来 确实有另外一些 可以称得上渊博的地方 嗯 春莲有些好奇 什么地方 陈山黑黑一笑 递大雾博 春莲眨了眨眼 愣了几秒后方才 第34章 以前叫嫂子 现在让嫂子叫 天色愈发黑暗 陈山看着远处的街道 然后开口问道 嫂子 现在肯定没有返回村子的中巴车了 你说 咱们是打出租车回去 还是在县城住一夜 春莲满脸红侠 低声开口道 打出租车回去的话 肯定很费钱 要不 话语没说完 但意思已经十分明显 陈山瞄懂 嘿嘿一笑 拉着春莲的手 朝着远处一家快捷酒店走去 大厅内 春莲有些害羞 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陈山一个人去订房 但 最无语的事情出现了 那就是 他没有带身份证 毕竟这次来县里 原本想的是给香莲买点衣服食品就回去 一开始 真的没朝住酒店这方面想 问了春莲 对方也没有带 这就很悲催了 这就好比正打算干那啥 结果 皮带一直解不开 是一个道理 静单物事啊 这次是真的忘记带了 要不你帮我想个办法解决下 行不 陈山问道 前台客服 江湖救急呀妹子 客服摇头道 对不起先生 现在有明文规定 入住酒店 必须要使用实名信息登记 我特骂 陈山挑眉间 伸出一根手指 加一百 客服美女愣了下 然后带着一抹犹豫开口道 原则上是真的不行 陈山又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 客服美女眼神开始闪烁起来 明显在做剧烈的心理斗争 而陈山直接伸出一个巴掌 五百 呼 客服美女的眼睛顿时亮了 要知道 她一个月的工资 也不过才三千块钱而已 她朝着周围张望了几眼 趁着没人 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张身份证 在电脑上操作起来 很快 房间就开好了 陈山按照正常价位 支付房间费 然后把五百块钱的好处费 单独支付给客服美女 而在支付的时候 客服美女低声开口道 先生 要是你在家五百块钱 我还可以额外提供一些其余的服务 保准你满意 说话间 还眨了眨眼睛 生怕陈山不理解 陈山此时一脸猛逼 她看了眼客服美女 然后指着远处的春联问道 你觉得我还需要其余服务吗 妹子 咱自带的有好布 客服美女笑道 其实双星半月的感觉 也很不错呀 再说了 你要是这次不需要 下次也可以提前预约啊 对于他们来说 伺候眼前的精壮小青年 肯定要比那些油腻大叔 要舒爽得多 死 陈山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 还可以预约 现在酒店 玩得都如此花吗 简直刷新自己的三观啊 陈山拿着房卡 摇了摇头 带着春联走进了电梯 事情解决了 还有意外收获 此时还在感慨 有钱的感觉 真好 这叫好比人家说的 钱 可以解决人生中 99%的烦恼 而剩下的1% 需要更多的钱去解决 刷卡 进屋 开灯 房间不大 但布置得很温馨 整体是粉红色调 床头旁 还插着两只玫瑰花 不远处的小音响里 播放着轻柔的歌曲 再搭配上淡淡的灯光 那种暧昧的氛围 瞬间就凸显了出来 把房门繁琐 两人对望 望着春莲那曼妙的身材 陈山情不自禁地咽了下口水 那个 孝山 我 我先去吸血 你等一下 别看春莲平时表现得挺大胆 可在这样的情景下 也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陈山点了点头 春莲换上拖鞋 低头走向浴室 陈山打开电视 里边的节目很精彩 但他此时却无心观看 目光早就被浴室的风景所吸引 浴室使用的是那种磨砂玻璃 透着光线 隐约可以看到 一句曼妙的郊区 再来回晃动 以前的时候 曾经听人说过 若隐若现 才最是要命 陈山一开始不懂 而现在顿时明白了 只上得来中绝浅 觉知此事要攻行 古人成不起我呀 春莲洗了大约十几分钟 方才裹着浴巾 从里边走出来 看到他的样子 陈山比血都差点流出来 此时的春莲 肩膀裸露 向下明显可以看到一部分雪白的高耸 那双长腿 完美无瑕 其上还带着点点水渍 黑色的绣发散落下来 身上散发着 阵阵沐浴露的花香 让人迷醉 要不你也洗洗 香连面颊通红 低声说道 哎 语人真麻烦 陈山咽着口水 直接跑到浴室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就裹着浴巾冲了出来 那姿态 猴急猴急的 看到他的样子 春莲倒是轻松了许多 开口笑道 肉都在碗里了 早晚能吃到嘴里 那么着急做什么 陈山坏笑道 肉可不在碗里 是在床上 再说了 我都饿了那么多天 肯定着急啊 不管了 先吃几口再说 话音落下 直接冲到春莲身边 拉住浴巾 轻轻一扯 刷 一具绝美的身躯 顿时毫无遮掩地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硕大的高耸 纤细的腰肢 修长的大腿 再配上那如雪般的肌肤 此时的春莲 就好像一株散发着 致命味道的因素 又要让陈山窒息 哼 陈山就觉得 有一股火焰 从自己的内心升起 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 口干舌燥 无法把持 他解开自己的浴巾 伸出手掌 直接抓住了 那无法掌控的高耸 啊 春莲双眼迷离 红唇微张间 发出一声低喘 整个人的身体 在此时瞬间都软了下来 他趴在陈山的身上 两人紧紧地贴在一起 空气中的味道 在此时都变化了起来 咕咚 陈山咽了下口水 直接抱起春莲 将其放在了床上 月色如水 佳人如画 小山 嫂子好难受 要了我吧 春莲媚眼如丝 说话间都带着娇喘 那身体里涌出的湿润 将床单映出一片水子 陈山喉咙冒火 要 必须要 在这一刻 他提枪而起 朝着前方用力一挺 啊 小山 春莲口中 发出梦一般的声音 双手更是紧紧地抓住床单 整个人仿佛触电一般颤抖着 享受着那种难以描述的快乐 小冤家 以前叫嫂子 而现在 终于让嫂子叫了 第三十五章 简直让人飘飘欲仙 次日清晨 阳光透过窗户 照射到床上 一片狼藉 春莲半裸着身体 依偎在陈山的怀中 脸上还带着满足后的潮红 陈山动了动身体 胸膛与春莲的高耸摩擦 人欲静而肉不止 那种抖动 让陈山心头再次火热起来 他手掌伸出 一把握了上去 春莲轻颤一声 整个人顿时再次软了下来 小山 饶了我吧 嫂子真的扛不住了 昨夜陈山连续奋战了三次 每次都五十分钟以上 最后都快把香莲 弄成一滩烂泥了 这才好不容易恢复点了力气 这冤家居然又咬 生产队的驴 都没有这么大的精力吧 陈山黑黑一笑 手指用力了几分 嫂子昨夜不还很嚣张吗 这才大战几个回合 都不行了 春莲面红如霞 嫂子哪里知道 你这么厉害 这次是真的认输了 陈山手掌继续下滑 越过小腹 在里边狠狠摸了一把 然后笑道 嘴里说着不行 但身体可很时尚啊 春莲顿时休地闭上眼睛 一场早操 坐了足足半个多小时 春莲此时算是彻底怕了 两人躺在床上 春莲喘着气 用手指轻轻地 在陈山的胸膛上画着圈 陈山喝了口水 然后望着春莲道 嫂子 你现在也算是我的女人了 以后干脆直接住到我家算了 省得来回折腾 尽麻烦 春莲一听 赶紧坐了起来 身上的薄被滑落 那高耸上 还带着疯狂厚的红痕 她扯了下被子 重新把自己的身体掩盖了一下 然后道 这肯定不行 嫂子是寡妇 你是小伙子 要是咱们真的在一起 你肯定会被村上的人 偷偷指几两骨的 陈山摇头道 我不介意 春莲道 可嫂子介意 其实能和你有这样的关系 嫂子就已经很知足了 我也不求什么名犯 你以后该干嘛干嘛 只要以后 心里有我一点位置就行 其实 自从上次合力和陈山眉来眼去后 春莲就想了好多次 说不自私是不可能的 如果陈山真的只是 一个普通的小村医 也许春莲确实会生起 将其独占的念头 但现在不同 虽然陈山身体 才恢复没多久 但表现出来的潜力 却已经超过了寻常人的想象 甚至以后 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都无法预知 春莲是个寡妇 能和陈山发展成这样 就已经心满意足 至于别的 她真的不敢奢求 就像有句话说的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陈山再次劝说了一番 但是春莲执意不同意 最后只得作罢 但不管怎么说 此时春莲已经成了 自己的女人 哪怕她真的不要名分 陈山也不能亏待对方 毕竟 穿上裤子不认账的事 她真的干不出来 一直休息到中午 两人方才退房 在离开的时候 春莲还没有恢复过来 走路都是一蹶一拐的 看着昨天的那个前台美女 背驰咬着红唇 一脸羡慕 走出酒店 陈山指着远处道 我现在是又累又饿 要不找个饭馆吃点东西 春莲点了点头 两人朝着附近的 一家餐馆走去 不过在半路 却发现一个六巡左右的老人 衣衫脏屋的 坐在路边台阶上 眼神昏花 嘴角流着咸水 一看精神就不正常 这老人 不会是走丢了吧 咱们要不要帮忙报下警 春莲心底善良 开口问道 报警吗 陈山看了老人几眼 思索要不要出手 帮其治疗一下 以自己现在的医术 应该不是问题 只是 自己和这个老人 无亲无故 谁也不知道 治疗后会不会出现什么 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万一缠上自己 就麻烦了 毕竟 现在好人真的不好做 可做事不理的话 又觉得良心有些不安 而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远处突然有一个 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青年 大步跑了过来 看上去大约二十多岁 神色焦虑中 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 当看到这个青年的时候 陈山身体猛的一颤 这是 王超 又仔细地辨认了一下 确定无疑 这可是当初 他上高中时候的好哥们 当时关系好到吃一晚饭 睡一张床的地步 那段时光 才是真正纯洁的友谊 可惜高中毕业后 就再没有了联系 毕竟那个时候的孩子 可买不起手机和电脑 本来以为 两人这辈子 都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里遇到 陈山脸上挂着笑容 就要开口打招呼 但是下一秒 他的笑容 却僵固在了脸上 在其目光中 就看到王超 静止来到那个 有些痴呆的老人面前 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 怒声吼了起来 你不知道 自己老年痴呆吗 还往外跑 想把我累死是不是 那生意 歇斯底脸 老人被抽了一巴掌 望着王超 无助的哭了起来 委屈的孩子一般 而这动静 自然也引起了 不少路过人的注意 纷纷驻足 指指点点 儿子打老子 太过分了 是啊 老人就算有错 也不能这样 啊 逆子啊 家门不幸 毕竟 在龙国 以孝为先 养儿为防老 父母操劳一辈子 养儿育女 无怨无悔 可到老 换来的是什么 看到这一幕 陈山的笑容 变成了冷漠 从细节看人品 他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曾经的好兄弟 居然会变成这种模样 别人也许可以看个热闹 增加个笑谈 但陈山此时 只觉得心凉和失望 必须做点什么 摇了摇头 陈山迈步朝前走去 小山 你怎么了 春莲明显感觉到 陈山的状态不对 有些奇怪的问道 陈山头也不回地开口道 有口气憋在心里 不发泄不行 话语落下后 他已经走到了 王超的不远处 而此时的王超 也终于看到陈山 他眼中带着欣喜 伸出双臂 兄弟 好久不见 啪 陈山举臂 一巴掌抽了过去 直接将王超抽翻在地 第36章 枕筋 一顿饭 几秒之后 王超捂着脸 重新站了起来 一脸猛逼 他有些搞不懂 昔日的兄弟 刚见面 为什么会直接抽自己一个耳光 而此时 那个老人也不哭了 而是直接站起来 脸上带着怒气的看着陈山 双手挥舞 给人一种 要抱走陈山的记事感 陈山心头有些悲凉 都这样了 还想着替儿子撑腰 王超把老人拉到一旁 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看了眼父亲脸上的纸痕 神色里 弥漫着一抹悔意 似乎有些明白 陈山为什么要打自己了 这是你吧 陈山用纸巾擦着了擦自己的手 淡淡的开口问道 王超点了点头 以前干活 从半空中摔下来 伤到了脑子 好几年了 这次我出去工作 他居然偷偷跑了出来 让我找了好久 都快被老板骂死了 说话间 还伸手帮父亲 打了几下衣服上的灰尘 此时倒是有些真情流露 陈山抽了王超一巴掌后 心情也舒坦了一些 开口道 每个人都不容易 但不管怎么说 动手打自己父亲 终究是不对的 王超双眼泛红 伸出手掌 抹了一下眼眶 然后点头道 嗯 你说的对 这实是我做错了 说完后 看了眼旁边的餐馆 开口问道 你还没吃饭吧 好不容易见 走 是我请你喝酒 这 陈山本来还想拒绝 但王超一手扯着自己的父亲 一手扯着陈山朝餐馆内走去 一点都不给拒绝的余地 也就是在此时 陈山才发现 王超的力气 好像比普通人大得多 看到他们的样子 春莲犹豫了下 也跟了上来 这是 弟妹 王超此时才看到春莲 开口继续道 你小子有福气啊 春莲红着脸低下头 而陈山也没有解释 几人一起走向餐馆 王超拿着菜单看了几眼 脸上顿时露出难堪的表情 但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把菜单递给陈山 来 点菜 看看有什么自己喜欢吃的 别跟我客气 陈山如今的目光何其敏锐 早就看出王超有些心口不一 他拿着菜单看了几眼 里边的菜品也不算特别贵 不过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推了回去道 我不饿 你随便点两个菜就行了 这 王超又把目光投向春莲 春莲也摆了白手 看到两人都这样 王超方才笑道 那我就自作主张了 那个 我爸的血脂高 不能吃肉 要不点几个素菜吧 话语间 带着一抹不好意思 不过 看到陈山和春莲 没有说什么 这才松了口气 等了一会 几个素菜端了上来 王超又买了瓶二锅头 一桌韭菜 很廉价 廉价到饭店的员工 眼神里都有些不屑 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王超倒了三杯酒 两杯多的 给陈山和自己 少的那杯给自己父亲 吃饭 喝酒 过程中 王超的手机响起 他拿着手机 去旁边接了几十秒 他将自己杯里的酒喝完 吃了口菜 然后自嘲地笑道 兄弟 说真的 我觉得自己现在挺失败的 父亲这个样子 大哥 大姐 能躲多远躲多远 平时连个面都不露 别人都说 小儿子得宠 可我有啥 我爹病的这些年 把家里的钱花得一干二净 最后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我不仅要照顾父亲 还要跑出去赚钱 你知道多难不 顿了下 又继续道 因为父亲的事 我已经连续弄丢三份工作了 这次好不容易重新找到了一份 结果任务还没做完 就听到父亲偷偷离开家走丢的消息 所以 刚才没能控制住情绪 让你笑话了 听完他的话 陈山轻轻地叹了口气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也就是在此时 陈山才知道 自己终究有些武断了 是啊 都说酒病床前无孝子 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讲 王超能做到这样 确实不容易 一边吃 一边聊 也许是苦楚压抑的太久 太多 所以 一顿饭下来 基本上都是王超在说 陈山和春莲在听 那惊烈 听得春莲都在偷偷抹眼泪 毕竟别人在王超这个年纪 还处于衣食无忧 父母呵护的状态 而他却要早早担起家庭的重担 饭菜吃完 陈山要结账 但却被王超拦了下来 拉扯了几下后 陈山最终放弃了 这顿饭不值几个钱 但却是王超最后的尊严 但他结完账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陈山坐在自己父亲的身边 正在帮起诊卖 兄弟 你这是在干嘛 王超一脸疑惑 陈山笑道 你忘了 我家是开诊所的 这 王超有些尴尬的开口道 是开诊所的没错 可关键的问题 是村医啊 他父亲这病 县里 市里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 陈山又能干啥 听到他的话 陈山呵呵一笑 然后道 如果我说 可以把你爹的病治好 你信不 啥 王超摇晃了几下头 有些诧异的开口道 兄弟 你确定没喝多 这是在逗我玩的吧 陈山摇头 我从来不会在这种事情上 逗自己兄弟 只要你信得过 我保证你爹神之 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这 王超神色恍惚了几秒 然后突然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道 兄弟 你要是真的能把我爹的病治好 以后我就给你当牛做马一辈子 信誓旦旦 真情流露 陈山赶紧把王超掺起来 然后道 都是自己兄弟 这么说就太见外了 放心吧 这是包在我身上 不过伯父病的时间有些久 可能需要治疗三次 才能除根 王超面色大喜 别说三次 只要能除根 三十次都行 说完后 似乎想到什么 有些不安的再次问道 就是这枕筋 吃完今天这顿饭 他真的已经身无分文了 陈山伸手在王超的肩上拍了一下 然后望着桌面上的饭菜道 这顿饭 就是枕筋 王超愣了几秒 然后 一米八的汉子 哭得气不成声 第37章 畜生 陈山出门 在附近销售医疗用品的地方 买了一盒银针 然后返回饭店 让王超父亲做好 然后将银针取出 用酒精简单的销下毒 带着陈山的动作 有些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用针治疗 而且 刺的还是头部 万一出咬事 该怎么办 但转而再想 自己父亲 已经变成这样 再坏 估计也坏不到哪里去 既然陈山说可以治疗 那自己不妨信他一次 陈山此时心无旁骛 第一根银针刺下后 又拿起第二根银针 手腕一抖 银针带着丝丝寒光 刺入前顶穴 紧接着 是第三针 第四针 手起针落 丝毫不差 这四针落下后 有淡淡的白气 从其头顶散发出来 王超父亲的面色 也变得一片通红 那状态 好像进入争拿房一样 而陈山在此时没有停顿 而是伸出手掌 用指尖按在病人的脊椎之上 寸寸上移 一直移动到后颈的位置 然后 手指用力一压 扑 王超父亲 发出一声闷哼 直接喷出一口黑紫色的血出来 不好 看到这情景 王超心头一颤 赶紧搀扶住自己的父亲 此时还在懊恼 都怪自己太心结 把父亲交给陈山治疗 结果支吐血了 王超让父亲重新坐稳 然后望着陈山道 兄弟 算了吧 你已经尽力了 在他看来 陈山此番治疗肯定失败了 只是对方也是一片好心 自己也没办法责怪 而在他话语方才落下 却听到身后传来一句颤巍巍的声音 小 小超 嗯 王超身体一颤 骤然回头 此时才发现 父亲的眼睛居然重新恢复了神采 整个人的状态明显和原来不太一样 爹 你 你认出我了 王超说话的时候 因为激动 声音都在颤抖 自从父亲受伤 已经很多年没有叫过自己名字了 王超父亲点了点头 虽然动作很艰难 但比起以前的痴呆状况 不知道强多少倍 王超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眼中带泪 随后 他再次转身看向陈山 一脸激动地开口道 几针下去 就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厉害 兄弟 神医啊 陈山笑了笑 伸手把四根银针收回 然后开口道 我刚才用针法和手法配合 将那些拥堵的血管和经脉 重新打通 通则顺达 不过 你父亲病情积攒的时间有些长 明天 后天再去找我一趟 连续治疗三次 应该就可以痊愈了 王超赶紧点头 饭 吃完了 病 治过了 陈山与王超之间的误会 也解开了 此时倒是皆大欢喜 两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然后一起出门 王超父亲的状态好了许多 甚至走路的时候 爹去陈家沟看病 陈山交代道 好 王超应声 就在要分开的时候 突然有一辆轿车停在了旁边 车门打开 走出两个人 一男一女 看相貌和王超有几分相似 只是年纪明显比他大上一些 见到两人 王超开口打招呼道 大哥 大姐 陈山眉梢微微挑动 此时已经猜出了两人的身份 吃饭的时候 王超说过他们的情况 大哥王闯 大姐王芬 两人此时面色都有些难看 随便应了一句 然后一起走到父亲面前 王芬看了几眼 然后惊声喊道 呀 咱爹身上咋还有血呢 这还没干 肯定是心流出来的 王超也凑过去看了几眼 然后望着王超冷声道 咱爹这是咋回事 是你打的吧 王超赶紧解释 这是刚才吐出来的雨血 方才陈山治疗的时候 喷出的血沾染到了衣服上 此时还没有来得及换洗 呸 王超吐了口痰 然后一巴掌抽在了王超的脸上 大声骂道 什么东西 都把爹打吐血了 还有脸说 就这还和我们抱怨 本来是打算走的 但看到眼前的情景 又停顿了下来 面色冷漠的站在远处看着 眼见子女纠纷 王超的父亲颤抖的向前走了一步 就要开口 却被王超重新拉到了身后 王超揉了揉脸 然后望着王闯和王芬开口道 哥 姐 既然这样 那我今天也刚好和你们好好聊聊 大家都摸着自己的良心想想 咱爹生病这些年 你们给过一分钱没有 除了逢年过节来看过几眼 你们照顾过一天没有 行 觉得我照顾的不好 你们自己照顾 要是不愿意 咱们一人一个月也行 以前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说 把所有委屈都独自抗了下来 但今天不同 父亲的病已经有了很大起色 他必须要让父亲看看 自己另外两个子女 到底是什么嘴脸 果然 听到王超的话 王闯和王芬的面色 顿时变了起来 王芬直接拒绝 我是闺女 要照顾 也是你们两兄弟的事 再说了 我儿子马上高三 正式学习的关键时期 哪有精力照顾一个痴呆病人啊 王闯也仰头望天道 我最近店铺里的事情比较多 过几天还要出差 人 别往我这里放 王超顿时笑了起来 他此时对哥哥和姐姐 真的是失望透顶 所以说 你们压根就不打算再管了是吧 王芬犹豫了几秒 然后到 嫁出去的闺女 泼出去的水 五步管也合情合理 王闯单手插兜 头颅扬起 一只脚有节奏的晃着 反正一直是你在管 就这样吧 以后家产都留给你做报酬 王超笑了起来 咱们除了那些欠条 还有家产吗 王超听到这里 赶紧摆手 欠条的是 你自己想办法 和我没关系 以后有事 也别再和我联系 就当他是你一个人的爹的了 当听这话说出口之后 就看到一个身影 从王超身后走了过来 然后 举起手掌 直接抽在了王超的脸上 啪 畜生 第38章 顾凶杀人 王超猛了 王芬犹梦了 他们呆呆地看着前方 出手的 是自己的父亲 周围 一片寂静 老人的手掌在颤抖 眼泪在流淌 这些年 他一直痴呆 所以并不知道 自己家发生了什么 而刚才几个子女的对话 却让他瞬间明白 此时才发现 原来 自己曾经觉得 最美好的亲情 居然早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爹 你这是 王闯看了父亲几眼 发现对方的眼神 清澈了许多 咱爹的病情有所好转 已经不糊涂了 王超在旁边道 什么 王闯的面色 顿时变得阴沉下来 然后指着王超的鼻子骂道 好啊 咱爹病情好转 你不仅不说 反而在这里 给我们射圈套 这是打算让咱爹记恨是吧 王八蛋 够阴险 骂完后 似乎觉得不过瘾 挥舞拳头 朝着王超脸上杂取 在王闯看来 我可以不管老父亲的死活 但你肯磨得 不能当着父亲的面拆穿 典型的既当婊子 又立排放的心态 方才王超被抽了一巴掌 但现在却没有再继续忍耐 他手掌伸出 直接把大哥的拳头攥住 五指包裹间 用力一拧 王闯顿时惨叫起来 痛 王超一脚踢了过去 势大力沉 王闯肚子剧痛 向后翻滚 一直滚到六七步外方 才停止下来 挣扎着站起来 满嘴是血 一身脏污 有些惨 他握着拳头 还想再次上前 但看到王超瞪眼发怒的样子 又顿时失去了勇气 怂了 其实也正常 一个连爹都可以不要的男人 能有什么骨气 连大哥都敢打 反天了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对视了几秒 王闯拿着手机吼道 我等着 这 王闯的眼皮跳动了几下 想了想 又默默的把手机再次放回了兜里 倒不是说他心疼弟弟 主要是这次他理亏 而且 就算报警有用 他也不敢 因为 还要指望弟弟照顾父亲 毕竟就算病情好转 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也需要人伺候 他可不愿意 恶狠狠的瞪了弟弟眼 王闯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的血 弯着腰 揉着肚子 朝着自己的轿车走去 王分也赶紧低着头跟上 两人钻进轿车 踩着油门走了 王超的父亲 看着轿车消失在视野中 脸上写满了落寞和悲凉 显然 是被子女伤透了心 王超轻轻地拍了拍父亲的手背 然后 走到陈山身边 开口道 有些冲动 没忍住 让你见笑了 陈山摆摆手 然后认真的开口道 这是 没必要人 打就对了 要是换作我 打得会更狠 王超愣了下 然后大笑起来 一番闹剧 到此算是告一段落 与王超分开 陈山带着春联前往车站 打算坐车返回陈家村 而当看到拥挤破旧的中巴车的时候 陈山再次升起一个念头 抽空的话 确实该买辆车了 与此同时 宛南市 锦绣山河小区内 身穿家居服的刘婉 端着一杯红酒 坐在三楼的落地窗前 望着远处的风景 好像在思索什么 这个小区 位于宛南市最繁华的地段 里边都是独栋别墅 售价高达近一元 居住在这里的 非富极贵 看着远处大街上的行人 如蚂蚁般忙碌奔波 那种感觉 很舒爽 很美妙 很让人沉醉 但这两天 他却很焦虑 因为 他在自己丈夫白海川的脸上 看到了嫌弃之色 而这种嫌弃 很容易让其从巅峰坠落到谷底 因为眼前的幸福 是都白海川给的 事实上 从刘婉踏进这个家的那天起 就带着一抹紧张和担忧 毕竟 他是后来者 所幸的是 白海川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在身边 二女儿在外地上大学 本来刘婉想的是 如果自己可以 生个儿子出来 那就能彻底改变局势 占据白家资产 可惜 在以前的时候 他私生活过于混乱 多次手术 导致进入白家后 想尽办法 也无法孕育 不过即使是这样 在前妻 刘婉还能保持平静 他还年轻 还有很多机会 但后来所有的一切 随着大女儿白薇薇的成长 发生了改变 白薇薇虽然是女人 却继承了父亲的商业天赋 在短短几年内 陆续完成了白海川的考验 如今更是在 没有借助外地的情况下 在宝山县打拼出来了一番天地 以至于在后来 白海川不止一次的私下表示 要把家族企业 交给白薇薇打理 刘婉表面不说 但内心早就慌成一团 作为后母 若是白薇薇接任白家 哪里还有他的立足之地 思虑许久 他最终打算 孤注一掷 趁白薇薇还在宝山县的时候 故人伪造事故 将其杀掉 神不知鬼不觉 只要没有白薇薇 那白家 早晚会被自己掌控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本来以为白薇薇必死无疑 谁知道 半路居然冒出来了一个什么村医 不仅让白薇薇起死回生 还将自己屡翻堕胎的事情抖了出来 让自己陷入到如今左右为难的境地 白薇薇该死 而那个小村医 更该死 想到这里 他眼神逐渐变得冰冷 给自己的手机换上一张新卡 然后 输入一个号码 编转了一条消息发了过去 宝山县陈家沟村医陈山 顺带 附带了一张照片 有些模糊 似乎是从监控设备里调取出来的 但依旧可以辨认出奇相貌 从宝山县回来这几天 刘婉没有闲着 借助感谢恩人的理由 从县医院院长孙承恩口中 套出了许多关于陈山的消息 但 有一点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就是 孙承恩对陈山 其实并不熟悉 得到的消息 自然也未必都准确 而这 就导致了刘婉大意的认为 陈山 只是一个村医 要是非要强调的话 那就是 医术比别人稍微高一些的村医 而杀他 真的费不了多少功夫 几分钟后 手机震动了一下 刘婉打开 是一条消息 收到 只有两个字 却散发着浓郁的自信 刘婉再次取出手机卡 望着窗外 嘴角微微上扬 第39章 夜幕下的杀鸡 危机逼近 暗潮涌动 而当事人此时却一无所知 陈家沟 陈山返回诊所内 开始继续行医治病 春联则是在旁边帮忙 在村里开诊所 就这么点好处 时间比较自由 偶然不再也没事 毕竟遇到小病 村民扛一下 等医会都行 大病的话 也可以去乡里县里 不过即便这样 还是引起了一些病人的抱怨 我说大夫 你这好歹也是没赢上 不能这么随意啊 我来两趟都没见人 是啊 要不是听说你医术好 我早就去别的地方了 就这么个小诊所 来看的病 比县城医院都难 说这些的 大多数都是周围村镇 听到消息赶来的人 跑几次 没见人 自然有些烦躁 抱怨也正常 所以陈山也没有生气 一边治病 一边解释 毕竟自己身体刚恢复 最近事情又比较多 估计要经常外出 希望大家理解 在这之后 又让春联把他的电话 写出来 张贴在诊所院门上 建议大家 以后来之前 先打个电话询问下 免得跑空 大家听完 也表示理解 最主要的是 陈山的医术 确实厉害 不管是大病小病 禁术都可以医治 绝对的物超所值 而在发现春联医术上天赋后 陈山也没有藏丝 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 还在不忘教导他 学习医术知识 天地有阴阳五行 在中医上来讲 人体也可以分阴阳和五行 外部来看 男为阳 女为阴 在病理上来看 阳胜则热 阴胜则寒 变清阴阳的胜衰虚实 就可以行真用药 内部来看 身体五脏 对应的是五行 心为火 肝为木 肾为水 肺为精 皮为土 五行相生相克 调节好其中的平衡 自然就可以化解病情 就好比刚才的两个孩子 同样是咳嗽 但一个是外感风险 一个是肺皮内伤 需要的治疗手法 自然不能相同 陈山教得仔细 春联学得认真 倒是进步很快 从开始接触医术到现在 不过才几天的时间 居然都已经可以算上入门纪别 不得不说 有些人确实可以靠天赋吃饭 等到晚上收拾诊所的时候 陈山开口感叹道 嫂子 你的进步速度可真快 照这样下去 再有半个月 估计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春联娇称地看了陈山一眼 没人的时候 叫我名字就行 再说了 我进步快 还不是因为你教得用心 陈山黑黑坏笑 在春联的高耸上摸了一把 把我都喂饱了 能不用心吗 春联轻颤了一声 叫脸瞬间泛起一抹红韵 陈山再次凑了上去 低声问道 晚上还来吗 春联下得赶紧摆手 不来了 腿都快被你掰断了 你就让我好好歇几天吧 看到春联的样子 陈山再次坏笑了起来 嬉闹几句 然后关灯 锁门 两人朝着村内走去 而就在此时 更远处的一株大树的树干 轻轻晃动了几下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身体 送完春联 陈山返回家中 还是老样子 简单的洗漱 然后 盘膝在床上休息 形成脆体术 夜幕下 偶然想起几声犬吠 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与和谐 而就在这时 昏暗的道路上 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 踏 踏 踏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位移 戴着口罩的平头男人 身材算不上多么魁梧 但却散发着一股难以描述的气息 好像毒蛇一样 有些阴冷 暗淡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 在路上 拉出一道绵长的影子 他就这么走着 一直走到陈山的家门前 打亮几眼 后退两步 然后 开始助跑 来到院墙下的时候 双脚登墙 手臂轻轻一探 用力间 整个人就翻入院中 整个过程 行云流水 说真的 农村的院墙 弹不上太高 但一般也有两米左右 徒手翻过去不容易 悄无声息的徒手翻过去 更是难上加难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眼前这个平头男子 是个恋家子 落在院内后 平头男子 看了眼亮着的灯光的房间 开始慢慢靠近 此时他的脚步很轻 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慢慢的 他的身影接近窗户 因为是夏天 为了通风 窗户根本没有关闭 只有一层薄薄的窗纱 用意遮挡蚊虫 探头 观望 然后平头男子的目光 变得怪异起来 那并不算大的房间里 空无一人 不应该啊 他在村口观察了几个小时 一直等到附近没人 目标回家 这才选择出手 如今屋里灯还亮着 可人怎么没有踪影了 就在他疑惑间 一股凌厉的进风 骤然间从窗纱处袭来 不好 平头男子心头一颤 但此时再想躲避 已经来不及 慌乱间 他双臂交叉 挡在面前 碰 就看到窗纱破碎 一个拳头直接砸了过来 明明是血肉之躯 但给人的感觉 却好像是一柄重锤 平头男子闷哼一声 向后连续退了六七步 方才稳住 双臂此时都在微微颤抖 他眯眼看着前方 发现一个赤着上身的青年 立在窗前 眼神冰冷 正是陈山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平头男子的目光 变得阴沉且可怕 甚至忍不住骂了一声 操 一个字 蕴含了很多情绪 最多的 应该是愤怒 毕竟来的时候 老大说 对方只是一个 手无腹鸡之力的小村医 弄死回去就行 可眼下是什么情况 他此时甚至有些怀疑 老大对 手无腹鸡 这个词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平头男子很郁闷 站在窗户旁的陈山 也是一头雾水 自从修炼 形成脆体术后 他的感知 就变得格外敏锐 在对方翻墙进来的瞬间 陈山就已经察觉 并从修炼的状态中 清醒过来 本来以为来了一个小毛贼 但随后 就发觉不对 寻常毛贼 哪里会有这样的伸手 但不管对方抱着什么目的 此番显然不怀好意 所以 陈山提前猫在了窗户旁边 叙事待发 等到对方靠近观察的时候 直接一拳砸了过去 这才出现眼前的局面 第四十章 一场误会 刷 陈山单手按在窗户边缘 直接从房间内跳到了院中 望着远处的平头男子 开口问道 你是谁 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和来历 陈山并没有施展权力 但即便这样 也不是寻常人可以挡住的 所以 眼前这个家伙 绝对有两下子 平头男子没有说话 而是取出手机 打开其中的一张照片 对比了下 确定没有找错人 方才开口道 杀手 虽然情报似乎有些不准确 但做他们这行 既然接了任务 又来到了这里 自然不能就此回去 听到他的话 陈山愈发奇怪起来 什么意思 平头男子道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死吧 说话间 伸手从口袋里 摸出两把特制的弹簧刀 双腿发力 朝着陈山冲来 月光下 那刀芒闪烁着寒光 宛如毒蛇的牙齿一般 杀气弥漫 陈山面色瞬间凝重起来 看得出来 对方没有开玩笑 这绝对是奔着杀人来的 而且 看其平静的程度 手上肯定沾染过人命 传说中的 杀手 可关键的问题是 谁顾他来的 对方根本没有给陈山 太多思索的时间 毕竟只有几步远的距离 刷 刷 两刀寒光 一左一右的 朝着陈山驳梗的方向 横切而来 仿佛一把大剪刀 让人无法躲闪 所谓杀手 自然不会浪费时间 本来平头男子 想的是偷偷潜入 趁陈山不注意的时候 将其做掉 然后再伪造一个意外现场 但被察觉并发现 对方实力不弱的时候 就改变了主意 直接使用利刃 连带出手的方式 都奔着一击必杀而去 若是换作普通人 也许真的连一招都挡不住 但可惜的是 他的对手是陈山 面对这样的攻击 陈山眼睛眯起 没有畏惧 他就这么看着 等着 一直等到刀刃即将划中的时候 方才做出反应 只见其身体向后倾倒 在那两道寒光交错而过的瞬间 将其躲过 然后右脚发力 朝着平头男子踢去 碰 平头男子猝不及防肩 被踢中胸口 吐血间 再次到飞出去 这一脚 可比方才 那拳要凶猛得多 毕竟 刚开始的时候 陈山并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 不敢下死手 而现在人家刀子都拿出来 直接出手朝自己脖子招呼了 要是再留守 那才是傻子 陈山历来不是以德抱怨的人 既然你想杀我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平头男子重新爬了起来 他的胸口位置明显有些凹陷 估计受了不清的伤 此时在看陈山的时候 眼眸里禁数都是骇人 第一次失手是不留神 那第二次失手 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眼前之人 不是自己可以对付的 这次任务 肯定完不成 走 平头男子也是果断之人 只见他双臂发力 向前一甩 手里的两柄弹簧刀 如利剑般朝着陈山击射而去 而他本人 则是朝着院墙处击退 陈山侧身躲开弹簧刀 赶紧追了出去 但却已经找不到对方的踪影 重新返回 关闭院门 锁紧门窗 陈山坐在床上 手里把玩着那两把平头男子 遗落下来的弹簧刀 想了一下 放下刀 拿起手机 给春莲和何力各自打了一个电话 确定他们两个都没有问题 这才安心 然后开始思索 这个杀手没有对付春莲与何力 那就说明 对方只和自己结仇 而这仇恨 还大到要杀人的地步 我特么的 就是一个小村医啊 至于吗 按照陈山现在的交际网 分析起来 找到幕后之人 似乎很简单 毕竟这仇怨 肯定是刚结下的 而和他最近有仇的 也无非那么几个人 村里的陈黑狗 与何桂花 县里的冯虎 和李富贵 接下来 就是排除法 来人的手法很专业 想请其出手 肯定要耗费不少钱 所以 陈黑狗与何桂花 可以直接排除 至于冯虎 这家伙被自己收拾了两次 恩威病逝之下 应该也不会做出 找杀手对付自己 这样的举动 那么 剩下的目标人物 就很明显了 李富贵 毕竟 这家伙 不仅有钱 还对自己 抱有很大的敌意 呵呵 陈山把目光投向远处 冷笑一声 胆子挺肥啊 居然敢找人杀我 看来 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行 你 等着 可他哪里知道 其实 自己猜错了 但这也没办法 毕竟 陈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真正雇人杀自己的 是刘婉 一个和自己 没有多少交际的女人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得罪女人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与此同时 宝山县一家养生会所内 李富贵穿着浴袍 挺着大肚子 正在闭眼享受着 美女技师的服务 突然间 她的身体 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然后狠狠地打了个喷嚏 美女技师停止动作 关切地问道 李总 是不是空调温度太低 要不我身高几多 李富贵点了点头 揉着鼻子 自言自语道 怎么突然间 觉得身体有些凉吗 怪了 她哪里知道 阴差阳错之下 自己已经被陈山盯上 并且提升到 要将其弄死的地步 一夜过去 第二天清晨 陈山起来后 直奔村支部 找到村长陈宝全 村长 你知道李富贵的地址播 陈山没有废话 直接开口问道 陈宝全道 家庭住址不知道 不过知道他家具厂的位置 就在西大街上 富贵家具行 说完后 陈宝全又问道 上次的事 不是解决完了吗 咋还找他 陈山呵呵一笑 刚攒下了点心账 说完后 转身离去 心账 陈宝全微微摇头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却暗自替李富贵 默哀了几秒钟 毕竟 看陈山的样子 似乎挺生气的 问清楚地址后 陈山来到诊所 此时的春联 正在打扫卫生 完全不知道 陈山昨天夜里 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在陈山打算和春联说 自己要去县礼一趟的时候 突然有人走了进来 回头看时 竟然是王超和他的父亲 兄弟 又要麻烦你了 王超到 陈山此时才想起来 昨天答应过 要给王超父亲 继续治疗的 本来他打算 直接去找李富贵算账 但既然王超来了 那就先帮他父亲治疗下吧 反正也耗费不了多久时间 让病人做好 陈山取出银针 开始继续针灸起来 几分钟后 治疗完毕 老人的精神明显又好转了许多 说话都流利了起来 陈山一边收拾银针 一边开口问到王超 现在伯父情况已经稳定 你也能安心上班了吧 王超一脸苦涩 上啥班啊 昨天因为找我爹 不仅丢了工作 连原来的半个月工资都被扣了 陈山眼睛眯起 还扣工资 这有些过分了 王超叹了口气道 谁说不是呢 不过 我后来才知道 富贵家具行 本来就是附近出了名的八批公司 什么 陈山一论 挑眉问道 等一下 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王超眼睛眨了几下 似乎有些诧异陈山的反应 富贵家具行 怎么了 第41章 背锅的李富贵 听王超说完 陈山顿时笑了起来 这不是巧了吗 他指着远处道 我刚好也要去富贵家具行 走 解决我问题的同时 顺带帮你把工资要回来 王超摆手 算了 他不想因为一点工资 而给陈山招惹麻烦 今天必须去 陈山神色坚定 好吧 看到如此 王超也不再说什么 让父亲暂时先留在诊所休息 他则是骑着摩托 带着陈山朝着县城而去 一个小时后 两人在宝山县西大街 富贵家具行门前停了下来 招牌十几米长 倒是很气盘 把摩托车放好 陈山与王超一起走了进去 里边空间很大 摆放着沙发 木床 餐桌这些家具 几个身穿工作服的女销售 正聚集在一起开会 旁边一个保安看到两人 大步走了过来 你不是被辞退了吗 咋又来了 保安显然认识王超 从口袋掏出一盒烟 给陈山和王超各自发了一根 陈山不抽烟 白手拒绝 王超接过烟 指着最里边的一间屋子问道 李富贵在吗 保安点了点头 李总刚来 说完后 似乎想到什么 开口道 你不会是打算要工资的吧 别闹腾了 你本来就没干几天 又是犯错被辞退的 这钱肯定要不回来 陈山笑了笑 只要他在就行 说完后 静止朝着里边走去 王超紧紧跟随 保安本来还想劝说几句 毕竟他见过好几波来要薪资的 结果都被李富贵身边的保镖丢了出去 为了这千八百块钱 真的没必要 但看到两人如此坚定 到嘴边的话 又咽了下去 还是太年轻啊 被社会毒打几次 就长经验教训了 在保安的目光中 两人走到李富贵的办公室前 然后 陈山抬脚 痛 房门直接被踢开 完了 看到这一幕 保安心头一颤 暗自摇头 你要是好好说 也许多少还有点转机 可这一开始就摆出这样的架势 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果然 在房门被踢开之后 那个一直跟随在李富贵身边的保镖 怒气冲冲的走了出来 只是陈山与王超 保安轻轻叹了口气 按照他的猜测 接下来 王超和朋友 绝对会被暴走 可下一秒 他直接实话 在目光中 就看到那个 平时看起来很狂傲的保镖 再见到陈山的瞬间 身体发抖 然后弯腰低头 态度毕恭毕敬 仿佛迎接大人物一样 哪怕在李富贵身边 都没有见其如此卑微过 再然后 陈山带着王超 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进了房间 没有遭到任何阻拦 保安使劲地揉着眼睛 卧槽 这是啥情况 站在门前的保镖 也是内心苦涩 不是我不想阻拦 而是不敢阻拦 眼前这位 惹不起 办公室内 李富贵看到陈山和王超 倒吸一口冷气 这两个人咋凑到一起了 因为上次的事情 他也不敢拖大 赶紧起身 挤出笑容道 陈先生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说下 我也好出门迎接 说完后 又望着王超道 小超啊 你认识陈先生也不提 早知道有这关系 我说什么也不会 把你辞退啊 和颜悦色 王超在旁边满脸猛逼 自己兄弟的面子 这么大的忙 而更让他吃惊的 还在后边 就看到陈山淡然地 走到李富贵的办公桌前 从口袋里 摸出两把弹簧刀 枪 枪 直接将其定在桌面上 然后开口道 说吧 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 看到刀子 李富贵吓得腿都软了 此时在看王超 脸上都是忧怨 老铁 我不就是客扣了你 一千三百块钱的工资吗 结果你特么的 把这位煞星都请来了 至于吗 但不管怎么说 陈山亲自上门 这事无论如何 都要妥善解决 李富贵赶紧跑到一旁 拿出钱包 在里边取了两千块 塞到王超的手里 王超握着钱 此时的感觉 就跟做梦一样 近来才一分多钟的时间 陈山就说了两个字 这钱就到手了 这次要账 未免 太简单了吧 李富贵把钱给王超后 再次转身 脸上堆着笑 望着陈山道 陈先生 行吗 陈山冷笑道 就这 死 李富贵身体一颤 这是不满意啊 伸手抹了把头上的虚寒 咬牙尖 李富贵再次伸手 把钱包里剩余的一打钱 都拿了出来 小心的放在王超旁边的桌上 望着陈山再次开口道 陈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的朋友 但我也就是客扣了点工资 还是因为对他矿工的惩罚 我再赔一万块 这总想了吧 一万块 陈山眼睛眯起 直接走到他的身边 举臂 伸手 一把掐住他的脖梗 用力间 李富贵两百多斤的身体 居然就这么 被直接提了起来 宛如一只鸡仔 你觉得昨夜的事情 一万块就能解决的吗 陈山声音里 透着一股杀气 昨夜 李富贵一脸猛逼 他憋得面色战红 双脚不断地踢腾着 口中更是艰难地喊着 昨 昨夜 我什么都没干啊 陈先生 陈大哥 咱们有话好好说 这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他此时是真的慌了 一开始 他觉得事情并不大 但现在看来 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为了这点小事 似乎没必要把自己往死里弄吧 误会 陈山眉心挑起 手掌上的力度 倒是轻了几分 你没找人报复我 李富贵都快哭了 大哥 我冤枉啊 咱是生意人 求财 自从上次被你在村里教训一顿后 我连你们村都不敢去 哪里还敢报复啊 这 陈山又仔细想了一下 似乎也对 如果真的是李富贵找的杀手 知道失败后 肯定会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而不是傻乎乎的 坐在办公室 等着自己上门问罪 难道 搞错了 当然 陈山也不会那么轻松就相信 他把李富贵放下 仔细地查看了 一番他最近的通话记录 公司以及个人的资金往来 甚至还查询了 他最近的活动轨迹 最后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 此番自己 应该真的搞错了 第四十二章 陪不起 坐在办公室里 陈山此时也有些尴尬 亏是自己没有冲动 要不然就麻烦了 可关键的问题是 自己的仇人就那么几个 不是李富贵 还能是谁 完全想不出来啊 尤其是不知道 那个杀手会不会再次出手 这让陈山更加烦躁起来 可这也没办法 如今能做的 只有继续寻找线索 暗自提防 要说李富贵这人 也算是能屈能伸 虽然被误会 但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反而诚心邀请陈山和王超吃午饭 伤人重力 对他来说 陈山身份不简单 多个朋友多条路 陈山推托不过 只能答应下来 李富贵亲自开车 带着陈山和王超 来到宝山县最高档的江南春酒楼 这是一个三层小楼 不似寻常酒楼那般经地辉煌 而是带着一抹典雅和复古 如今是中午时分 停车场里都是豪车 来往也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 陈山和王超的穿着 顿时显得土味十足 几人一起走路 穿过大门 里边是一个巨大的庭院 小桥流水 长廊蜿蜒 大有一股江南园林的味道 那种雅致 让王超有种无所适从的局促感 毕竟他从来没有去过 这么高档的饭店 李富贵指着周围的环境道 要说做生意 还是人家白总有眼光 不仅装修独具一格 就连服务也是一流 在宝山县餐饮业 江南春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嗯 陈山眉梢微动 你说的白总是谁 李富贵眼里带着一抹亢奋 还能有谁 宝山县新晋女首妇白微微 那可是无数宝山县男人 心中的女神啊 陈山笑了笑 果然是她 当听到白总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就想起了白微微 此时不仅浮现出 在医院帮起治病的情景 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天 也不知道他出院了没有 三人继续前行 有一个身材高挑 穿着旗袍的服务员 款款走来 姿色不错 那群摆开的恰到好处 走路间满是风情 引得不少男人瞩目 几位先生是来用餐的吧 请跟我来 服务员微微弯腰 带领几人 朝着里边的一间包房走去 即便是吃饭的包房 布置的也依旧很雅致 墙角种植着一些脆竹 四周放置着燃烧熏香的古朴小顶 隔窗还可以看到 不远处后期改建引流的护城河 坐在这里 连心情都舒缓了几分 李富贵点了几个招牌菜 又点了瓶好酒 一顿饭着实破费不少 而那个服务员 也一直在细心地服务着 嘴角带笑 不厌其烦 甚至陈山半路去洗手间的时候 他还担心找不到地方 亲自指引带领 让陈山对其生起不少好感 当然 这种好感和情欲无关 完全是对其服务的肯定和认可 一顿饭吃完 也算是主兵敬欢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陈山和李富贵之间的恩怨 也算彻底解开 三人离开包房 李富贵结账 陈山和王超则是在一旁等候 而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 器皿破碎的声音 周围的人纷纷寻声望去 地上一片陶瓷残渣 显然是菜品掉落导致 汤汁四溅 有一些撒在旁边的一个青年鞋上 服务员翘脸发白 神色惊慌 口中不断地说着对不起 还准备弯腰 用纸巾帮青年擦拭 这正是方才给陈山服务的那个女孩 而鞋子脏污的那个青年 大约二十来岁 头发却染成灰色 穿着一身休闲服 戴着劳力士手表 一看就是富二代 他皱眉看了眼鞋子 脸上戴着韵弩 一脚将服务员踢倒 开口骂道 眼睛长哪里去了 说对不起 有个屁用啊 让你们经理过来 服务员站起来 有些委屈的低声解释道 先生 是你碰到我的 他不说话还好 一开口 灰发青年 愈发的恼怒起来 什么叫我碰到你 道路这么宽 看到我走过来 你自己不会躲开吗 什么东西 这就是你们说的服务 听到吵闹声 大唐经理 赶紧从远处跑了过来 看到灰发青年后 心头一颤 赶紧陪笑脸道 沈少 不好意思 是我们的不对 要不你先在休息区 稍微等一下 我这就安排人 把鞋子送到专业的清洗店 保证没有半点污垢 灰发青年冷笑道 清洗 你知道我这一双鞋子 值多少钱吗 五万 你清洗得起吗 本来想好好吃顿饭 结果弄了一肚子气 真会气 大唐经理面色一致 随后继续陪着笑脸道 沈少 这姑娘刚来没多久 业务还不是很熟练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和他计较了 要不这样 你的鞋子 我负责清洗干净 再送一张八折的优惠卡 你看行不 大唐经理步步退让 委屈求全 但这个叫做沈少的 显然丝毫没有领情的意思 他一巴掌 抽在大唐经理的脸上 开口骂道 什么意思 看不起老子 你也不打听一下 我沈云飞出来吃饭 什么时候用过打折卡 别TM的废话 赔钱 五万 少一分都不行 服务员哪里见过这架势 他一个月的工资 才几千块 哪得有钱赔啊 大唐经理捂着脸 再次恳求 沈少 这姑娘农村来的 真的没钱 赔不起啊 沈云飞上下 打量了这个服务员几眼 发现对方的姿色 似乎还不错 然后顿时摸着下 恶笑了起来 不赔钱也行 赔我好好吃顿饭 把本少伺候好了 这事就不计较了 伺候两个字 咬得格外重 显然这顿饭 不是那么容易吃的 女服务员神色恍惚 他哭着开口道 对不起先生 我们饭店真的不提供 陪吃饭的服务 在这之后 他的眼眸深处 又闪过一丝决然和坚定 如果 如果你真的非要追究 那 那我选择赔钱 什么 大唐经理吓了一跳 赶紧偷偷扯了下他的衣服 低声道 你疯了 女服务员眼里带着悲凉 他没疯 但要是对方一直 这么无理取闹下去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酒楼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 笑了起来 他打量了几眼女服务员 开口道 倒是有些骨气 行 那就赔钱吧 拿来 女服务员懦懦地开口道 我这会没钱 等攒够了就 痛 沈云飞不等对方说完 一脚踢在他的身上 将其踢翻在地 然后眯眼道 没钱你说个屁啊 逗老子玩呢 等到你攒够 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一脚之后 似乎觉得不过瘾 再次抬脚 就要对着女服务员继续提取 暴虐 冷漠 那些时刻皆是不忍 但却不敢上前 女服务员吓得失声尖叫 而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只手 从旁边伸了过来 一把扯住沈云飞的衣领 用力一扯 沈云飞的身体 被丢到五六步之外 狠狠地撞到了远处的 一根立柱上 头晕眼花 卧槽 他妈的谁啊 找死呢 沈云飞站稳 一边骂 一边揉着胸口 朝着前方看去 就发现 刚才他站立的地方 多出了一个衣着普通的青年 正是陈杉 说真的 陈杉和这个女服务员 非亲非故 没必要出手 但作为一个男人 此时 看到沈云飞如此刁难 最终还是没有办法忍耐 他望着沈云飞 淡淡开口道 欺负女人 算什么本事 再说了 是你壮的人家 凭什么让人家赔钱 这 听到他的话 周围人纷纷摇头 这农村小伙 他是脑袋不好使吧 眼前这可是宝山县出了名的恶哨 没看大唐经理 都不敢说话 你居然还和他讲道理 听到陈杉的话 沈云飞顿时大笑起来 你特么的有病吧 穿成这样 还学别人英雄救美 别管到底谁撞的谁 今天这钱 我还就要定了 你小子要是想出头也可以 要么给钱 要么让我废你一条腿 选吧 气势十足 那个女服务员 一脸紧张的 站在陈杉身后 挂着泪水的脸上 多了一抹感动和担忧 面对威胁 陈杉只是淡淡一笑 我喜欢与人为善 咱们先讲道理 错在你 给这姑娘跪下道个歉 这事就算了 要不然 我把你打得轻爹 都认不出来 死 周围人皆是倒吸一口冷气 这语气 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沈云飞挠了挠耳朵 然后宁笑起来 你扯门的 是不是活够了 知道老子是谁吗 我随便一个电话 就可以把你弄死 还敢在老子身边说大话 话语间 拿出手机 就要拨打电话 在此时 有两人着急的从远处挤了过来 为首的是李富贵 身后跟的则是王超 看到陈山路见不平 王超担心他出事 赶紧把去结账的李富贵 给找了过来 沈少 息怒 这是我的贵客 李富贵看到沈云飞 脸皮抽出了几下 赶紧凑了过去 嗯 沈云飞看了眼李富贵 倒是有些诧异 然后又把目光投到陈山身上 我说你一个穷逼小子 怎么敢这么狠 原来后台是李总啊 不过 他又把目光重新投向李富贵 李总 你确定要为这小子出头 李富贵交际面很广 在宝山县也算小有名气 没有大事 沈云飞也懒得语气骄傲 李富贵咬了咬牙 开口道 沈少 给个面子 日后我亲自登门道谢 如果换做别人 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但眼前陈山明显是只钱力骨 好不容易拉近的关系 不能就这么废了 沈云飞的眉梢挑动了几下 他倒是没有想到 李富贵居然会如此袒护眼前的这个小农民 不过今天的事情本来就不大 他也不缺钱 纯粹就是无聊 此时看到李富贵远场 他也懒得再闹下去 随即点头道 行 我给李董个面子 这是 算了 说完 又伸手在陈山的肩膀上拍了两下 小子 今天是我懒得和你计较 要不然 就连李富贵都保不住你 这番话落下 方才转身 大笑着离去 呼 李富贵和大唐经理 琪琪尝出一口气 总算是走了 但还不等他们的心落下 就听到陈山在身后弹幕的开口道 站住 谁让你走了 这话一出口 李富贵头上直接冒出一片虚汗 此时恨不得把陈山的嘴巴捂住 大哥 我知道你在县里有些人脉 本身又能打 可关键是 沈家也不是好惹的 如今沈云飞都走了 你这又是何必呢 再闹下去 我都撑不住啊 果然 当听到陈山声音的时候 本来已经走出几步远的沈云飞 顿住脚步 然后回过头 眯眼道 小子 真想找死 声音冷漠 带着一股杀意 他现在是真的怒了 本来已经不想和这个香巴佬计较 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特么的装逼装上瘾了 陈山波澜不惊 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 我说了 跪下道歉 要不然 让你横着出去 李富贵额头汗水直流 不断地用纸巾擦着 而周围的那些围观者 更是摇头叹息 还是年轻啊 不懂得见好就收 沈云飞不和你计较 就已经是烧高香 结果 你还非要救助人家不放 这不是找死吗 王超在旁边 也是面色复杂 说真的 他发现 陈山比自己有种得多 要是换做自己 别说叫板 估计连站出来的勇气都没有 沈云飞就这么看着陈山 怒急返笑 好久没有见过 这要牛逼的人了 行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满足你 说话间 他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虎哥 带点人来江南春帮个小忙 挂掉电话 沈云飞望着陈山 先想好一会 让飞哪条腿吧 李富贵脸颊上的肥肉直跳 师声道 沈少 你 你把冯虎叫来了 在宝山县 能被叫做虎哥的 也只有红浪漫的冯虎 那绝对是没人敢惹的很角色 沈云飞呵呵一笑 不错 李总 你也知道冯虎的手段 我劝你一句 赶紧躲远点 要不然 很容易沾一身血啊 这 李富贵身体一颤 犹豫了十几秒 最后 看了眼陈山 面带苦涩的拱手道 兄弟 该帮的 我都帮了 剩下的 哎 你自求多福吧 第四十四章 跪下认错 话语说完 李富贵耸 而是冯虎的恶名太盛 做生意 求的适才 要是因为陈山 得罪了沈云飞和冯虎 那以后自己家具行 就别想过安静日子了 陈山看了他一眼 随后微微摇头 本来还想着 今天误会他 以后有机会的话 照顾他一二 没想到 呵呵 人各有志 不能勉强 在李富贵退走后 其余的围观者 也皆是躲到远处 生怕一会打斗起来被误伤 眼见着事情闹成这样 大堂经理也慌了神 赶紧跑到远处 拨打电话 很快 陈山身边就空荡了下来 仅剩下王超 和那个女服务员 你先回去吧 现在没你的事了 陈山对那个女服务员说道 女服务员摇头道 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这 陈山嘴角抽出了几下 美女 你这话很容易 让人想如飞飞好不 没有再去管女服务员 陈山又把目光 投向一旁的王超 你站在这干嘛 王超憨厚的孝道 都是自己兄弟 总不能把你一个人 留在这吧 我这人别的不行 但力气有不少 放到三五个人 还是没问题的 说完后 又凑到陈山耳边 低声道 等会要是真的打不过 我断后 你先跑 很质朴的几句话 倒是让陈山心中一暖 这兄弟能处 欲是真上 沈云飞坐在远处的椅子上 点燃一根烟 看着面色平静的陈山道 听到虎哥的名号 还能这么平静的 你是第一个 我很欣赏 放心 等会我让虎哥下手轻点 陈山摇头笑了起来 兄弟 说出来 可能你不信 冯虎来了 都得跪在地上 叫我大哥呀 时间一点点过去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 远处突然传来急刹车的声音 然后 就看到十几个身材魁梧的大汗 拎着钢管砍刀 从远处大步走了进来 哎是汹汹 杀气十足 为首的 正是好几天没见的冯虎 看到来人 沈云飞眼睛一亮 然后起身笑着迎接了上去 虎哥 这次又要麻烦你了 冯虎嘴里嚼着槟榔 笑着开口道 都是自家兄弟 这就见外了 说吧 让我废了谁 简单的几句话 透着血腥残暴的味道 孤独 躲在远处角落里的李富贵 猴姐抖动 此时还暗自庆幸 也亏是自己躲开的走 要不这回估计 也要跟着遭殃 而站在陈山身后的女服务员 吓得面色煞白 一双长腿都在打颤 哪怕王超 此时也觉得有些口干 毕竟 冯虎这些人身上的煞气太强了 他让你废的人是我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陈山此番在劫难逃的时候 陈山不仅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淡然地向前走了一步 沈云飞满脸冷笑 还挺有种 行 等会就让你哭得很有节奏 而远处的冯虎 听到这句话 身体骤然一颤 似乎 这声音有些熟悉啊 总不会 他向前两步 然后 就看到站立在不远处的陈山 我特吗 冯虎觉得 呼吸都急促的几分 此时的沈云飞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继续开口道 虎哥 废他一条腿 回头兄弟定有重线 废你妹啊 听到他的话 冯虎不仅没有对陈山出手 反而一巴掌抽在了沈云飞的脸上 把沈云飞抽猛在了当场 然后 就看到以往不可一世 桀骜不驯的冯虎 带着一众小弟 齐齐弯腰 大哥好 啥情况 沈云飞 李富贵 王超 女服务员 其余围观者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 眼睛皆是大睁 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特么的 居然是冯虎的 大哥 开什么玩笑 最主要的是 好像他的年纪也不大啊 可冯虎那种畏惧的表情 绝对不假 什么时候 宝山献出了这么一号猛人 陈山没有理会周围人的惊骇的目光 而是淡淡的开口道 还真的是你啊 冯虎都快哭了 大哥 是我 可可早知道是你 打死我都不敢来啊 陈山呵呵一笑 要是换做别人 你就来了 顺便费人家一条腿 啊 冯虎身体一颤 伸手 啪 啪出了自己两个耳光 我说错了 何其是会 不管是谁 咱都不能动手啊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还是以前那个牛气冲天 身上被捅了三刀都不眨眼的冯虎吗 李富贵的心口一阵发痛 本来他最担心招惹上冯虎 所以才赶紧抽身 但现在才发现 自己提前躲避的举动 是何其的愚昧和可笑 要不然还能顺带和冯虎拉近点关系 不过 事已至此 错过就错过了吧 后悔也没用 陈山把目光再次看向远处面色错恶的沈云飞 现在还打算废了我吗 沈云飞猴姐抖动了下 然后咬牙道 没想到虎哥居然是你的人 这次我认栽 回头兄弟做东 请你吃饭 就当陪礼 怎么样 眼见逢虎都这样 他此时自然也不敢再嚣张 在沈云飞看来 自己主动低头 已经算是给足了对方面子 但接下来 陈山的话 直接让他呆着在当场 你是不是记性不太好 最后再提醒你一遍 跪下 认错 要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听到他的话 沈云飞的面色慢慢阴沉下来 兄弟 这就过分了吧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沈家也是数一数二的豪门 就连冯虎都得给我霸几分面子 你问问 在宝山县 有几个敢让我跪下认错的人 在白薇薇没有崛起之前 沈家一直都是宝山县首富 作为首富的儿子 他还是有几分桀骜之气的 跪下道歉 开什么玩笑 我 沈云飞 傲骨争争 绝对不会这么做 一巴掌抽在沈云飞的脸上 小王八蛋 跪下 认错 第四十五章 有眼无珠 悔恨不已 来人大约五旬左右的年纪 衬衫西裤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看起来颇具威严 沈云飞直接愣在当场 然后有些畏惧的喊道 爸 我 啪 男子抬手又是一巴掌 下手急狠 把沈云飞的脸都打肿了 别废话 再不跪下认错 我亲自把你的腿打断 声音冰冷 显然不是在开玩笑 沈云飞侯姐抖动了 犹豫了几秒 最终跪在了地上 对不起 我错了 虽然道歉 但是脸上还挂着一抹不服气的神色 只是因为他父亲在场 不敢表现出来 眼见着沈云飞跪下 这个男子也随之弯腰 沈某教导无方 导致犬子得罪先生 还望先生大人大量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这是沈某的名片 以后有事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绝不推脱 态度很是恭敬 陈山接过名片 沈万贯 宝山县万贯集团董事长 陈山微微挑眉 全是他 万贯集团 可是宝山县最大的地产公司 在白家没有进驻宝山县之前 一直都是首富 标准的地头蛇 怪不得沈云飞敢如此桀骜 此时陈山还在暗自感慨 这可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人物 没料到 如今居然会给向自己弯腰道歉 而当看到沈万贯 做出这般举动的时候 在场所有看热闹的人都瞪大眼睛 宛如实话 躲在远处角落里的李富贵 更是浑身都在哆嗦 这可是沈总啊 一个自己想见面 都要提前预约的大人物 没想到 居然会对眼前的青年 如此弯腰赔礼 若不是亲眼见到 根本不会相信 随后 有两人从沈万贯身后走出 一个老人 一个女子 老人是七长春 女子一身干练修身的白色商务套装 五官好似雕琢的玉器般精致 上半身不似春帘 合力般的波涛汹涌 但大小却恰到好处 尤其是一双长腿 更是长得惊人 可以让人把玩上一年 在她走出来之后 连周围摆放的鲜花 都仿佛暗淡了下去 这是白薇薇 本来白薇薇还在县医院 调养身体 就算听闻沈云飞来闹事 也没有放在心上 但恰好七长春也在 通过远程监控软件 看到现场情况的时候 才发现 与之发生纠纷的 居然是陈山 这才赶紧让白薇薇赶来 担心事情闹大 同时又通知了沈万贯 这就是此番的来龙去脉 白薇薇慢慢上前 看了眼沈云飞 然后开口道 沈大少是觉得 我夺了沈家宝山县首富的称呼 心里不舒服 如果真的是这样 大可以好好经营沈家生意 保反超 趁我生病 跑来江南春 找一个服务员撒气 算什么本事 他的声音不大 但却透着一股凌然的味道 再加上那种独有的气势 放在电视剧中 妥妥的女总裁判 别看沈云飞在别人面前横得不行 但面对白薇薇的斥责 却连一句话都不敢说 一物详一物 果然不假 沈万贯站在旁边开口道 这小子 平时被我浇灌坏了 做事没有分寸 我替他给白总赔罪 眼见着沈万贯如此 白薇薇开口道 我这边倒是好说 主要担心陈先生不原谅 说完后 又把目光看向陈山 听说陈先生 好像没有合适的出行工具 要不 沈万贯瞄懂 好 这是包在我身上 在这之后 他再次弯腰道歉 然后踢了沈云飞一脚 带齐朝着门外走去 行了 你也回去吧 陈山对着冯虎摆摆手 冯虎抹着汗 点头哈腰 带着一群小弟赶紧离去 生怕晚一点被陈山收拾 麻烦解决 现场安静下来 齐长春大步上前 握住陈山的手 陈老爹又见面了 一脸亲切 又认识他的人 更是看得心惊肉跳 两人寒暄几句 白薇薇也随之迈不上前 伸出白薇的右手 重新认识一下 白薇薇 感谢陈先生的救命之安 陈山伸手 和白薇薇轻轻地握了一下 举手之劳 白总太客气了 白薇薇笑了笑 本来和齐老约好 等到伤势恢复了 亲自登门道谢 没想到 现在用这种方式见面 说完后 又指着楼上邀请道 走吧 去我办公室聊会 陈山点了点头 和王超交代一句 让他先回去 自己则是打算 和白薇薇一起上楼 这时 那个站在他身后的女服务员 犹豫了下 轻轻地拉了陈山一下 低声道 我叫苏仪 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再见面 声音很低 带着一丝紧张和期盼 陈山点头 微微一笑 然后离开 对他而言 有些人可能只是偶然遇到的过客 但对苏仪来说 眼前这件事 却足以影响其一辈子 而陈山的身影 也许要永远地应刻在他的心里 旁边 在他们说话时候 大唐经理小心地 凑到白薇薇的身边 指着远处的李富贵 低声说了一句 他知道 陈山和李富贵是一起来的 所以提醒一下白薇薇 以免造成什么疏漏 白薇薇顺势看了眼 然后问到陈山 陈先生 那个人 是你的朋友吗 呼 听到这句话 李富贵的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不管是白薇薇 还是沈万管 或者是其长春 都是宝山县的大人物 要是能和他们拉上关系 那自己以后就发达了 可惜 陈山接下来的话 却让其彻底坠落谷底 普通朋友 不说 简单的几个字 击碎了李富贵所有的梦想 白薇薇点了点头 没有再理会李富贵 而是带着陈山和其长春 朝着楼上走去 李富贵呆呆地望着几人的背影 满心懊悔 狠狠地抽了自己两个耳光 他以前只是觉得 陈山有些能耐 但是没想到 居然可怕到这般程度 连白薇薇 沈万管 其长春这样的人 都要小心结交 早知如此 哪怕冒着被暴揍一顿的心态 也要待在其身边啊 因为自己的失误 导致到手的机缘 就这么不见了 有眼无珠 能怪谁呢 第四十六章 此人不凡 须好好结交 江南春外 奔驰G级商务车里 沈万管与沈云飞 坐在后排 沈云飞脸上 挂着不甘和悲愤的神色 爸 他不就是一个香巴佬吗 凭什么让我跪下认错 他好歹也是宝山县第一恶哨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 就算陈山身后站着缝虎 真的撕破脸 他也不怕 如果不是父亲压着 今天他绝对不会跪 想起来都觉得丢脸 他可不是香巴佬 沈万管点上一根烟 抽了口 望着窗外淡淡的延道 冯虎在宝山县 也算是一号狠人吧 硬是被陈山凝断了胳膊 半路救了齐长春 齐老现在和他称兄道弟 白威威出车祸 差点身亡 也是陈山妙手回春 将他从鬼门关里 拉回来的 说完后 又望着沈云飞道 招惹陈山 你觉得自己是比冯虎能打 还是比齐长春有势 或者是比白家有钱 这 听到这番话 沈云飞脸上的不甘之色 逐渐消散 也就是 在此时他才知道 原来这个看起来 不怎么起眼的小农民 居然有如此大的能耐 随后 沈万管又继续道 他不仅能打 最主要的是 一树无双 这样的人 但风云雨就化龙 日后的前途 绝对不可限量 这次的事 对你既是一个教训 也是一个机会 白总的话你也听到了 今天去趟宛南市 弄辆好点的车回来 亲自给陈山送去 说到这里 他把手里的香烟掐灭 与众心肠的言道 好好结交 以后定然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死 沈云飞望着父亲 凝重的脸庞 有些失神 他完全想不到 自己父亲 居然会对一个小农民 有如此高的评价 是 我知道了 沈云飞点了点头 顽固归顽固 但他好歹还有些脑子 此时已经知道 面对陈山 只能教好 不能教啊 再说 江南春酒楼三层 白薇薇的办公室 很大 很典雅 三人在沙发上坐好 泡上顶尖的好茶 白薇薇舒展了一下姿势 缓缓开口道 这次的事情 我听起其老和父亲都说过了 如果不是陈先生 估计自己就真的 再也醒不过来了 本来打算事后亲自登门 但这次刚好遇到 就赶了过来 我这人 不喜欢虚假的东西 陈先生以后有什么需要 可以直接和我说 只要力所能及 绝对没有二话 声音里 带着铿锵和坚定 倒有几分 巾帼不让虚眉的味道 陈山笑道 白总太客气了 我暂时真的没有什么需要 白薇薇笑道 什么白总不白总 如果你不嫌弃 咱们以后 就以姐弟相承好了 陈山还未开口 倒是齐长春在旁边悠悠道 我和陈老弟是兄弟 你这么一搞 辈分不就乱了吗 要知道 白薇薇的父亲白海川 都要叫他一声祈老呢 各叫各的就行 白薇薇倒是一脸无所谓 齐长春 好吧 你开心就好 你要是不说 我就先随便表示一下吧 白薇薇说话间 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精致的金色卡片 递到陈山手里 白薇发出的限量板金卡 总共只有五张 齐卡人可以不用花一分钱 在白家旗下公司 享受最高待遇 别的不敢说 至少在晚南市范围内 完全可以 让你衣食住行无忧 这虽然不是钱 但却比钱还珍贵 倒是弄的陈山 有些不知道该不该借 齐长春在旁边道 拿着吧 这卡不但可以消费使用 在晚南 是还是身份的象征 当初我想要一张 白海川都舍不得给 陈山顿时笑了起来 这卡我拿着也没用 要不给齐老哥好了 齐长春赶紧摆手 君子不夺人所好 你留好就行 最终 这张卡 被陈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又聊了一会 陈山发现 白薇薇眉心微醋 开口询问 白姐 你身体是不是有些不舒服 白薇薇白手道 伤势还没彻底恢复 偶然会头疼 要不你帮我再看看 陈山上前 把手搭在他的脉搏上 几十秒后 笑着开口道 问题不大 白薇薇问道 需要药物调理吗 陈山摆手 是要三分毒 你现在有些体虚 完全可以食补 食补 齐长春眼睛一亮 老弟还有这样的手段 陈山笑了起来 咱们国家自古就食疗文化 说好听点 叫做药膳 养好气血 自然摆并不生 刚好这里有食材和工具 我先写个方子 白姐让后厨直接做就行了 齐长春一听 赶紧在旁边道 我这身体 应该比薇薇更需要食疗吧 你看做一份也是做 做两份也是做 要不让后厨多做完 此时完全变成了一个 喜欢占小便宜的老头的形象 陈山赶紧摆手 老哥 药膳也是药 可不能乱吃 你需要的话 我单独给你 也开一份 齐长春赶紧把手腕 凑到陈山面前 需要 肯定需要 白薇薇在一旁哭笑不得 见过蹭吃蹭喝的 还没见过蹭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认识这么久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齐长春 在外人面前 表现出这种姿态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 他对陈山的医术 已经达到了 深信不疑的地步 陈山帮齐长春把他下麦 然后 走到书桌前 用纸笔写了两张方子 白薇薇让人带去 后厨制作 而在等待的时候 陈山突然想到 齐长春在宝山县 颇有人脉 于是就把昨夜 遭遇杀手的事情 和齐长春说了下 想看看 能不能让他帮忙 查找到一些线索 而当听到这件事的时候 齐长春和白薇薇的面色 皆是变得差异起来 随后 齐长春皱眉问道 你也遭到暗杀了 嗯 陈山一愣 这个 也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感觉到陈山的疑惑 白薇薇在一旁开口道 我当初遭遇的那场车祸 是人为的 第47章 设个局 吊刺鱼 白薇薇缓缓缓地 将事情说了一番 白家本来就是 晚南市的豪门 白薇薇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故 结果肇事者却逃逸 白家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要想办法严查 但今天刚得到消息 逃走藏匿的手法 也很专业 明显有猫腻 得到消息后 白薇薇和齐长春 也是一惊 本来以为是意外 没想到 居然很可能是蓄意杀人 原本的时候 他们还想着动用关系 赶紧把事情查清楚 但是没想到 陈山居然也遭遇了杀手的攻击 这就显得很反常了 你平时得罪过什么大人物吗 齐长春问道 陈山摇了摇头 自从李富贵被排除后 对于暗杀这件事 他完全没有了头绪 齐长春眼睛眯起 陈山现在还生命不鲜 谁会花大价钱 雇佣杀手 跑到山村 谋杀一个村医呢 他看了看陈山 又看了眼白薇薇 脑海突然有一道亮光滑过 不过 事关重大 他也不敢随意乱说 只是暂时忍了下来 又等了一会 后厨人员端着两份 砂锅敲门走了进来 打开盖子 热气腾腾 香味弥漫 白薇薇试着尝了口 一双美眸礼 顿时亮起光泽 以餐饮起家的他 自认为吃过无数美食 但眼前这份药膳 却仿佛带着一股 难以想象的魔力 一旦碰触 就被牢牢吸引 以至于连筷子 都没有办法停下来 此时完全没有形象可言 看到他的样子 齐长春也急不可待的 吃起了自己面前的药膳 十几分钟后 满头大汗的两人放下筷子 砂锅内的食材 被吃得一干二净 白薇薇用纸巾 擦了下红唇和额头的细汗 然后带着惊讶的语调 惊叹道 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车祸的原因 就算多方面培养 他的身体 还是有些虚弱 但是这碗药膳吃下去 整个人的疲倦 都好像被一扫而空 浑身充满了力量 一旁的齐长春 也起身在房间内走了起来 发现一碗砂锅之后 身上的小毛病 居然都削减了许多 神乎齐山 十几秒之后 白薇薇很快就从震惊中 清醒过来 作为商人 他在瞬间就察觉到了 这里边所蕴含的巨大的财富 望着陈山 白薇薇舌尖舔了舔红唇 开口道 小山 你这种药膳 可以大批量制作吗 嗯 听到他的话 齐长春瞬间明白过来 他重新坐下 笑着开口道 你这是打算 在江南春推广药膳 不过 如果真的去做 绝对可以大赚一笔 现在的有钱人 一个个都惜命的不行 与其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 还不如吃药膳来的舒服 既养胃 又养生 多好 听到问话 陈山摇头道 给你们吃的是 对症做的药膳 别人不能吃 否则会出事的 这 听到陈山的话 白薇薇美眸里的光泽 稍微黯淡了一些 但随后 陈山又开口道 不过 我回头可以整理几个大众 都能吃的药膳 药效肯定没有这么好 但也有调养身体的效果 你可以试着推广下 白薇薇一听 激动的当即站了起来 一把抓住了陈山的手 药效低点无所谓 只要可以大面积推广就行 白薇薇的手十分光滑 可见平时保养的不错 碰触间 弄得陈山有些心愿意马 看到陈山的表情 白薇薇这才发现自己的失态 赶紧把手收回 随后 他又开口道 咱们现在虽然以姐弟相称 但利润分配 还要提前说清楚 药膳的配方你出 我负责经营销售 你可以一次性 把配方的使用权卖给我 也可以选择 分红入股的方式 站在朋友的立场 我建议你入股 入股 陈山下意识地 偷偷瞟了一眼 白薇薇的两腿之间 要是真的深入的话 肯定很舒爽吧 你是怎么考虑的 白薇薇看陈山有些出神 开口问道 陈山赶紧掐了自己一下 谈生意呢 自己乱想什么 他收起念头 开口笑道 我听白姐的 白薇薇道 这样吧 你这边出药膳的配方 我负责其余事项 至于利润 给你30% 说完后 又开口笑道 要是配方真的没问题 我甚至有信心 把药膳推广到全国 说不定还可以成为 咱们的拳头产品 以后的利润 会大到惊人的地步 你完全可以 什么都不干 坐在家里等着数钱 剩下的时间 陈山在 寻天一经 里找到了三个 可以适合普通人 长期使用的药膳配方 写出来后 交给白薇薇 而白薇薇也趁这个时间 你定好了合同 签字 按手印 两者之间的合作 就此达成 一直等到走出 江南春酒楼的时候 陈山的脑子 还有些迷惑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以后自己什么也不做 每天都可以有钱花 这不知道是多少人做梦 才敢想象的场景 而如今 就这么轻易实现了 幸福 来得有些突然啊 陈山走后 齐长春站在窗户旁边 看了眼远处的天幕 缓缓开口道 薇薇 你先别因为药膳的事情高兴 我有件事想和你说下 白薇薇放下手里的药膳配方 开口道 齐老 你说 齐长春道 我突然觉得 顾兄杀陈山的 和顾兄杀你的 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很可能是因为陈山救了你 而引起对方敌意的 你觉得 会不会是他 什么 白薇薇心头一颤 然后在他的脑海 瞬间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难道是 思索了几秒 白薇薇摇头道 应该不是 他虽然有些小心思 但还不至于恶毒到这般地步 齐长春背负双手 在屋里走了几圈 然后开口道 人心隔肚皮 谁也不知道 对方到底怎么想的 不过 咱们倒是可以试着射个局 看看能不能他调出来 射局 白薇薇柳眉挑动了几下 然后点头道 好 姐想吃了你 陈山坐着白薇薇安排的轿车 返回陈家沟 春莲在诊所里忙活 王超居然也没有走 你不回去工作吗 陈山问道 王超笑道 我现在哪里有工作啊 也对 陈山笑了笑 本来中午吃饭的时候 李富贵还保证 让王超去家具厂重新上班 但是被后来一闹 两人关系疏远 王超自然也不会再去 要不我帮你介绍一个 陈山道 他现在好歹也认识了 好几个县里权贵人物 帮王超找个工作 并不难 王超白手道 不用那么麻烦 你诊所缺保安部 不缺的话 搬运工也行 我想跟着你干 啥 陈山有些猛 就这诊所 还需要保安 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爹的病好了 我也轻松了 看到陈山的样子 王超继续道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你昨天的事还没解决完 我留下来 最起码也能帮你看护下 放心 不用开工资 只要管吃就行 原来王超 是担心自己再遇到危险 听到这里 陈山顿时有些感动 若是换作别人 肯定是有多元躲多元 而王超明知道有危险 居然主动上前 这兄弟 能处 忙活了一下午 晚上陈山 春联和王超一起吃了饭 这才各自回家 还是和往常一样 洗术 修炼 随后躺在床上 陈山再次把意识投入脑海 进入白塔 经过这几天的治疗 通往二层的金色刻度值 已经将近一半 也许要不了多久 就能挤满 到时候 应该就可以顺利地开启 进入白塔二层 仅仅依靠一层的两本功法书籍 都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二层里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好东西 还真的有些莫名的期待 把意识收回 陈山看着还在漏风的窗户 和周围残破的墙壁 又再思索其余的问题 诊所还行 家里倒是真的破败的不成样子 以至于杀手 都可以轻松地翻越过来 他妈撒着下额 如今自己手里 也算是有了不少钱 要是不行的话 先把院子给改造下 到时候 添置些家具 电器 监控之类的 不仅住着舒服 安全系数 也可以大幅度提高 顺带把春联也接过来 两人如今已经发生关系 虽然人家说的不要名分 但陈山也不能真的不当回事 毕竟是自己的女人 而正在思索的时候 他突然间听到 有敲门声传来 起身 推开堂屋门走了出去 陈山站在院里开口问道 谁啊 小山 是我 门外传来女人的声音 是何丽 这么晚了 丽姐来干嘛 陈山也没有想太多 赶紧上前 把大门打开 夜色中 何丽直接走了进来 手里还拎着一瓶白酒 和一些花生米 鸡腿之类的常见下酒菜 丽姐 你这是 陈山有些奇怪 陈姐喝点酒 何丽摇晃了下手里的酒瓶 然后不等陈山回答 就静止朝着屋里走去 这 陈山嘴角抽出了几下 把院门关上 然后跟随何丽进了屋子 此时 何丽已经忙活起来 把那些下酒菜的包装撕开 又拿出两个杯子 给陈山和自己 各自倒了一杯白酒 丽姐 你今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陈山有些纳闷的问道 何丽拿着酒杯 摇头笑道 陈德松今天和我打电话了 说他在外边找到了真爱 要回来和我离婚 所以 找你喝了点酒 就当 庆祝自己以后重获自由吧 陈山一愣 然后开口问道 丽姐 你确定不是在说反话 一般女人遇到离婚 不都是哭得死去活来的吗 怎么看 何丽好像很平静的样子 何丽拿起酒杯 自顾自的喝了下去 白酒入喉 脸上迅速浮现出一片潮红 她向后靠了几分 然后笑着开口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些年和她在一起 和守活寡没什么区别 小山 说出来 不怕你笑话 姐也是正常的女人 也有那方面的需要 可那时候她在哪 逢年过节 连个电话 都不知道打一个 我心里都委屈 谁知道 顿了下后 何丽又继续道 女人啊 都好面子 要是以前 我也觉得离婚很丢人 哪怕过得再不如意 也要强颜欢笑 但现在不一样 我想通了 她可以去追求她的幸福 我也想去追求我的幸福 那种寂寞 只能用手安慰自己的日子 我真的过够了 说到这里 何丽再次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然后仰头又一口喝完 丽姐 别喝这么忙 一会该晕了 陈山赶紧伸手去夺酒杯 虽然杯子不大 最起码 也可以装一两多的白酒 要是按照这么喝下去 估计再有一杯何丽 就该倒下了 两人本来就坐得很近 在抢夺杯子的时候 陈山的手 直接握住了何丽的手 就连身体 也浮在了她的面前 因为是夏天 陈山又刚洗完澡 此时裸着上身 她的身材本来就不错 而且 在用星辰之力淬炼后 肌肉变得愈发结实强壮起来 腹肌凸起 线条完美 完全是倒三角的造型 如同古罗马的雕塑 从上到下 都透着一股属于男人独有的美感 那种荷尔蒙的气息爆发 仿佛致命的毒药 让何丽觉得 浑身都软了几分 她梦一般的开口低难道 小山 你的身材真棒 姐今晚 想把你吃了 何丽的眼睛有些迷离 红唇微微张开 那对高耸在不断地颤抖着 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难以描述的味道 显然 她已经动情 故多 陈山侯姐抖动一下 此时明显感觉到 何丽的状态不对 就要松手起身 但就在此时 何丽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攥住陈山的手 用力一拉 陈山重力不稳 直接趴在了何丽的身上 两人从木椅上翻落 倒在地上 陈山在上 何丽在下 两人的身体 紧紧地挨在一起 灯光下 何丽媚眼如丝地望着陈山 此时她身上的衣物 都有些散乱 大片雪白露在外边 陈山浑身燥热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到 但依旧觉得 是那么的完美和诱人 何丽一只手抱着陈山的腰 另外一只手 则是抚摸着陈山的胸膛 并且不断向下移动 口中更是发出触电般的低颤之音 此时的她 仿佛是一座沉寂了很多年的火山 将压抑在体内的欲望 在这一刻 尽数喷发 欲要用自己的身体 将陈山彻底吞没 第49章 家前 夜色深邃 干柴烈火 空气中弥漫着某种特殊的味道 在何丽抚摸陈山胸膛的时候 陈山的手也没有闲着 直接将何丽的上衣掀开 然后将其上身的贴身衣物 都尽数扯去 灯光之下 那完美的身材 顿时展现出来 尤其是那对挺拔饱满的高耸 宛如活泼的兔子 在不断摇晃 完全无法掌握 顾多 陈山咽了下口水 直接俯身吻了上去 何丽的娇躯剧烈地颤抖起来 那种酥麻 让她觉得自己 整个身体都快要飞起来 她用手抱着陈山的头 双眼迷离 口中更是发出含糊不清的低难 眼看两人就要把持不住 这时 何丽的腿碰触到了一旁的木桌 碰 桌面摇晃了几下 摆在上面的暖水瓶 直接跌落 摔在地上 发出一声巨响 两人都吓了一跳 隔壁院子 更是传来了春联的声音 小山 你在干嘛呢 没事吧 陈山赶紧起身 咳嗽了下 走到院里喊道 没事 你早点睡吧 听到这声音 隔壁的灯光才重新按下 陈山再次回到堂屋 被这么一打断 两人心里的那股镜 都消散了一些 她看看何丽 想了下 慢慢开口道 丽杰 你现在应该还没正式离婚吧 咱们现在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要不 再稍微缓几天 说真的 不管不顾的与何丽来一场深入浅出的厮杀 可关键的问题是 冷静下来想想 即便说要离婚 但目前何丽的身份 还是有夫之妇 哪怕对方自怨 现在发生关系 也不合适 也许有些迂腐 但对陈山来说 这是一种底线 听到陈山这么说 何丽脸上的红韵 也慢慢的消散了一些 她整理了一下衣服 然后望着陈山道 小山 你是好人 陈山 好人这个词 用到这里 好像有些不合适吧 做好人难 做有底线的好人更难 何丽重新站了起来 然后望着陈山道 是我太心急了 现在确实不太合适 没事 等到陈德松明天回来之后 我就把婚离了 到时候 咱们好好做一次 说完后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指着隔壁问道 小山 何姐说实话 你是不是已经把春莲给吃了 陈山甘大地咳嗽了一声 然后点了点头 这是瞒不住的 何丽哼了一声 就知道春莲忍不住 果然还是被她抢先了 我得抓紧点 不能落后太多 说完后 在陈山的脸上重重的轻了一下 然后朝着门口走去 一直到何丽走远 陈山方才反应过来 话说 听到这消息 不应该吃醋吗 这怎么还杠上了 要是按照这情况发展下去 以后会不会一三五睡春莲 二四六睡何丽 剩下星期天才能休闲 死 这身体会不会扛不住啊 她这番心理话 要是让别的男人知道 估计要被气得吐血 这特么的是多少男人的梦想啊 你居然还有心情担心身体 把门重新关好 陈山躺倒 深吸几口气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居然是白薇薇 一个美女总裁 大晚上不睡觉 给自己打电话 现在的美女 都这么寂寞难耐的吗 难道脑海里的白塔 还附带的有桃花运鼠星 陈山胡思乱响了十几秒 然后接通了电话 白姐 这么晚了 有事 电话那边的白薇薇开口道 和你说点正事 齐老觉得 顾兄杀你的 和顾兄杀我的是同一个人 他设计了一个圈套 打算把人引出来 这是需要你配合 明天下午来一趟江南春吧 咱们商量下 陈山眉心骤气 应论一声 然后把电话挂断 他起身看了眼窗外的夜色 然后笑道 没想到 这么快就有线索了 行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背后搞的鬼 而与此同时 宝山县郊外的一处 有些破旧的平房内 暗淡的灯光下 坐着三个人 其中一个平头男人 胸口位置缠着绑带 正是不久前去陈家沟 对付陈山的杀手 旁边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长发染成黄色 随意扎成马尾 有些风鱼 姿色还算可以 另外一个 是身穿黑色背心 身材魁梧的四十岁左右的短发男人 脸上带着几道伤疤 那狭长的眼睛里 透着一股恶狼般的凶光 他们是一个团体 叫做 屠夫 这也是他们三人中的老大 那个短发魁梧男子的外号 这个团队连续流窜作案 手上至少沾染了几十条人命 但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逍遥法外 其手段可见一般 老二 身体怎么样了 屠夫手里把玩着一把军刀 开口问道 平头男子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轻伤 不碍事 顿了下后 又继续道 不过那小子确实难缠 绝对是个恋家子 旁边的女人咯咯笑道 要不让我出手 对付男人 我在行 屠夫眯眼道 老二都失手了 就说明那个家伙确实不简单 这是不用着急 而就在说话的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看了一眼 然后接通 里边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你又失败了 带着几分恼怒的味道 是刘婉 屠夫冷笑一声 还好意思说 你给的是什么破情报 那个村医是个恋家子 实力很强 我的人差点折在那里 电话那边稍微停顿了一会 然后再次道 我只知道 他是村医 别的还不清楚 但不管如何 你们确实又是失手了 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 刚得到的消息 白薇薇好像在执法队里 找到了一些线索 明天傍晚 要带着陈山 一起返回晚南市 虽然他没有说线索是什么 但我能感觉到 肯定对我不利 所以我不想看到他们 具体该怎么做 你知道吧 屠夫呵呵一笑 放心 同一目标 我们出手 从不超过三次 这次他们不死 我死 不过 顿了下 他再次道 白薇薇的价格 是以前订好的 但那个村医情报不对 刘婉问道 你什么意思 屠夫点燃一根烟 然后开口道 简单 得加钱 第五十章 这么小 也好意思拿穿显办 第二天上午 陈山吃过早饭 依旧和往常一样 前往诊所 王超带着他的父亲 再次赶来 今天是第三次治疗 一番针灸之后 王超父亲的眼神 彻底恢复了往常的光芒 行走 说话都和正常人 没有任何区别 彻底恢复 王超再三败谢 骑着摩托车 把父亲送回家 并且承诺 以后每天来诊所上班 接下来 陈山治病 顺带指点春联医术 一上午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 中午吃完饭 有一辆轿车 停在了诊所门口 上边还贴着江南春的商标 嫂子 下午我要去县里一趟 诊所这边 你先照看一下 陈山说完 朝着外边走去 因为怕春联担忧 他倒是没有说 要去做什么 春联站在门口 目送着轿车离开 远处还有不少村民 在指点议论着 小山现在是 真的有出息了 出门都是江南春酒楼的 专车接送 我听说江南春的老板是女的 你们说 会不会看上小山了 十里八乡 可找不出来 一个比小山更俊的小伙 我要是那些城里的富婆 肯定也忍不住 年轻就是好啊 而正坐在村口乘凉的何桂花 听到这番话之后 眼睛顿时转了起来 等了一会 赶紧朝家里跑去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事情 再说 陈山乘坐轿车一路前行 没多久时间就到了县城 而就在途径民政局的时候 他向外随意看了一眼 然后眉心顿时咒气 喊道 麻烦停下车 我处理点事 你先回去吧 我等会自己去江南春 轿车停在路旁 陈山打开车门 朝着民政局的方向走去 在他的目光中 这三个人 陈山都认识 女的是何丽和燕子 男的则是何丽的老公陈德松 此时的陈德松衬衫西裤 手上戴着腕表 腋下夹着公文包 裤腰上还挂着一个宝马车钥匙 一副成功男人的打扮 按说这样的场合 陈山不适合插足 毕竟昨夜他听何丽说过 要和陈德松办离婚手续 两人手里还拿着离婚证 应该刚办离完 让他直接过来的原因 是燕子 正常情况 作为何丽的闺蜜 燕子应该跟何丽站在一起 但没想到的是 此时他居然紧挨着陈德松 两人亲密的 好像两口子一般 旁边的何丽眼眶泛红 气得胸脯都在抖动 立即 陈山大步走了过去 开口喊道 何丽听到喊声 转头看去 一脸惊讶地开口道 小山 你怎么来了 陈山走到何丽身边道 来县里办点事 说完后 又把目光投向燕子和陈德松 嘴角带着冷笑 这又是咋回事 陈德松眯眼看了下陈山 然后笑道 这不是陈山吗 我听说燕子说 你小子病刚好 就和我媳妇眉来眼去了 也亏是我大度 要不然早就揍你了 说话间 还伸手在燕子的翘臀上捏了一把 燕子则是无比配合地 打叫了一声 大街之上 两人丝毫不顾一点形象 陈山眉眼冷笑道 揍我 自己不干净 敢有脸说丽姐 没错 他与何丽确实眉来眼去 但陈山在关键的时候 还是克制了下来 可陈德松呢 不仅在外边养的有女人 这才刚回来 就和燕子勾搭到了一起 而且显然是在没有离婚之前 怪不得何丽说 早就对他死了性 听到陈山的话 燕子顿时笑了起来 陈山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男人有钱就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说话间 把手腕伸出来 摇晃着无名纸上的一枚钻戒刀 昨天晚上 听说松哥回来 我特意给他接风 然后 松哥直接就送了我一枚钻戒 可惜啊 有些人一直到现在 我再都没见像样的手势 燕子现在很得意 甚至是故意在陈山 与何丽的面前炫耀 尤其是陈山 小样 上次那么主动 你都不要 现在老娘随便一招手 就换了个更好的 你就后悔去吧 在以前的时候 作为何丽的闺蜜 燕子就加了陈德松的联系方式 原本倒是没在意 这几天 看他的朋友圈 才知道陈德松最近在省里 运作了一个不错的项目 然后发了笔横财 有了点钱 自然嚣张起来 那边小三喊着要上位 陈德松索性直接跟何丽摊牌 然后连夜开车 返回宝山县 而看到陈德松动态 燕子赶紧联系 假惺惺的嘘寒问暖 最后 问着问着 就问到了床上 简直将绿茶表的属性 发挥到了极致 看着燕子的模样 何丽摇头道 燕子 咱们是朋友 更何况 他在外边 还有别的女人 你这么做 有意思吗 燕子哥哥笑道 他在外边怎么样 跟我没点关系 我又不打算和他结婚 松哥喜欢刺激 我喜欢钱 各取所需 再说 躺一夜 就可以换枚钻戒 这不比那些累死累活 上班族强吗 说完后 又把目光投向陈山 带着挑衅的语气道 你平时不是解长解短的 叫个不停吗 有本事 也给你姐买个钻戒去啊 旁边的陈德松 搂着燕子 眼里带着不屑的语气 开口道 拉倒吧 他就是个村医 一个月都挣不到两千块钱 连吃饭都是问题 把他卖了 都买不起一枚钻件 陈德松一直在省城 很少回老家 自然不知道 陈山现在的情况 潜意识里 还把陈山 当作昔日的穷苦村民看待 听到他的话 陈山顿时笑了起来 他朝着周围看了一圈 发现在两百多米外 刚好有一家珠宝店 随即开口道 这么小的钻 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 等着吧 小心闪下你们的狗眼 陈山不是喜欢显摆的人 但此时 既然燕子有一挑衅 那他不妨让对方知道 什么叫井底之蛙 说完后 陈山朝着珠宝店走去 看到他的样子 陈德松摇头笑道 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他怕是根本不知道 一枚钻戒值多少钱 等看到价格的时候 就该灰溜溜的跑出来了 燕子也附和道 还闪瞎我们的眼 怕是连小一号的钻戒 都买不起 因为上次在陈家沟 被陈山抽了一巴掌 导致燕子现在心里 对他满是怨气 巴不得看到他出丑的样子 在目光中 陈山进去 才不过一分多钟 就走了出来 双手空空 看到他的样子 看完却买不起 丢人了吧 而他们的嘲笑声 还没有结束 就看到远处的那家珠宝店内 有六七个员工 大步地跑了出来 有两个在弯腰铺设红毯 剩下几个 则是拿着礼花 和手拧礼炮 跟随在陈山身后 态度恭敬 最后一个身材高挑的李仪小姐 双手捧着一个红色礼盒 小心地缓步而行 看到这阵势 陈德松和燕子 都是一头雾水 啥情况 因为动静太大 以至于其余路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过来 一行人走到河里身边 李小姐轻轻打开礼盒 一枚璀璨的钻戒 在阳光下灿灿生辉 那钻石 比燕子手上钻戒 大五倍都不止 噼里啪啦 周围李花里炮 齐鸣 引得万人瞩目 一旁的陈德松和燕子 当场傻眼 呆若木鸡 请不吝点赞